计划经济 就是咱们这些人呢 都在一个单位的工作 一个诊室好几个等 一块上班 咱们都是 都是给共产党 给社会 然后 干工作 然后这个单位呢 发给你工资 他是不分的,来的病人都要一块钱 是这样的,现在呢 也打破了 现在一般的就是 你自己一般的一个人一个诊室 你证证多了 你哪里奖金也多 病患少了,奖金也少 原来的时候就是 一个诊室好多待会 一个诊室好多待会有好处 我就受益很多 你跟那些老先生在一个诊室里 你能学到好多东西 现在这种模式 是对培养年轻人不利 但是当时那种模式 是非常有利的 并且我们年轻人要轮转 半年到一年要轮转 轮转呢今天给这个老大夫 明天给那个老大夫 老年的大夫,中年的大夫 年轻的大夫都给你搭配好 你这是一组在一块 所以对这个 青年大夫的培养提高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我实习的第一天 就碰到这一位病 张德木主任给他打人钟 陈英天老师给他打后席 不到一分钟,病人站起来走了 当时看着我目瞪口呆 哎呀,这就了解这么好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一下子就把我 说真就是这个兴趣 一下子就给我提的高高的 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啊 那多露点儿 是不是啊 那多神奇啊 那么多病人都在那个地方看着 躺着进来,扎着针 不到一分钟就走着吐起来 当时我们学校呢 还有一个叫西医内科学的老师 当时就是我没实习之前 我没上西医内科学 这个老师呢 当时学校都号召向他学习 为什么向他学习呢 即兴要有商 即兴要有商啊 每天 组着那个拐杖 非常艰难的 坚持 给同学上课 然后学校呢 号召向他这种精神学习 向他这种敬业精神来学习 一般呢 要扭商是不是就回家躺着休息去了 但这个老师还坚持 半个月才好 实质的学习 但是你要知道医治能好了 还用说那个罪吗 是不是 你不用说那个罪啊 所以针灸治疗进行有商量效非常好 第一个学习 就是人中 但是治疗 人中治疗进行有商 大家记住啊 什么还是那句话 所以不明经路啊 开口对 你动手便脱 人中是哪条精卖的事儿 所以治疗进行有商 一定是足卖的扭商 正中 要不正中的扭商 记住了吗 如果他的扭商 再一侧 扎人中管用吗 是不是不管用啊 我告诉你 针灸本来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 人为都不太复杂了 你看这个老师 扎人中治疗进行有商 他不管用 你在扎的时候 他不一定能管用 或者有得管用 也不管用 然后你说 人中治疗进行有商的有效率是多少 你这个有效率 那个人报道有效率多少 然后两个人争起来了 不对 我扎的十个全有效 你还不对 我扎的十个只有四个有效 你真能吹 因为他扭商的不一样 疗效就会不一样 知道吧 所以人中治疗进行有商 一定是腰部阵中 阻脉的扭商才有效 那么针刺方法有两种 怎么针 一个是人中 朝逼中阁方向刺 这样阻脉 然后扎后针以后 让别人活动腰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也是我们张东部主任的经验 怎么找呢 从人中的一侧 一侧横着穿过来 这样捏着 从这侧 从这侧 扎到这侧 透刺 透刺 这样 横着扎 也有行 当中部主任的经验 都可以 一个是上上刺 一个是这样横着刺 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 后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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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的经验有商 什么样的情况用 大家想想 腰部正中的可以不可以 可以 因为后膝通什么 后膝通 后膝通 第二个 路过腰部正中的扭伤 正当中也疼 它一侧也疼 这个时候用后膝是最好的 因为后膝它是太阳精的 手足太阳精脉气是相通的 大家记住 羊精 手足的羊精 脉气都是相通的 银精 不一定 羊精 手足的羊精 脉气一定是相通的 所以说 路过是这个腰纽商 既在正中 又在一侧 这个情况下 用后膝是最合适的 它既通足脉 它又是太阳精 所以一直可以解决 都给它解决了 如果这个时候刚打人中的话 只能是腰部正中缓解 一侧它不会缓解 因为它不通太阳 那么 路过是一侧的扭伤 扎一侧的后膝 同侧的 两侧的扭伤 一块儿扎 第三个区 就是 阴交易点 什么叫阴交易点 这不是我的发明 这是原来杂志上有报道 我在临床已是 还确实是 你们如果有进行扭伤的 你们 他们是 都卖的扭伤的 你可以看一看 翻看你的上 上嘴唇 一个唇细带 在唇细带的中点 它会有一个小米粒 那么大小 那个颜色的 一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呢 就叫阴交易点 只要是腰部正中的扭伤 几乎都会出现这个点 并且一辈子不消失 一辈子不消 一辈子不消 扭的次数越多 这个点越大 我曾经见过一个女病人 多次的腰扭伤 我给她翻开这个 这个上乘一代一看 还有 她那个点 好像小辣椒一样 就那个形状 不是和辣椒那么大 就是和小辣椒那个形状一样 尖尖的 嗯 突出一块的 扭伤的次数太多了 那么 你记住 这要是疾病的反应点 就是治疗疾病的一个 也是治疗疾病的一个点 只要这个疾病在这个点有反应 这个点肯定能治疗疾病 所以像这种要求上 你翻开这个上乘一代 只要是有这个阴交易点 怎么办 你就用个1寸的 粗一点的 或0.5寸的 粗一点的针 回来用三冷酸也可以 三冷酸病人比较害怕 拿那个针往水上把他吓坏了 一般的我就用1寸的 比较粗一点的针 弄起来把它调破就行了 比较疼 但是也不是特别疼 然后叫病人活动腰部 疗效非常好 特别是用其他方法疗效不好的时候 这种方法你可以用 也是治疗 毒脉有什么 腰部正中的有什么 第四个学校是手三理 手三理治疗进行料理商 要效要非常好 我刚工作 没几年 结果露了一次点 当时一个进修大夫 是青岛的一个进修大夫 领了一个 他的一个表姐 到我这个室里去了 所以进行料理商 勇傲不能活动 然后呢 因为当时 我正好在看珍九家艺经 我就看到珍九家艺经 有一句话 腰部的我十三里主持 我就在他十三里这个地方 给他找牙疼 确实牙疼很明显 然后呢 我就给他揉揉 然后叫这个进修大夫呢 扶着他表姐的腰 我说你觉得他能活动活动 他自己不能活动吗 哎 当时就能活动了 很高兴 我说呢 我给你炸一枝 可思三生 做三样就要炸一枝 然后再活动 接着就好了 腰部活动完全正常了 当时高兴的我了不得 这是我治的第一次 第一次治疗进修有商 并且疗效这么好 然后那个进修大夫呢 又在那个地方说话了 高老师还念真行呢 你看看刚从那个人士 这某某主任炸了这也不管用 你怎么一直给他炸好了 我说你这不是制造矛盾吗 在中国大陆人际关系非常复杂 你这个事啊 你要是我炸了不好 再说其他老师年纪大就炸 行啊 主任教授炸了不好 再说年轻人一炸好了 要能弄出去以后 要能说出去 你这不是这套糊吃了 是不是 我说你要早说 在那个地方炸了 我絕对不会给你炸的 但是确实是医生叫我炸好 以后啊 我又翻译啊 我就想到这个地方 诶 这里竟然有商 查我杂志 我就发现 好多的报道 在这个地方 报道 都 好多这些 报道了好多消息 腰上穴 扭上穴 腰零穴 都可以知道这些用事 你们可以试起来 这个不是 啊 这要找大家同点 就很好 为什么呢 第一个是全息对应 这个地方对应腰股 全息对应 这地方就对应腰股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找丫头里 第二个 第二个 还是那句话 胸衣不明经络 开口动手变速 手三里最大的摇扭伤 什么样的摇扭伤 疗效最好 一侧甲肌穴附近的 那种摇扭伤 他的这种摇扭伤 既不在堵脉 又不在一侧的彭方经 而是在堵脉和彭方经之间 相当于甲肌穴这个地方的疼 这个地方肯定最厉害的用伤 用手三里是最好的 啊 那么为什么 这个地方要用伤 用手三里是最好的 守阳明的金金甲肌内 守阳明的金金啊 就沿着脊柱的一侧甲肌圈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分布 所以这个地方的摇扭伤 它是扭着守阳明的金金了 所以你要在守阳明大肠经上 都需要 守三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那么其他的摇扭伤也有效 为什么 它不通过轻薄去作用 它可以通过全息对应去作用 也有效 但是是一侧甲肌穴的摇扭伤 也要效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个实际上古人啊 早在用了 你看看 这个除了真有家也有这个记载以外 我们山东啊 他有一位道家 也是一个很高明的道士 中医啊 你道家关系非常密切 密不可 因为道家是土生土长 马大阳 他有个天星十二学 祖之大明哥 他说太重 啊不是说太重 啊 还没讲到太重哈 所以守三里呢 这荆药经药有伤 导带真有加药经 他已经用了 已经用了 那么 你知道了 守三里 治药经药有伤 是 甲肌穴这个附近药有伤 大家想想 如果你不扎守三里 在守阳明大肠经上 找其他的学生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吗 肯定可以 咱什么学生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句话 叫什么呢 那么你选什么 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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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同样优秀 你可以试 但是一定是 一侧甲肌穴的要求是 我们真有科 我还有一个老师 叫刘国枝老师 他今年已经退休了 他在临床上 治药经药有伤 就是 扎三斤 你落 你不愿扎三斤 我告诉你 你扎河骨 也有效 你不信你试 所以还是那句话 学一不明经落 开口 动手便错 一定要 变这个病 它的经 是能拿一条经 然后在这条经 经上去学 但是你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 书穴 最常用 再就是你看一个全息对应点 在这个经脉上的全息对应点 经脉即同胀 和全息对应 那疗效会更好 第五个小时 太重血 为什么 你夹起肌肉上 痛的时候 要用马牙脸 是因为煮肌肉 还是 不是 你还是没听清楚 我已经给你 我已经讲过了 有一句话你没听 就是首要命的经济 看到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就是说 城乡的这种差别 还是有的 所以有的这个地方呢 和大城市啊 它这个医疗啊 这个水平啊 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呢 我们每年 我们大学 我们的省中医院 每年 我们都要派出大夫 到基层医院去 去进行 支援吧 给劳必性治病 在九零年 那时候我还读着演艺生 有四个老师 还有七八个演艺生 叫我当队长 带着到一蒙山去去了 到一家县中医院 我们去给他们当大夫 也和当地的大夫交流 给劳必性治病 那个医院的中医科啊 还是很不错的 中医科的好几个医生啊 都是当地的名医 这个去的去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的领导就说 第一要虚心上人家学习 第二 必要的时候 你也得露一说 啊 要不觉得你的来的大夫 什么病啊治不了那不行 所以去了首先上人家学习 也学到好多东西 那一天 中午呢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候 啊 来了一个病人 是他这个科的一个 也姓高 一个名医 带着一个病人来的 个子很高 山东人比较高大 啊 我是山东人当中比较矮的 啊 是他医院的一个驾驶员 司机 经常有伤了 已经在他针灸科啊 真扎针了 不管用 腰疼的厉害 然后呢 就领着来了 领着来了以后呢 我一问 咋的什么穴味儿 人中啊 后膝啊 这个腰疼穴儿 啊 另外其穴儿 都给他砸了 不管用 然后领来了 然后 这牛科的那些大夫啊 呼的还穿围上来了 我那个头啊 一下子那个汗 哇点下来 我现在这下子 我要给他治不好 这个脸丢大了 是不是啊 我就丢脸了 丢大了 天也热 正好是暑假的时候 都围上来 那个大个个子又高 啊 那个时候 90年吧 我85年毕业 才毕业五斤 啊 这个事儿 弄不好今天要九厨了 但是呢 我想了想 是不是 这个事儿 我还不能 看着这常规的时候 肯定不能再给他用 常规的时候 如果当地的大夫用了 疗穴不理想 我用了第一 疗穴不可能很理想 第二 假如疗穴很理想 给当地医生很大的没面子 是不是 都是同行 你何必跟他弄得没面子呢 所以我就想 记得显示出自己的水平 还得给人家保留着面子 自己还不能救面子 山东人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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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一个报道 所以机型有伤啊 在行间和态虫之间 能找这个丫头点 然后呢 他个子很高啊 站着 我说你把鞋套下来 我就给他 站着我就给他按 在那个地方找丫头点 这个丫头点 临床报道是行间和态虫之间 但是我发现 他不在行间和态虫之间 而是在态虫穴 还要往进行一端 相当于腰部的圈膝对应点 阴暗那个地方 丫头非常明显 行间 往上态虫 态虫再往上 再往上一点 是一个境外气球吗 那是他给他起名了 那是他给他起名了 所以董事齐学院 你不要觉得很神奇 我一个学生叫做长波 他现在 在国内 老是这样境外齐学院 他 经常到济南去办班 一到那个地方去 他就过去看我 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就说 长波 你想一想这董事齐学院 一定要 从道理上讲明白 他为什么能指定 做长波就告诉我 他说老师 我现在我游乐要去回到 什么时候我不看了 就看内经 他没跑出内经去 你看这个 实际上 待会我要跟你讲他为什么 你不要满足于知道这个学生 为什么能指这个病 然后你就能均一反三 所以当时我看到报道以后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找 你找这个压重点 让我给他按压 你活动活动摇 一活动解这缓解 高兴得我了不得 我说一二三 我说一二三 我说你坐这个脚啊 活动摇 一活动 结果好 把我高兴得 下毛碰到死老鼠 运气好 是不是 躲哪个脚 躲真 真那个脚迷法 多吗 是不是 我害怕它匀针 这样的扎针 非常容易匀针 我要转移它的注意力 是吧 扎着这个脚 没法剁脚 我扎着同侧 大家记住 一般要扎同侧 你扎着这个脚 扎到三的时候 做这边脚 扎着这个针 扎着这个脚 不能剁 你剁你怎么扎针 同时 就是转移它的注意力 预防匀针 站着咋是不是非常容易匀针 他病人他又害怕 你说三的时候 他刚想到咳嗽多觉了 他想不到这个针的疼痛 可以减轻疼痛 结果活动 哎呀好了 所以当时 在当地医院就引起轰动了 当天晚上 他课的这个李主任说 你给我们讲点课吧 我说行 那是我第一次讲一对儿聊话 我的一对儿聊话的讲座 就是从90年开始 啊 当天晚上给他们针就课的代课 我说咱们什么 一块交流交流 我这方说我 我临床经验不多 但这方面的书 这个资料啊 杂志我看了不少 我在临床里有些体会 我可以给各位老师回报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讲一对儿聊话的讲座 我说那个董事的局限 通常都是对策 通常都是对策 那你看看是什么病 有的病需要对策 我下边我要讲 你们一些会管家扭伤 都没有呢 要找对策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策是中医 属于中医的巨刺和钮刺 什么时候用巨刺 什么时候用钮刺 什么时候用钮刺 什么时候用同策 它是有规矩的 这种规矩在内经里边早都有了 我告诉你 他跑不出内经去 董事修学的发明人 不也是山东人吗 是不是啊 也是山东人 山东人我告诉你 受孔蒙之道的影响 他就要读书 书中自由黄金屋 书中自由阳禄玉 万般皆下平 唯有读书高 山东人他就喜欢读书 山东的大夫啊 他不读经典 他在山东混不下去 你不够那个档次 所以有一副对人都这么说吗 谈笑皆红炉 往来无白丁 我们要在一块谈话的话 都是红炉 都是有非常有效应的人 你看到人一大字不是一个 对不起 我不和你交往 是吧 所以你看到好多家里一些对联 就这么写 谈笑皆红炉 往来无白丁 他说在山东啊 你要不读得古书 人家不给你玩 是吧 他不给你玩 你上不了 你进不了这个圈子 你上不了这个档次 是吧 所以他这个恐懵之道啊 影响太深了 咱休息一会吧 好 人床应用最多的 我给他命名叫腰一到腰五血 既可以治疗肌性有伤 也可以治疗所有的腰疼 刚才有的医生提到 椎间盘突出 扭伤了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腰一和腰五血 以后啊 你所有的腰疼 哪个地方你都不用炸 炸的五个血OK 就行了 所以学医啊 你重在明里 刚才讲到腰部正中的扭伤 咱们可以炸 呼吸 是吧 呃 呼吸 那么实际上 我现在在床上 我不用呼吸 我用腰疑血 第五脏骨 腰疑血 在第五脏骨 这不是第五脏骨吗 第五脏骨 下边这个骨头 往上一点 这个地方有挑索脏骨 就是圈膝对应腰部 大家知道圈膝吧 知道是吧 圈膝对应腰部 并且你啊 有没有腰椎的问题 你摸这个地方 你能摸出来 腰椎有问题啊 这个地方会有挑索脏骨 会有压疼 啊 你摸这个地方 如果挑索脏骨 好几条 他腰椎肯定好几个腰椎都有 好几个腰椎都有突出 啊 就这个骨头上 大余我在 这个万骨穴附近吧 但是还要往上啊 往远端 就这个骨头往上 找个压疼 腰部的对应点 腰部的圈膝对应点 找到这个挑索脏骨 只要是腰部正中的扭伤 还有椎肩盘突出 还有只要是腰部正中的疼痛 一定要扎这个胸 一定要针这个胸 啊 疗效是非常不错的 啊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就是我们山东省卫生厅 我们医学都属于卫生厅管 包括中医 两个厅长 他的家属 他的椎盐突出 都是我给他治好的 也都是窩床不起 西医呢要求他必须要做手术的 就是我用针灸的办法 都给他们治好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血 就是腰衣血 它这个全息对应 疗效非常好的 那么像椎肩盘突出呢 你还要配合腰部的甲肌血 腰部的甲肌血 但是打腰部甲肌血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还是在筋手筋在骨手骨 所以炸甲肌血的时候一定要伸刺 一般至少要用两寸的针 炸钱都不管用 一定要炸到骨头 这叫在骨手 也是想炸这个血 腰衣 让病人活动腰部 随可竞争 做三下角 活动腰部 咬出三身 有些同学可能要问了 一定要咬出三身 那你就是咬出求见了 是吧 我这个咬出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叫李洪志他 咬出三身啊 不能咬出两身 也不能咬出五身 是不是 实际上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我叫你咳嗦的目的是干什么 叫你咳嗦剁脚的目的 是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 减轻病人的近阵的疼痛 预防云针 同时咳嗦能够渲散气息 提高疗效 这是他的目的 那么一定要咳嗦三顺吗 因为你咳嗦三顺的时候 我已经把针印起来 也可以给它撵转了 时间足够了 如果你咳嗦比较慢 你可以说你咳嗦五顺啊 或者你想抽我机 你咳嗦六顺啊六六大顺啊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一般的三顺就行了 如果你还没 还没把这个综综做完 你可以说再咳嗦三顺 可以吧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 你不要把它搞得太神秘 你明白那个意思就行了 它就是一层窗户枝 把它戳破 有的老师他不这么教 考三顺啊 学生问了老师是不是一定要考三顺啊 这个不行 下次交的钱我再给你讲 咱不搞那一套 这是摇一顺的用法啊 那么 那么露过这个疼痛 它在以它的甲肌旋 就像呢 我都给大家 手三里 治着那个腰疼 它的疼痛在甲肌旋 那么你要扎腰二顺 腰二顺在什么地方呢 那第四张骨和第五张骨之间 腰部的对应 甲肌旋 扎这个地方就行了 路过它的疼痛 它是在组三顽旺旋 第一侧线 这个位置 相当于1.5寸到2寸左右吧 这个位置 那么你就扎腰三顺 腰三顺在什么地方呢 在第三张骨和第四张骨之间 这个腰部的全息对应点 要扎这个地方 如果它的疼痛 在膀胱经的第二侧线 也就是相当于 脊柱胖开一巴掌 是不是三岁呀 左右 那个地方疼痛 那么你要扎 腰四顺 就在第二张骨和第三张骨之间 腰部的对应点 路过它的疼痛 在腰部一巴掌之外 腰部一巴掌之外 比较靠外 那要扎腰五穴 这个腰五穴呢 就是第二张骨侧的 第二张骨 第二张骨侧的腰穴 当时张云青啊 发明生物全息率的时候 发现生物全息率的时候 它首先是第二张骨 对不对 第二张骨 全息腰穴 实际上你雷床你发现 这也是个全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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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全息源 都是全息源 但是这个全息源 不同的病 它有不同的治疗效果 它不一样的 从而是腰疼 你会发现 脊柱正当的疼痛 腰一血的压疼最明显 甲脊血的疼痛 腰二血的压疼最明显 旁旁旁第一侧线的疼痛 腰三血的压疼最明显 第二侧线的疼痛 腰四血的压疼最明显 比较靠外 腰五血的压疼比较明显 你回去可以试 脚队是如此 所以你知道腰疼也很简单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就给它念念 这里疼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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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疼得厉害 都疼得厉害 就这么简单 如果它的腰疼疼疼的部位 疼疼疼积住 一直整个的腰疼疼 那么 1112131415全给它炸 都会了吧 你要是傻瓜治法 就好像刚才说成傻瓜治法 你全给它炸好 没问题了吧 那么你实际上很简单 你就给它找牙疼 你给它念念 来这个腰疼的病人 你给它念 这疼得厉害 这疼得厉害 哪个地方 腰疼得厉害 在哪里 简单不简单 但是你明白了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 你临床去观察一下 就是这么个规律 你看看 来这个腰疼 你首先问问 你哪个地方疼 你给我指一下 你一看 你也知道 它的压疼脸应该得要紧 你扎疼的时候 也应该扎这个地方 你回去试一下 是不是这么个对应关系 很准确 我现在在临床这腰疼 腰疼到腰疼 那是最长的 并且疗效会非常好 有的病人甚至不用扎着 揉一揉就可以了 揉一揉就完全可以了 刚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 一些教授我都知道 很多了 刚才我讲 卫生厅的厅长 卫生厅的厅长 哪个医院他不管 一个是老伴 一个是老公 得了腰椎的问题 好不了 好不了 省医院 七路医院都要叫他做手术 他还害怕做手术 不做手术 不骑 那地方疼得了不得 好长时间好不了 很简单 对那酒就好了 是不是 再一个 你看 前两年 我们学校有个教授 大陆不是教学评估吗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有教育部 要给学校进行评估 要去检查 我们学校先自己检查 有个老教授到我们 我当时我在珍酒 退纳学院干干掌的时候 到我们学院去检查 那就是看他要 坐着也起不来 起来也不能 起来就不能坐 他带病去到我们 那个地方检查 因为呢 他腰疼 他儿媳妇就是我们珍酒科的大夫 也给他扎了几次针 療效不好 要不给他扎这 療效不理性 他带病 到我们那个地方检查 休息的时候 我一看他 起来那么困难 我就问他 郭老师 我说你怎么了 他腰疼 疼得厉害 你看 我说我给你 我就当事 我就给他揉揉 我看他的牙疼呢 他的牙疼脸呢 就是在彭望京第一侧线 那么我就第一侧线 应该哪呢 是不是腰三圈 腰三 我就给他揉 我说你活动活动 不到一分钟 OK了 连针酒都不用针 所以你们自己有腰疼的时候 你们可以试 你或者哪一天腰疼了 不舒服了 你都可以试 根本不用扎针 还用扎针 呢 一抹 一边 一边揉着 一边怎么活 一边走 它就行了 不用扎这个 当然针灸效果会更好 你想想如果有腰疼你可以试试 管用不管用 你腰疼吗 不是 你说 胸椎的背部 是同样的有成绩对应 怎么呢 胸椎的背痛 也可以啊 胸椎的话你就在第五张五张 明白了 这是颈椎 这是腰椎 胸椎是不是在中间 你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弄 学义也得明明 胸椎比较难动 胸椎不动啊 不动你可以给他陪他陪他 叫别人陪他陪他 对不对 然后慢慢要合动 自己不能合动 你得局部给他陪他陪他 对吧 都可以 所以你 我 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告诉你 这一个手 整个躯干的病都能病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也想一想 我说的太冲雪儿 那个地方的亚藤点 治疗的低线游泳商 一定是腰部 离腰椎部位比较远的游泳商 才会行 疗效才理想 你那场去尸起 手上和脚上的这个圈膝对应 是一致的 你不愿意给他扎手也可以扎脚 明白吗 所以你观念是要明白 把这个对应的规律找出来 那就行了 那腰底部也是在腰一 正当中的话也是在腰一 但是这个部位你要往近心端一点 好吧 要着牙藤点 也是 给你他的部位 正当中就腰一 一侧 那么就一二一三 但是要往外关键这个附近 上一点 他才对于底部 所以很简单 你就可以找牙藤点 哪个地方牙藤点明显 就在那个地方打症 那你怎么预防晕症呢 除了咳嗽 如果有些人很容易晕症呢 那第一次打症 你看他特别害怕 有的晕症病人 他个体差异很大 有的人你拿出针了 不用打出晕了 是不是 所以第一次打症病人 你如果碰到这种 特别害怕的这种人 你尽量的叫他 第一次不要站着 第一次不要站着 另外在扎症的时候 一定要 他们站着扎症 一定要密切观察 病人的脸色 问问 怎么样 因为这种病人 一般的脸色 它要发白啊 心疯啊 什么有这种光 要密切注意 但是我 门床扎症那么多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看看病人 他特别害怕的病人 他也不让你扎症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站着扎症 这些病人 就是这样的病 还没有碰到一个云震症 一定要密切观察 回来觉得衣觉都不舒服了 你马上就要上床 是吧 这个就行 吸管节的固质增生啊 这个临床是不是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 第一个秀是大柱 大柱治疗膝骨关节炎 这个呢 也是有一个 有这么一段故事 现在治疗膝骨关节炎 一般呢 就到 就被人躺在床上 把这个膝盖呢 把它直起来 然后呢 在膝盖啊 什么凉球啊 蟹海啊 西眼 祖三里 杨林圈 营林圈 全给它炸上 炸一圈 是吧 给它靠航天 是不是都这么炸 都这么炸 我也是这么炸 当时呢 我在省农业 我在省农业 也是当时 已经接近20年的事了 在甄旧科有一个 也是我们山东 老家是山东 交东的 在牡丹江 到我们甄旧科去进修 我们两个关系不错 他姓左 叫左树中 我姓高 叫高树中 差了就差一个字 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年龄啊 比我大 他看了我喜欢读经典 你给我拉管 他说一个事 我到现在弄不明白 哎呀 我跟你说说 你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说说 我听说 怎么回事 就是 就是当他呢 他治的一个病人 卧床不齐的一个病人 就是因为 膝关节 有问题 卧床不齐 很厉害了 他治了好长时间 就没有效 最后呢 就 清除了一个老中医啊 治这个病 非常拿手 然后就把这个老中医 请去了 这个老中医去了以后呢 也挺有派 他说你叫我治不要紧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必须听我的 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病人和家人的家属说 没问题啊 听你的就是了 为了治病 往下可以听你的 然后 好 老中医说 叫家里两个小伙子 把他扶起来 从床把他扶起来 架了他下 下床 他多长时间没下床 架了他下床 下床他才要坐 别坐 站着 两个人架了他站着 然后呢就在这个病人的后背啊 扎了一枝 扎了一枝 扎了一枝以后啊 然后 清醒这儿 叫那个两个小伙子 架了他走 这回这一下病人能走了 他说这个病人啊 是我治的病人 又是我亲眼所见 我到现在弄不明白 他到底是扎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有效 他说我弄明白 因为这个 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好呢 我觉得呢 他不是那种说谎的那种人 又不是悬扬他自己的意识 多么高明 是吧 他是看别人 指的 哎 我这个问题 一直在我脑海里当中 哎 这是怎么回事 哎 为什么 他扎了什么 小伙子 我就在这地方 就在后背这个地方 扎了一枝 好了 病人简直就好了 能走了 你是简直是说不可思议 所以听了他讲这个故事以后呢 这个问题 一直在我脑子里边 到底是个什么小伙子 我看看 背部的小伙子 历代的遗迹当中记载 哪一个小伙子可以治到类似这样的 然后我就翻古书 翻古书 嗯 翻古书呢 哎 我翻翻到里本书 有真型巨婴 对呀 听说过没有啊 嗯 高五的 也是我们姓高的写的啊 哈哈哈哈 有 有看过 看过吗 有 他提到大助穴 大助穴的主治啊 第一个病症叫下肢伪病 哎我一看 其他的小伙子都没有提到 治疗下肢 这种疼痛啊 或者瘫痪啊这样的病 你们下肢他不能动啊疼痛啊 他就不是尾症就病症 是不是 哎他说大助穴可以治到下肢没病 我一看我想是不是大助 大助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脑子就这么个事 我是不是大助 但是呢 我也不敢确定 在中国 我建议大家啊 你说中医 中国 大陆 是最好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 中国人多啊 十二亿人口啊 现在十三亿了啊 人太多了 你在美国你有时间的机会吗 你没有时间的机会 你到大陆去 老百姓 权益少要 你有的是时间的机会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说 你为什么 书家喊价 不给老百姓治疗 我说你得说的不好听 你在学校里 买只老鼠兔子 一直喊得十几块钱 在身上炸痣 在老鼠兔子炸痣 你不如给人炸痣 是不是 给人炸痣老百姓 最多就是没有笑 你最多不就是没有笑呢 没有笑 你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呢 请教老师在看书 是吧 你想办法把这个病人治好的 你这样把这个病人治好的时候 你这个病你会治的 你会提高的 所以咱们学中医 我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 你一定的想法叫大陆的一段时间 病号太多了 改名制不完 我上班人七点钟上班 弄到 有时候弄到一点多钟 二十多个学生跟着我 我的任务是什么 来了病人躺窗躺了都认为好了 我就把这人扎进去 其他的我不管 夏天满透大汗的时候 学生把那毛巾给你地方擦把汗 想喝口水的时候 你喝口水 然后给病人拼个妹开个房子 这一圈打完了 再打另一圈 就这么炸 太多了 真就是一个时间的科学 你不经过大量的时间 你没治疗那么多的病 你就没有体会 大家想对不对 所以想办法 一锦欢箱 回去美国的高级大夫来了 是不是 回去治点病 给老百姓服务 这不挺好的个事吗 在美国打一次六十美元 在这里一分钱不要 你俩是收益了 你回来可以多挣钱 所以当时我看了这个以后 有一次暑假 我去走亲戚 到我姥姥家去 走亲戚 就是我的一个 也是叫她个姥姥 一个老太太 就是双膝关节骨质增生 双膝关节骨质增生有什么特点呢 蹲下起不来 起来蹲不下 是不是有这个特点 蹲下就起不来了 坐这个小板子 哎呀 起不来了 起来呢 蹲了也蹲不下 我当时一想 我给她试试打住 看到底她有没有反应 坐这个小板子上 我就给她 一按那个打住那个地方 真有调缩状 还有压腾 因为当时没带针 我就用打磨手指 就给她按揉 按揉大概有二三分钟 我说你起来试试 自己一下子就起来了 不用扶起起来了 高兴了我了不得 非常高兴 然后呢 以后再碰到这个西湖关节银 我就有意识的 在大住这个地方 给她找 哎 发现 都有压腾 都有调缩状 并且在这个地方按压 好多病人当时都能关节 然后我一般的按压以后 然后叫病人做到吞气中 然后再给她扎 扎之以后 醒个枝 然后叫病人出去活动 带着枝就要叫她走 活动 上下楼梯疼的 你去给我爬楼梯去 扎好枝一定要叫她 怎么承认怎么活动 然后活动她二三十分钟以后 叫病人再躺下 实际上这个枝 再再躺下就行 完全可以 躺下以后再打西部 军部的学校 哪个地方承担哪个地方 很简单 再靠靠店 聊需要就比较好 所以昨天碰到一个也是一个病人 他是西关节做手术了 这个地方扯索状物非常明显 因为按压当时也能给他换 减轻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 大注血 为什么呢 你说 同侧 同侧 一侧的疼痛在同侧有反应 两侧的疼痛两侧都有反应 如果一侧 你就得一侧 但是一定要找那个调色装物 或者疼 一定要找到 找到咸干牙 再扎针 最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给他刺落 点刺一下 再给他拔个火罐 那样疗效会更好 如果咱们 会懂推拿的 你重点在这个地方 给他 用一指缠 给他推一推 实际上 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解释他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大注是八肺血之一 是不是骨肺大注 骨头的病 在这个地方 往往都有亚 前天我在教的时候 有个同学问他 老师你比较喜欢用大注血 我说我们大注血 第一个是细骨关键炎 骨肺大注 第二个是驱齿的疼痛 驱齿 齿为骨子鱼 骨肺大注 驱齿 虫牙 虫牙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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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在大注也有牙疼 就是 我用什么齿为骨子鱼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给他按牙按牙大注 有些牙疼 冲牙疼也能缓解 就这么个道理 实际上我在看内经的时候 我大注一经 内经早就有一句话 吸疼者至其背内 膝盖的疼痛 在背内 在这个地方炸疼 老祖宗早就用完 咱们老祖宗太了不起了 表着自己是个心里发现的时候 他一看 老祖宗早就用过了 你要是早注意他那句话 然后在临床走去探索探索 不就没有这些麻烦事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读内经 我现在在临床 我带了二十多个研究生 今天我上临床的 要求你必须给我带四大经理 灵书经内经 灵书经素问 商寒论 经约要留 难经 你必须都要给我带 我随时提问 我看了这些病都在内经上 都在经典路口上 跑不出一个 一个跑不出去 大家想一想 可能吗 怎么能跑不出去 我说就跑不出去 你不信 谁来给我 谁要不信 每个病 都能找到医据 很简单 大家想一想 歌曲那么多 美声的 流行的 通俗的 中文的 英文的歌曲 是不是很多啊 歌曲那么多 你能跑出 就是导来迷法少了戏刀 然后再告诉你 导来迷法少了戏刀 应该怎么来排列读合 怎么来做曲 是不是啊 所以你知道导来迷法少了戏刀 然后再怎么念 再怎么什么 你会唱了 再进一步你会做曲了 那已经去告诉你 这 而不是叫你这一首歌 你学会了 你导来迷法少了戏刀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会唱 咱们现在 哪里成大哪里 就是这首歌 你会唱 但是你不知道是谱 你更不会作曲 你读了经典读作 这首歌你不仅会唱 而且你能会简朴 而且你还会作曲 层次是不是不一样 层次就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学 你看我这个地方写着个对策 齐子 学着亚痛连 膝关节疼痛 因为我老母亲 就有膝关节骨质更深 每年的暑假我回家 好多病人去看 山东我比较讲理 农村那个院也比较 将近20米 我看完病 我老母亲就把一个病号 送到大面外 有一句话 再要人不怪 送出大面外 人家到你家来 你要人家 不怪你 山东特别讲礼仪 礼仪之邦 你必须把人家送到大面外去 然后你得回来 回来一会我这个病又看好了 老母亲又把病人送到大面外去 所以我只要回一趟家 我老母亲那个膝骨关节炎 他肯定要加重 他一天他要走多少路 然后我还要说 农村的老百姓 他出于赶恩 我又不要钱 他又给你送鸡蛋 又给你送这个送那个 我告诉老母亲 好多人也不容易 我走了以后 你把这鸡蛋给他送回去 老母亲呢 我走了以后 把那鸡蛋 也加一会又送回去 他是不是他腾得厉害了 腾得厉害了 怎么办 我再给我老母亲治啊 他是内侧 比较厉害 我就想到了一个 关节队营区 在池泽穴这个地方 对侧的池泽穴 非常显著的严腾 随可竞争 扎方针 解的就能关心 但是大家记住啊 知道西骨关节炎 扎尺子要对侧的尺别 什么样的西骨关节炎管用 一定是西关节内侧疼痛的 外侧疼痛的 不管你 明白了 至于为什么 可能下午我要讲六次吧 然后再给大家讲 这个必须要扎对侧 但是大家记住啊 西骨关节炎 他的病啊 本质是肾虚 针灸可以缓解 肾虚的病 一定要配合内服药物 不肾的药物 才能从根病上治疗 所以咱们针灸大夫不能刚扎针 历史上的名医 哪里有指扎针 哪里有指用药的 从来没有 都是真药病 都是内外合治 就像孙思苗说的 是吧 针灸而不要 药不针灸 皆非良医 汤药治其内 针灸治其外 内外享福 病逼痊愈 山东还有一个名字叫扁券 扁券 扁券 至今一言卖着有扁券 扁券这个 针灸这个行医图 拿着个针给病人 人头鸟身子 就是在山东处 土地给人扎 是吧 那么扁券有一句话 人之所病病极多 医之所病病到少 老病性所担忧的 自己长病太多了 医生所担忧的是 自己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 所以咱们中医和西医相比 它的优势呢 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就是治疗办法做 治疗的办法非常多 既可以针灸 也可以吃药 你看我写了十几本书 原来之前 写了十几本书 也把我身体累坏了 所以我第一句话 我原来 发过誓 六十岁之前再也不写书 就是为了写这本书 我用了三个月 还受了十几 写书太累了 整理的十本书全是一些独特的 你们明天咱讲的气疗 历代的名医 为什么能成为名医 就是因为它治好了别人 治不好的病 它为什么能治好了别人 治不好的病 就是因为它掌握了别人 所不会的一些治疗方法 所以中医的治疗方法众多 这是中医独特的优势 现在大陆啊 中国也非常重视了 国家专门拿出经费来 叫你研究这个外治疗 所以这个 咱们针灸大夫 不能刚用针 必须要针要病 下一个病 那你不腎的药 你膝盖 这个药是什么 不腎的药啊 不腎的药 那你的原则 你就是不腎 撞筋骨 你像最常用的 撞骨关节丸 之类的 是不是 你造狗丸 又狗丸 成药也很多 你知道这个原则 这个病 你就很简单了 在不腎的基础上 这就是了 有雨血的话 有湿热的清一湿热 是吧 这个我就不讲了 下一个病 非常急痙攣 非常急痙攣 临床也实有所见 就是腿肚子转筋 我跟先生说腿肚子转筋 这个很简单 就扎衬衫 衬衫是不是就是腿肚子的地方 就扎衬衫就行 有的医生可能问 那么不扎衬衫 扎衬衫 扎衬衫什么行 扎衬衫也行 我告诉你 就哪里赚金扎哪里 哪个地方赚金扎哪个地方 简单吗 这就是刚才说的 在筋手筋 但是扎的深浅大家记住 大家想应该扎的 刚扎到皮儿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所以咱现在在美国呢 因为好多老外他怕疼 所以往往这些扎的比较浅 实际上呢 你也想提高疗效啊 该浅的就浅 皮肤病你也要扎的浅 并浮沉次有浅身 你要病在筋骨的病 你要扎的深 一定要扎到筋扎到骨 实际上咱们那么很细的针 我估计也不会很疼 是不是 针灸疼啊 主要是静皮的时候疼 静皮 静的皮以后就不那么疼 主要是发酸发胀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成山或者阿氏 内经啊 就害怕你不知道 反复的讲 在筋手机 在骨手骨 刺筋无伤肉 刺筋无伤骨 你说这个地方呢 你扎成山的时候 扎到骨头行不行 扎到筋就行了 所以他既告诉你 刺筋无伤肉 不能扎得太浅了 又告诉你刺筋无伤骨 不能扎得太深了 那你还不知道 是不是太笨了 并且还有一句话 他说了 转筋欲阳 知其阳 转筋欲阴 知其阴 你看 说了这么多 还不知道这话 就告诉你啊 哪里赚筋 哪里 所以知道这个肺肌痉 你知道了 这要是在筋的病 这要是在骨的病 哪里有病到哪里 哪里疼到哪里 永远是对的 所以你看在美国 为什么对一些疼痛性的疾病疗效比较好 说他几天得有大夫就能应付 二十券 永远是对的 是吧 特别是这种筋骨的病 它是对的 它是符合中医道理的 是不是 它是符合中医道理的 国家这几年 把了大量的经费研究中医 现在国内呢 因为好多人 他反对中医 中央一看 对中医不重视 不行的呢 所以拿了大量的经费 来研究中医 现在国家呢 最高层次的开业项目 叫973 973的开业项目 现在国外呢 有的研究报道 说真一咎呢 炸消耳和炸非消耳 两小没有差异 所以国内呢 加上连接电了一个题 就研究消耳的特异性 就告诉你 教你证明 向全世界证明 消耳和非消耳是有差异的 其中呢 就有一个 这个科学家 他弄了这么一个课题 真一咎知道面开 他有一组呢 是打地仓啊 甲车啊 有一组呢 在地仓甲车 旁开一寸打这儿 然后对比两组的差异 当时就给我枪毙了 为什么枪毙了 我说你这个 根本多不是聊笑来 为什么多不是聊笑来 面谈是祖阳明的精进一命 精进一命 就是在金手金 在股 在金手金 就是要局部取消为主 咱师学民院时 是不是要来 是吧 那一年 西学民院时 也有一个课题 我给他党评委 我给他党评委 然后那个 那个 因为这个 这边看着这个呢 他原来是学西医的 在德国 德国的西医的博士 回到国内 还看不起中医 对这样的人 我是最黑 看不起中医 在中医面前 也不能叫你太凑了 嗯 所以其他的 西学民院士 包括 朱江院长 赖新生 教授啊 等等 梁潘荣教授 他们的课题的说 我都说好 等等这个 我连续给他提了九个问题 你给我回答吧 我不给你提西医的问题 我就给你提中医的问题 我认为你可提设计问题 精进病 就是要局部取消 你可以不找学书 咱哪个地方它都有效 国外研究的这些 学书和非学书的差异 你要搞一个精进病的研究的话 他就是学书和学书没有差异 中医理论就告诉你学书和学书没有差异 这本来就是中医理论 就告诉你精进的病要在你手心 就是要以局部取消为主 自在反正解释 以智为书以同为书 那么你还在这个地方 还有旁开多少次 你能弄出差异来 你弄出差异来 你能弄出差异来 你告诉小伟还是非小伟 我们中国的研究也是没有差异 能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大家想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把中医道理搞明白 孙大师许阳明院士很高兴 高他的学生 高院长再表扬咋没了 我说你看到 许阳明院士专门有个精进一次法 这个面谈 面部 杂质 精进排斥 这个面谈 聊笑很好 有馊儿吗 根本不需要馊儿 是不是 我说研究中医一定要懂中医 你现在国外的好多研究 研究中医研究针究的 他根本他就不懂中医不懂针究 他的研究结果他出来 他符合中医理论吗 看着非常科学 实际上你在课题设计的时候你就错了 他能行吗 他就不行 所以在知道这个病 你就知道啊 人床上反而是碰到一些局部疼痛的 局卵的 一些肢体的一些病啊 哪里疼打哪里 这叫在金属金 这叫以藤为书 永远是对的 下一个病 医病性施语 医病的那场常见 医病性施语 医病性瘫痪 等等好多 我这给大家一个医病性施语 那一天我们正在学院正在开会 开完会以后呢 正好我老家有个来找我的 原来一个大夫啊 在我们医院进行过 领到他一个亲戚来了 是个小女孩 一个大学的二年级的学生 二十岁 不会说话了 不会说话已经半个多了 不会说话 我自己问问 叫他用书写 包括他父母讲 问问什么情况呢 说是呢 中国老百姓不是比较迷信吗 信鬼 信神 信鬼 他说呢 他那个 在学校呢 他那个宿舍呢 原来闹鬼 然后呢 就从我们老家来去 弄了一些七石 石头 石头是压鞋嘛 就放到他宿舍里去 那他身上又不得闹了 不得闹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石头啊 给他送给他男朋友了 最近这样的事呢 又听说要闹鬼 所以呢 他就告诉他男朋友 你得把这个石头拿回来吧 我也放到我宿舍里 因为男女生住在不同的宿舍 他这个男朋友呢 就到他宿舍里去拿石头去了 等于那个 他男朋友回来 拿好石头回来 到他宿舍里去的时候啊 就发现他一个人啊 在床上坐着 一句话不说 啊 然后呢 不说话呢 就稍微一推他 倒在床上 一句话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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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男朋友呢 包括他一些同学啊 叫他不说话了 就赶紧领了他到 学校的这个校园里边 就和他开玩笑 就和他什么 就是不说话了 一句话不说了 然后呢 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写 他说呢 回到宿舍以后呢 就看着一个 一个人穿着背衣服进来了 要拉他走 他一害怕说不出话了 但是一看呢 他这都不可能 为什么他在一楼住啊 他那个窗户呢 都有一些 钢丝的一些网 不可能进来人 这都不可能 他可能是一种幻觉 然后他就开始不会说话了 不会说话了以后呢 第二天还是不会说话 然后呢 老师啊 同学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诊断呢 就是医病性适应 给他治不好 在济南 治了一个星期 还没考 没考怎么办 赶紧告诉他父母 就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因为呢 中午的孩子呢 有时候也比较任性 父母呢 就觉得他不打听话 啊 所以父母这么说 不听话呢 他 父母说的时候 他有点反抗 自己不会说也比较烦 他父母呢 因为他得了精神病 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给他精神病治 还是不管用 你半个多月了 这不是呢 一个进修大夫 原来在我们科里进修过 跟着我进修过 所以就领他来了 我在办公室里给他指导 我一看这个情况 一个思维很正常 小姑娘长得也挺漂亮 就是不会说话 啊 不会说话 一看 一病十余 然后我说 你上床躺着 一病十余 一定要给他一个心理暗示 大家想对不对啊 我说我上床躺着 你这个病啊 我说也可能能治好 也可能治不好 我给你扎一枝 如果你觉得疼 你这个病就能好 如果你疼了 就不到了 你这个病肯定好不了 我没说我一定能治好 我说你这个也可能治好 我刚才上床躺着 你看你疼不疼 如果你疼 肯定能好 如果不疼肯定好不了 我给他扎着什么修理 用拳 用拳疼不疼啊 躺着床 我给你扎用拳 拳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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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疼给他撵转 刚打一拳去 哎呦 吞死我了 我说 你这不是会讲话了吗 对 我怎么会说话了 我同时我就教育他 我说你看看你爸爸 你妈妈对你多好啊 是不是 为了你专门陪着到济南来 我说他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也是为你好 因为当时呢 你爸爸妈妈说 你又不听他那地方烦恼 他就让这场人不一样 我说你这样吧 我说你不是唱歌挺好吗 我说你唱着首歌吧 他就唱开来 世上真有妈妈好 唱着歌 他妈妈那个爸爸那个眼泪也激动啊 翻个月了不会说话 叫我一直下去会说话了 还会唱歌了 他说能不高兴吗 然后肥的被我干爹 结果回去呢 农村那个亲戚很多 一轮呢还是我一晚放了一个亲戚 我还要叫他个小姑 有意思吗 所以这个异病性诗语啊 实际上 在内经里边早就有了 内经啊 灵书专门有这么一篇 叫幽会无言 说不出话来的 他给你解释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的 他就是有惊吓以后 惊则弃 然后这个地方惊苦伤圣 祖说应圣经 根于永泉 结于连泉 祖说应圣经啊 根在永泉 结在连泉 射头根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 你要说话的话 射头根这个地方必须要正常 他这个气机啊 就必走在射头根这个地方 你气机溺乱了 他射头根转不动了 不会说话 一扎支 然后把这个 手上的身体通开 射头根这个地方气机正常了 他就会说话 就这么简单 他就会说话了 这个内经说的很清楚 你看看我都是按内经知道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所以能闯闯啊 说到这个地方 咱们是博士班 我给大家再点点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人床上好多病人咳嗽 好多病人啊 慢性眼炎 特别好多病人的咳嗽 眼后性的咳嗽 咳嗽就发了肝 他不是同肺里出来的 同嗓子出来的 我告诉你 同肺论治 永远好不了 同肾论治 读说音圣经 根与永泉 结与廉泉 要治圣 明白了 根结理论 根与永泉 结与廉泉 结与廉泉 根结与廉泉 根结标本 这是根结理论 这是给你举例子 咱们同学 如果说是 你要是基础比较好的话 你应该把根结 知道吗 所以就这么简单 这一定可以适应 下一个 胃碗疼 胃疼 胃疼 这是人床上最常见的疾病 我用的第一个胃疼 就是致阳和灵采 这个胃疼 我最早用是在1984年 1984年 那时候我还没毕业 我是1985年毕业的 正好在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在急诊科 晚上跟着老师值班 晚上呢 大概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呢 天已经很黑了 就来了一个男同志 抱着兜子就来了 我一看我认识 为什么 我是港同妇产科 转到急诊科去的 因为我们实习每个科都要去 妇产科呢 正好她 她夫人啊 在那个妇产科代产 过了一个产期了 一个多星期还没生产 她天天陪着她夫人 估计呢 就是天天陪着吃饭也吃不好 肚子疼来了 来了以后呢 老师说你上床上去 给她查题 一看呢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是解副诊 就说这是胃经卵 然后老师呢 就走到 水车那个地方去洗手去了 我看老师去洗手的时候 我赶紧 我说你爬下 搬过来 我就在她那个 智阳和灵台 智阳在哪个地方 第七凶椎基图下 灵台第六凶椎基图下 就是肩胛骨的下岩 两个肩胛骨的下岩 平过来是第七凶椎 下面是灵台 我说你爬过来 然后我两个大摩石指头 赶紧给她 一个智阳上 一个灵台上 心情感觉 看着老师 看着老师洗完手 到那个桌子上 坐下了 赶紧 起来吧 你实习嘛 你都跟老师学 是不是 但是我还想试试 看着老师 过去 然后我也过去坐下 坐下以后 老师给她开关了 一些止疼的一些悦物 这个片段就说 哎 大夫怎么不疼了 你看看我 我也装得看不见的 是不是你给我揉的 我也不说话 那是实习医生啊 你不能多说 他就跟那个大夫说 大夫不疼了 还用吃吗 不疼你不用吃了 就一次就要给我 就要一次就给他认好了 以后 只要是碰着急性胃经兰的 我都这么吃 治养和灵台 包括现在 不仅是胃经兰 所有的胃疼 所有的胃病 我都要给他炸治养灵台 天天在叫的时候 就来了个女同志 就说胃疼 是不是 咱给他按呀按呀 治养领台 接着就换劫 二十多年来 我治肌性胃经兰 还没有一例失败过 最快了 最快了 三到五秒钟 就能止疼 你不用咋止疼 你只能把那油药拿来 再把它抽到这管 再打进去 这个地方已经不疼了 它没有任何都复作用 最慢不会超过五分钟 肯定会缓解 极心未经兰 那么按压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趴着 坐着按压 聊笑不好 现在叫我坐着按压 照样止疼 叫你按压 有的止疼 有的不止疼 为什么 它有个道德 坐着按压 你站着是不是比坐着要高 那么你按压的用力 你要不注意 它是往下 下方用力的 前下方用力的 是不是 用力方向不对 一定要超这个 正中 正中 或者偏上一点用力 知道了吧 那个力量才能传进去 所以我要按压了 我就这么按压 你管用了吧 那叫病人趴着的时候 你这么按压 是不是直到上下 还有管用 同时按压的时候 用力 以病人耐受为度 两个大拇手之后 放在正阳学和领太学上 做圆圈状的按肉 用力以病人耐受为原则 病人也能够耐受 只要是未病的病人 这个地方 都会有非常显著的痕疼 能床上还有这样的病人 所以咱们医生啊 有时候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事 你有时候啊 你就给病人造成很大的问题 有的病人他去主宿啊 我就这个地方疼 到顾客一看 鸡精麻盐 鼓麻盐 这个地方发炎 然后给他开大量的硝烟疼 又要吃又要疼 为什么 这个地方疼啊 这是个胃的一个反应点 胃疼的反应点 硝烟疼也硝烟疼也有没有刺激啊 又要吃又要疼 它本来就不是这个地方本身的问题 它是胃病的一个反应点 知道了 所以 压疼很明显 这份按揉 病人能耐受原则 同时让病人做复视呼吸 缓慢而伸长的复视呼吸 也就是叫它活动肚子 硬要叫它活动胃部 按压二到五分钟 OK 病人就好了 那么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蒸蒸酒 或者给它八八罐 疗效会更好 不仅急性胃痰乱 所有的胃疼 胃炎好胃亏好 甚至胃癌的疼痛也能止住 那这是暂时之疼 为什么呢 现在医学很好解释 这个地方 胃的神经 就从这个 第五到第七 这个地方出来 是不是 支配到胃当中 支配到胃 那现在医学呢 就是神经阶段的一个支配 嗯 但是这个方法 绝对不是我的发明 我也是读灵书经误出来的 灵书经有这么一句话 心疼当九阶次之 按一次 按之理 不仅 不仅 上下求之 得之力 这是灵书王的一句话 他心疼啊 当九阶次之 当针啊 当针啊 第九阶 按一次 按了 减轻了 再打针 按一次 按了 一次减轻 缓解 按了 减轻了 再打针 按之理 你只要找这个地方 一按 马上就缓解 马上就减轻 不仅 如果你按了以后呢 病人疼痛没有缓解 怎么办 上下求之 你找一找 在他这个地方 往上一点 或往下一点 看看他的压疼点 到底在哪个地方 上下求之 得之利益 你只要找到那个地方 一按 得到这个地方 马上就减轻 马上就缓解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 现在这句话 好多人断句才都断错了 知道吗 上一版的针究治疗学 我是副主编 当时那个样稿 我首先写了个胃疼 其他的编写人员 就跟我那个样稿写了 我写的胃疼 其他两块 第一个就是南亚智杨领态 结果主编呢 又把祖三里 又把梁桥又写好了 然后你的古代文献呢 本来是这么断句的 主编呢 又给我改了 然后又改了 改的 不容易不容易 又改错了 但这一次 这一版 新版的针究治疗学 我是主编 所以我又把它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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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花历史 真正面目 嗯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 你现在看在好多的书上 都把九姐 当成第九兄弟的金锁序 第九兄弟就像什么金锁啊 金锁 有几个胃疼长的金锁呢 有几个胃疼的金锁又压疼呢 它不对 在现在呀 他活着人呀 他就 赌经年 他就忘闻生意 他不去好临床 在临床和验证 那是绝对不行的 我发现 算是胃疼的病人 他的压疼点 就在第七胸椎 第七胸椎 下边就是这样 上面就能开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在第七胸椎啊 这 就是九椎吗 九姐就是第九胸椎吗 大家想一想 内经那个时代 有没有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这个概念 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 是西学的概念 解放学的概念 在内经那个时代 根本没有那个概念 你平衡说九姐就是第九胸椎啊 你再读一读内经 内经里边有的叫椎 有的叫解 我就发现 叫椎的时候 它是从大椎开始说 所以第一椎就是第一胸椎 第二椎就是第二胸椎 对不对 是这么来的 但是有的情况 它叫解 叫解 它怎么数的 一低头 开始摸 一般的是 比较胖的人呢 第六胸椎 第六胸椎 那么多 是不是 比较瘦的人呢 比较瘦的人呢 第六胸椎 第五椎能摸到 是不是 也就是往往是在第五和第六 颈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数 往下数 你数到 第九的时候 就在第七胸椎附近 明白了吧 所以 九阶求知 是一样的 第七胸椎 但是有的人呢 有的胖的 有的瘦的 他的椎体不一样 所以他告诉你 上下求知 明白吧 反正在这个附近 他肯定 他会出现一个压疼点 那在这个地方按牙 他痛了 他就好了 老祖宗很味道 内经当中的心疼 既包括现在医学的心脏疾病 也包括胃疼 是不是 嗯 这第一个 这腰很厉害 第二个呢 中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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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要不 讲完胃疼 讲了一段 但是到十二点半结束吧 对 十二点半结束 好的 那么 那讲完胃疼吧 第二个是中碗 中碗很简单 是胃疼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 现在好多人叫我高一枝 甚至我高一枝的名字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同学早就封给我了 哈哈 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 现在中国中研究院 也是教授了 一见面我们同学就会 就叫我高一枝 不是 你 你忘了 他说我那个 那时候胃疼 你给我中碗咋了一枝 我结果不疼了 中碗是胃的目血 是不是 这个治疗 急性胃疼 这个没问题 这个都知道 可以深处 可以内观 内观学知道 急性胃疼 聊笑挺好 我再来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年 春节 我回老家 我的一个大娘呢 在一个江南卫生院中院 我去看她 那是快过年了 中国的春节 她又知道 大姐 我刚下楼 就听了个女通知 大夫 大夫 找不到大夫 快过春节了吗 我是出于职业的敏感 我就问她 我问你怎么回事 有孕妇 肚子那么大 不行的话 别是快生孩子了 生孩子我可没办法 是吧 我又不是妇产跟大夫 我问你哪个地方疼 那这个地方疼 我一看 不是下边疼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今天这个盒子吃饭 吃得太急 盒子水可能涼点 马上就疼开了 我想可能是围经兰 那没有大夫吗 找不到大夫了 我说你在哪 我在住的院 你看大夫 我疼得厉害 我一看她不是妇产课的问题 可能是围经兰 我说你让我到病房去吧 到病房去 我现在按下直养领台 孕妇大夫偏偏 怕不下 这怎么办 我当时我给她按压内观 坐在床上按压内观 我说你慢慢的呼吸 不到三分钟疼 内观痛阴为慢 阴危为病苦心疼 七经八脉 咱们教授也提到七经八脉的重要性 七经八脉是非常重要的 内观治疗 心脏的疼痛 胃疼 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祖三里大家还有说吗 胃的下颗血 这没问题了吧 这就是公孙 公孙啊 最老胃疼效果非常好 原来我说 为了写气疗那些书 写了十几本书 把自己胃啊 累快啊 天天胃疼 没有不疼的时候 我经常自己砸热 我就发现如果砸一个穴儿的话 公孙穴的疼痛效果是最好的 咱们当时就能换 就能换 但是公孙穴有个毛病 这个地方太疼 是吧 非常疼 但是疼效确实好 实际上 全系的观点 你看那个足底按摩 公孙穴就是胃的一个反应 就是一个胃的一个对应 所以它疼效比较好 另外呢 因为我自己胃疼啊 我又发现了两个穴儿 所以自己长病啊 绝对是好事 我要自己没有胃疼的话 这两个穴儿我发现不了 我自己胃疼 我自己没事的 我也在身上胡卡的 看卡到哪个地方疼 我就发现了两个穴儿 一个是尺胃 尺胃 在哪个地方 大家知道孔罪吧 孔罪 是上七寸 是吧 那么 从太渊到尺则是十二寸 我这个尺胃呢 就在太渊和尺则的连线上 在守太渊费经上 它的终点 就是 太渊上六寸 你如果有胃不好的 你看 这个地方都疼 并且 亚疼往往出现在右侧 右侧 这就厉害了 啊 这是齐味 那么齐味在什么地方 这个肚脐 相当于一个中表的话 这个齐味呢 大约相当于在一点这个位置 一点到两点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肚脐的左上方 0.5寸 左上方 相当于一点到两点那个位置 你想想在哪个地方 啊 这是齐味 找个压疼 凡是未疼的 这个地方都有压疼 为什么 你回去看看中医的气阶理论 啊 啊 气阶 另外呢 我明天讲齐疗的时候 我还要讲 这属于齐疗的一个范畴 啊 咱就先讲这么些 下面呢 咱 看看 什么 左上方 左上方 你记住左上方 啊 左上方 他说是医生 那个明天我给你讲气阶的时候再讲 好吧 嗯 可以 咱们下面呢 做个演示 看看 老师 齿位直在右側 左側那样 哎 对 右側 哦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的胃便宜 对不对 嗯 老师 我有个问题 像那个腰医学 通常你会像后续这样扎 还是会这样 扎的 你这个问题啊 是问的问题 问到点子上去了 扎针是有技术的 那么你现在我演示的时候 来个病我可以给你演示演示 是吗 这个呢 都是 怎么 我不是 腰椎 腰椎厉 刚才讲腰的 嗯 做颈椎做药的都可以 做颈椎做药的都可以 有颈椎的吗 我有奇观点 你现在关键是要症状明显一些 症状明显一些 症状明显最好 你症状不明显看不出来 不是 你现在疼痛明显不明显 你现在不难受 最好是难受 你现在不难受 最好是难受 你不难受 你不难受 你这个事 但是这边一直是痛的 但是不是说痛的 哪个地方 这边 哪里 这里都有 整个到下面 到这里还是到肩膀 两边都有 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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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是 两个都有 是不是 就有太阳 就有太阳了 是不是 它都有 那么像这个呢 一般的病人就躺着就行 你坐下吧 哪侧 两侧 一侧 两侧 左侧 两侧 先给你解解 左侧 好吧 这个呢 在哪个灯子 来 把这个脚放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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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脚 下边不就是肾脚吗 那么它的压疼脸 往往比较厚一点 你看 是不是 这是疼吗 是不是很疼 特别疼是吧 这里呢 这里就疼得差 这里疼得厉害是吧 是不是叫什么 都上来可以 可以上来看 因为人手都回上来看 这里疼是吧 来 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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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现在症状不明显,我最喜欢的是症状越明显越厚,当时一揉,一活动,他马上就去换进, 刚才按了,这个地方就没按,你再试试,试试有变化吗? 送一些,然后再给你扎试试,所以你们自己可以经常按痒,按一次,对了, 按一次,可以, 然后,我说一二三的时候咳嗽,一二三咳嗽, 这样,可以不可以,咳嗽快点每天上!!!! Ivy,然后你把腦袋折。 她现在症状不明显。 詹状当北 rozmッ quarter 用大拇指指,在这个地方找翘槽账物。 用针顶和花菜棒也可以。 感觉到了吗? 但是他这个针顶账物比您的钱多。 特别疼,是吧? 脖子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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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疼。 这个地方,我看你一看。 所以你先把这个地方抢到一个黑,同时给它捞压,是吧? 还可以找定一个味。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保动脖子。 炸针的时候要注意,怎么炸,看看。 炸针的时候,这个针要直刺。 穿过这个调骚章骨,到骨头。 然后再把这个针立起来。 继续往上一炸。 记住吗? 这么炸啊? 透过调骚章骨,然后再立起来。 也就是你这个针呢,那个调骚章骨已经在你针上了。 你这么一转,它是不是把它憋一下子。 憋一下子以后呢,这样呢,它可以增加它的刺激量。 这样呢,它老是对这个颈骨也起到调节作用。 所以这个针呢,针感强一点。 强一点,聊笑才好。 我说一二三大声咳嗽。 一二三,咳嗽。 咳嗽。 咳嗽。 这个针比较强。 你这一段,看上去。 然后把它理起来。 往上一炸。 你炸,炸的,炸. 你炸下的,这个老鼻。 你这一人,她要不要加下她的... 我哪里挑过呢? 我这比较强。 的腿啊,哪里挑过呢? 就最短的顶部。 每個腰椎都有合適的東西 你再也有問題 感覺到了嗎?疼嗎? 原來是著大墨池,麻木,天天長著 你看,這裡也疼,腰椎都有問題 她是腰椎 我也給你打一個,剛才沒給你打 要給她的凳子,是不是? 不用,來,隨可靜針 來,上這兒來 我跟她誰做 這樣就可以做 要不然她坐上來,她暈真了 她故意 她不會,她氣過了 哦,你是左邊離開了,是吧? 對 左邊的 這樣減輕了 所以要打到右邊 你這個右邊的反應就不如左邊明顯 是不是? 那老師,她調鎖狀物有很明顯嗎? 右手 她這個 她這個 這兒疼是吧? 別動,還在這兒 等等,等等 看她這兩個先 給你們大家看 老師摁了 頸椎跟腰椎 別碰他 你疼是吧? 那邊 是吧? 嗯 你疼是吧?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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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咳嗽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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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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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尖中研 8月8日, 第4N红 Wyleg некоторыми使用 夹杨租 liv. 豆腐 他整个圈都砸了 他整个圈都砸了 五年了 药动药动药有变化吗 我现在就手辱了 他说肖指揮有问题 它这个通通的部分太多 它不是腰部局 不是腰部局 是吧 他牵着的部位太多 就是 他这个特终账户很明显 我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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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 我打電話 可以,先外面去打,打得再进来。 饭了,还是没饭了。 习惯节,白白粉上也是,可以。 下面接着讲,下一个地方是福藤。 福藤是人床最常见的病,刚才讲了未婉藤。 实际上,福藤早在灵书经当中,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做烟技生的时候,我做的是慢性结肠炎。 所以我见到的福藤就特别多。 有上腹,有七周腾,有两侧少腹,有小肚子腾,都有。 经过了大量的冷床事件,发现,福藤的部位,与中医的辩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部位的福藤,有小肚子腾。 在以后,我读灵书经,我恍然大悟。 原来,在灵书经当中,对福藤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讲得很清楚了。 特别是灵书,有一篇叫《邪气荡糊病行》。 《邪气荡糊病行》。 这一篇。 我看了这一篇以后,我简直感到咱们古人真是观察得太细了。 这一篇。 把它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 《福藤的鉴别诊断》。 就是讲了一个《福藤的鉴别诊断》。 诊断与鉴别诊断。 现在医学不要讲诊断与鉴别诊断吗? 《邪气荡糊病行》这一篇是讲了《福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quero说看清楚。 我讲了一个很深刻有很简单的道理。 它就是讲了《未晚疼》 我们山东省的众议院有两个大夫 他自己老久了自己老胃病 结果都是突然死了 突然死了以后最后都是心肌症财 都是心脏的问题 我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定位 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交易局的一个局长 简单是某区一个交易局的局长 这个人四十多岁 春风得意 有权有势 感觉非常好 但是他有个毛病 他自己说经常胃疼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要给他看病 我说你要注意心脏 人在很睡的时候 往往听不见别人意见 就像扁圈往轻往側 君佑基在凑离不知空讲身 扁圈走了 不高兴 我没有病这么说有病 第二次见了他 君佑基在现在不知空讲身 扁圈不仅不高兴 回到那个朝堂之上 和他们大厅说 你看现在的大夫 都不会好意 我本来没有病 还非得说我有病 他肯定是想找我跟他办的什么事 他把扁圈损了一顿 扁圈第三次碰到他的时候 扁圈扭头就跑 最后去安公病了 不治 没法治了 死了 扁圈看到他 他知道 他要是这个时候 才叫天安公 才给他治 他给他治不好了 所以上公不治一病 治后一病 所以当时我就给这个 局长跟他妈妈以后 我说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一个 你最好去做个心电图 他说没事 我就是胃的问题 我胃疼 我吃点麻病 我最多十八分钟我就不疼了 这老角是胃的问题 不到半年 他在一个上 坐车 坐小车 大路上的当官的 都是红车 坐着车 在路上也觉得胃不舒服 还没等到医院去的时候 乌乌还在 心肌跟死 大家知道心肌跟死 是吧 心肌跟死 可以出现上呼 问疼痛 为什么 是要在临床上 你怎么来间谍 什么是 胃疼 什么是 心脏的疼痛 所以咱们老祖宗 他当时就把这个 把它弄到一块来 人床上确实是 都是这个地方疼痛 我上一节他讲到治阳学 和灵财学治疗 急性胃经典 所以咱们当大夫的 一定要明白 我们大学一个老师 自己开了个月店 那天我过去 正好呢 当时一个 坐枕的一个老大夫 看完一个病人他走了 再一会儿这个病人呢 又来了 就在他附近住 把他住的来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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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给他趴着 给他按了按治阳灵财 按了二三分钟 我问怎么样 疼痛没有缓解 完结不明显 我在一看病人啊 颜色苍白 满脸冒冷汗 然后手脚冰凉 我就会议他 是不是心脏有问题 然后我赶紧 他正在那个月店附近住 正好也有车 我说赶紧你拿他 赶紧到山东大学七楼医院 进进室 赶紧去 去了以后 当天呢 我在那个地方等着 晚上在那个地方吃饭 正好和那个药店 我的同学在这个地方吃饭 一会儿送来了 我说怎么样 有事吧 没什么事 没什么大问题 我说没什么大问题 带了半个多月 我再去 那个病人 专门听了我过期了 专门过期谢我 太感谢你救我 你救了我一命 当天 刚去了做西点图 问题不大 但是当天晚上 又没让他走 再做西点图 心急耿塞 抢救呢 抢救过来了 他非常感谢我 所以你记住 这个心急耿塞 和这个胃疼 有时候很难间别 然后那个局长 我说他是心急耿塞 要查心脏 他说我 没事 我就是胃疼 我吃点马铃铃就好了 实际上他不吃马铃铃 他也好了 是吧 所以这个 对于这个突然的 上腹部的疼痛 时间有比较短的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 考虑一下 是不是心脏的疼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要注意了 木穴 你记住 木穴 往往是脏腑之气 汇聚的一个作用 所以脏腑的疼痛 可能会在木穴有此反应 大家想一想 新的木穴 巨穴 巨穴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临床建造这个上腹部疼痛 一定要叫他指一指哪个地方疼 如果是剑突下边的这种疼痛 以巨穴为中心的疼痛 一定要叫他去做一个心脏图 知道了吧 一定要叫他去做一个心脏图 就是以巨穴为中心 你不要上腹部疼痛 你是因为他是胃疼了 这个时候往往是 首先要排除心脏的问题 那么如果他的疼痛 是以中腕穴为中心的疼痛 中腕是什么 是不是胃的木穴 那么这个时候 他往往是胃的问题 那么胃的问题 你可以炸中腕 也可以核脂内腹 炸足三里 核脂内腹是下核血而言的 明白了吧 所以胃碗疼 但是注意啊 巨穴这个地方的疼痛 首先要叫他做一个心脏图 排除心脏的问题 你要不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你碰上个心肌更彩的 你给它炸枝 它又很重 还没等着这儿起了 病人无法哀哉了 你这个官司你吃不了 是不是 相当麻烦的 你能陪得起吗 这个病人他要闹腾 你怎么弄 很麻烦 现在我们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医生 我不能说谁了 将近九十岁了 出门诊 就碰到一个病人 还没起床的时候病人死了 从此这个老先生再也不看门诊了 很窝囊 干了一辈子一生 是吧 碰到这么个病人特别窝囊 是吧 所以一定像这样的一定有明白 那么如果这个伏腾 是以七周 七周疼痛为主 肚脐周为疼痛 七周疼痛 这种疼痛呢 实际上是以天疏穴儿为主 现在疼痛 天疏是不肚脐旁干两分 天疏是什么的墓穴儿 大肠的墓穴儿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病是在大肠 就应该砸第二个穴儿 上剧穴儿 所以你记住啊 只要是七周疼痛 要砸上剧穴儿 七周的疼痛 砸上剧穴儿 你再看看灵书 歇气大目病以前 七周疼痛 当其二疼 以吃点凉东西 他就容易拉肚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咋上剧穴儿 那么有的病人 他是小肚子疼 七下疼痛 我知道好多的解肠炎 好多病人啊 他就是小肚子疼 小肚子疼的病人啊 你要注意了 再砸上剧穴儿 不管用了 砸子三里也不管用了 这个地方呢 他是以官员穴儿为中心的疼痛 以官员穴儿为中心疼痛 大家想一想 官员是谁的墓穴儿 小肠 是不是小肠的墓穴儿 那么你应该砸小肠的下和穴儿 是哪个穴儿 下剧穴儿 所以你记住 小肚子的病 包括一些妇科病 你要砸下去去 只要是小肚子疼痛 你要砸下去去 比如说我在临床发现 小肚子疼的 往往来说 都是人缘气不足 因为膝下是缘气所聚的地方 缘气不足 你要想治病的话 你还要加点不瘆的药物 不瘆的 砸的太息 或者是有那不瘆的药物 才能治病 所以我在临床发现呢 结肠炎 好多小肚子疼的 大部分都是瘆虚 可以砸下去虚 然后呢 用中药呢 你要一定要给它补瘆 当我有这个发现以后呢 我还很高兴 但是以后我再看 金元四大家 李东元的书 李东元一个名方 不中一汽汤 不中一汤方后住啊 他有这么一句话 七下腾加熟地黄 加熟地黄啊 大家想熟地是干嘛的 是不是不瘆的 所以咱们的名义啊 早就知道 和我的人床体会是完全一致的 人床上见到的小肚子疼啊 往往都是神奇 元气不足 这样的病人啊 人床上很多见 我就困了这么一个病人 男同志 六十多岁了 就是 他来主宿是什么病啊 千代线炎 慢性千代线炎 慢性千代线炎 然后呢 就是好多医生都给他治 就治不好 治不好最后啊 这个病人没办法 就到西医院 去把千代线切除了 花了一万多块 切除了以后啊 这个疼痛啊 小肚子还是疼 牵引这个地方也疼 腰这个地方 腰底部也疼 然后又给他做核四公正 又做西医院 发现有点腰椎呢 有多少有点问题 然后给他治腰椎 就是好不了 然后到我那个地方去了 我一看以后 我就直接 说 上去去 很简单就上去去 掌握病人接着 疼痛就 忘记 是吧 我给他治理一段时间好了 好了将近一年没犯 一年以后又犯了 我又给他打 又好了 然后做了几次治疗 很好 你看 病人啊 治了那么长时间 把签的线都切了去了 花了那么多钱 好不了 一个下剧靴就是问题 就是小肚腾 下剧靴 不是上剧靴 下剧靴 小肚腾 这一官员小为中心的疼痛 他就是元气不足 小肠病 所以你得回去看看 灵叔先去当剧病 那天他这么说的 小肠 那么小肚腾 小肚腾 小肚腾 腰肌控稿而疼 整个腰腰底部 和他牵引一块疼疼 这是病在小肠 取下剧靴 那你要不知道 张安静文的话 这个病人 你有给他查牵连线 又给他做腰椎 又给他治不好的 他就是一个小肠病 一个下剧靴解决问题 是吧 那么灵床上还有这样的病人 我最近我在美国 我就看了好几个这样的病人 就是一侧 或两侧的少肤疼痛 是不是很多 你看一桩解决炎等等非常多 一侧和两侧的少肤疼痛 前天上午 那梅艾德带来那个病人 除了咳嗽以外 不就还有这个病吗 他也不说 对他考考我这个脉象的功夫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 我是不是说他这个地方有病啊 少肤疼痛 两侧的少肤疼痛 大家记住 这是肝经巡行的部落 肝经啊 和脾经巡行的部落 特别是与肝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病人 我在临床看到的 无一例外 都是肝于脾虚 特别是肝于 都是肝于脾虚 只要是病在左边的 左下腹的疼痛 百分之百 都是肝虚 都是肝于 肝于脾虚 以肝于为主 如果这个病人 是以脾虚为主 他就到了右边来了 右侧的腹部 他会难受 你应该有体会了 对不对啊 所以 如果是脾虚为主 他就不在左边了 他就到了右边 记住了吧 在临床上他就这样 他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 你要不用病人说 饮沫卖你知道 今天咱不讲脉相 脉相啊 你不下功夫也不行 我是下了二十多年的功夫 所以 记住啊 两侧少妇这个地方 都是肝经巡行的部落 脾经也要过这个地方 肝肝治病 脂肝穿脾当前尸皮 是吧 木能可土 所以皮一须 他就到这个地方 皮须的厉害 就到这里 明白了 所以见到 你只要见到 两侧的少腹疼痛 你就诊断这个病 肯定与干预有关系 这个人肯定是 心情有压力 有干预 移着急移生气 他就厉害 咱们学过一个疼蟹药方吗 背筑说腰伞 疼得欲变 变后疼蟹 就这个 移足相位解肠静 移脏解肠炎 降解肠炎 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用四泥伞 用美中呢 用四泥伞加蟹白 所以你看 在看张中景的四泥伞上面 一足 一足 泄力下重者 加蟹白 是吧 所以他说的很清楚 我在临床就常用 是吧 所以 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干预脾虚 特别是干预为主 我们呢 扎什么虚 一定要在干净上取虚 取全 取全 干净的合虚 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 叫少福有病 取全真 少福有病 取全真 如果这个病人脾虚的厉害 那你得打公孙 再振公孙 这是斧腾 所以你看 这样呢 大家就明白了 根据斧腾的不同部位 你得给它变杠腹经络 是不是 我再说一遍 以聚缺这个地方 建凸这个地方腾的 往往是不是新的问题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炸对观 你也可以炸新书 倦音书 可以不可以 啊 路或是以中晚 为中心的腾虫 你应该炸祖三里 如果是以田疏 肚脐周围的疼痛 并在大肠 应该炸上去虚 如果是以小肚子 膝下 关缘为中心的疼痛 你应该炸下去虚 是吧 如果是 两侧少福的疼痛 并在肝 你应该炸取全 记住了 那么还有的病人 小肚子很脏 小肚子很脏 尿不出尿来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尿除瘤 它是以中极为中心的 中极是哪一个 谁的墓穴 膀胀 膀胱的墓穴 那应该去什么 膀胱的下颗穴 什么 尾阳 路过这个病人 肚子胀 这个肚子胀呢 是小肚子胀的比较厉害 胀的厉害 整个肚子胀 但是它最胀的地方 是七下两寸 尸门这个地方 胀的特别厉害 尸门 尸门是不是三角的墓穴 那么你应该扎什么区 三角的下颗穴是什么 尾阳 尾阳 明白了吧 旁旁是尾中 尾阳 三角是尾阳 对吧 你看这个下颗穴 作用 你记得下颗穴 有没有作用吗 有 有作用 所以你记住 在三角的墓穴 这个地方出现的疼痛 你在六腹的墓穴 这个地方出现的疼痛 你就得 在相应的下颗穴 给它治疗 OK 明白了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连床后的好多病 你都会治 是吧 只许一个穴而已 老师 这个都是直刺 直刺就可以了 直刺 直刺 对的 直刺 下一个病 隔肌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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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临床 非常常见的病 打嗝 但是这个打嗝 和那个爱气 还不一样 我就发现现在好多大夫 我连 恶逆和爱气 他分不开 好多年轻大夫都分不开 他分不开 你就是我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 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分不开 来了个病人给我写过病历了 爱气 我一看人们不是爱气 他是恶逆 有的人恶逆呢 他却是恶逆 有的人恶逆 病人呢 告诉你大哥 你得看看他都是爱气 还是恶逆 爱气和恶逆 恶逆不是一码事儿 爱气者保湿之吸 吃饱了饭以后 嘎 嘎 嘎出来很舒服 是不是 很长 这个恶逆呢 你自己控制不了 声音非常频 非常短 是不是 他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 他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我在哪个地方碰了个爱气 这几天我治过一个爱气 爱气你记住 一定要治心 恶逆一定要治隔 都是围起上的 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隔肌痉卵呢 就是恶逆 不臭虐 这个病啊 针灸啊 疗效非常好 甚至不用打枝 这个隔肌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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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按按 隔肌痉就管用了 第一个隔肌痉 站住 站住隔肌痉 如果是咱们哈 你没说咱今天是中午 咱刚刚下课 马上又要上课 咱们呢 赶紧到外边 赶紧你烧到饭涼了 也没来得及热 赶紧吃了 吃了以后再喝口凉水 一会儿你就 打开干了 是不是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恶逆 我告诉你 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恶逆啊 你控制不了 特别是你在公共场合开会的时候 你发出那个动静来 是不好听的 是不是啊 那很简单 叫病人坐着 你的弹幕手指头 放在病人的弹珠穴上 其他的四个手指头 放在病人的这个 这个耳朵上面 我给董老师示范一下 来 这个弹幕手指头 放在弹珠穴上 其他的四个手指头 放在耳朵上面 然后叫病人吸一口气 扁住呼吸 扁住 然后这么做圆圈状的干柔 看什么 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都不要紧 做圆圈状的干柔 然后这个气扁不住了 再呼出来 接着再吸一口气 再扁住 然后再做圆圈状的干柔 一般呢 不会三分钟到五分钟 就能 可以了 这是致什么样的额捏 比较轻的 但俗话说是吃饱是撑的 这种额捏 是这种额捏 按按就好了 但是有些比较重的额捏 这种额捏 这是好不了的 但是比较轻的额捏 按按 肯定能好了 这样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有一次 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教授 啊 就是杨兆明教授 到我们山东去主持人生打便 到我们针就课去看 正好呢 就看到这个床上有这么一个病人啊 在那隔击精卵 扎着中丸 中丸内观 左三里 是不是都常用的学会儿 一么扎着针 就看那个病人 都动 跟着动 杨兆明老师呢 是全国的名家 他就说像这样啊 你也一般的 能当时止住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了 你就一次 你们山东怎么个扎着 止不住呢 张登步老师 那个不是等先之辈 我是非常佩服的 要教 要理论 要了一场 要了一场 要可言又可言 当时呢 张登步 就说是 这样的一般的给他按压按压 暂住穴就能止住 接着就 在那个地方给病人按压暂住穴 不到一分钟 OK了 接着就好了 按压暂住穴 只能按你 你看扎着不好按压就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 一封 一封穴 在耳朵后边 一封穴 这个一封穴怎么按压呢 就站在病人的后边 也是 咱们手指 放在这个一封穴上 其他的四个手指头 放在病人的下半 这个地方 然后呢 要是病人也是 吸一口气 冰住呼吸 朝前下方这么按压 这个一封穴是做成的 然后呢 别不住了以后 再把这气呼出来 再接着吸一口气变住 我的体会 这个一封穴 这个恶逆 比赞足疗效要好 这个呢 比赞足疗效要好 好多那些恶逆 当时都能止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 在门诊 我是那一年呢 我是在学校上课 我们山东的老师是这样 有课的时候 在学校上课 没有课的时候 就到医院做门诊 在其他的全国 都不是这样的 全国好多地方 上课的老师不做门诊 做门诊的老师不上课 我们山东是这样 我们就是上了课 上课就上课 不上课 我到门诊服辞医院做门诊 所以我们的临床和理论 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 要不你刚有理论 没有临床 那都不行 不利益教学 那么那一年我正好上课 但是每个周的星期五的下午 要到这纽课去开周会 我在那个地方等着开会 就在那外边 我也有一个研究生的同学 那课的一个教授 听着说话 我一听他来了 我就出来给他打招呼 正好呢 他领了一个表姐来了 就是额尼 找我们科的一个主任 想来振振酒 正好看到我在那个地方 他说老高你支持吧 行 我怎么回事 额尼已经半个多月了 一开始是食物中毒 上吐下泻 然后到七路院急诊科 到急诊科 给他想按十五中毒 书一夜什么的 好了 好了以后呢 这个人呢一流一个科技症软 老师大哥 好不了 好不了呢 这不是就说你转到省中医吧 叫那种同学他在内科吗 转到内科去住院吧 转到我们那个省中医内科去住院 又住了一个多星期 讹你一旧 老师还是讹你 还是好不了 好不了呢这不是 知道真久留校 知道真久课来了 正好正好等着开会 所以我呢 我说给他治治吧 我问了这个情况以后 当时我说你坐下 坐下 坐下以后我就给他这么按压 因为按压着 因为我和这个同学呢 我也好长时间没和他见面了 我就一么按压着 我就一么跟我同学聊天 实际上我聊天的同时 我以我内心我是有意识的 注意这个病人 还打不打嗝 因为他的打嗝老师打嗝 一个字打 痛恨上以后啊 他就没得打嗝 我给我同学呢 但是我不说 我就给我同学那里面 一么一么按的 也给你们跟同学聊聊天 拿着管 待了那么两三分钟 我同学说 哎 怎么不打嗝了 一次就好了 一疯区 知道讹你 这是一个区 那就是太渊 太渊区 太渊区 也不是我的发明 也不是我的发明 最早我知道 用这个太渊区 这种讹念啊 我是在 大约是在 九 我想说 大约在九十年代 在黄山 在安徽的黄山 当时召开了一个 全国的一个 书学的学术研讨会 当时我去了 去了 去了以后呢 当时北京中央大学 也是耿恩广教授 耿恩广教授 他上面呢 介绍了一个经验 他说的就是 这种讹念啊 他老师啊 教给他一个办法 他老师是谁呢 周明的追求针 追求针 追求针家杨甲三 他说他老师啊 教给他一个办法 就是讹念呢 可以针太渊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手太渊肺经 其余中交 下落大肠 完全胃口 上个手肺 是不是到位啊 所以他可以治疗额腻 就是大太渊 原来我从来没有用太渊 回来以后呢 我就想试试这个太渊 到底管不管用 还是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我们针灸科登的开会的时候 然后送过来一个会诊单 是骨科的一个会诊单 一个骨折的病人 说是有顽固性的额腻 老师好不了 大政部主任就说 你看看咱们 谁去给他看看针灸酒啊 我呢 正好想试试这个学位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 我说我去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直接到骨科病房 一个壮年的男重治 腿骨折了 在床上躺着 骨科的大夫呢 就跟着我一块去 看病人 看病人呢 长得比较粗 比较壮 你看一大隔 那个床啊 就跟他上下晃动 我呢 二话没说 我想正好试试这个太原管不管用 我管他呢 我管他呢 我就先给他 两个字 扎上太原了 不到半分钟 额尼停止 弄理的骨科大夫啊 目瞪口呆的 弄理呢 一个病房啊 当时是三个病人啊 都目瞪口呆的 还有好多陪人 还有这就这么神奇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太原 以后呢 我再读《黄帝内经》啊 实际上 《黄帝内经》早就有记载了 我这书上写了 是不是啊 你们可以看看 扎太原 《黄帝内经》早就记载了 这是现实间关系啊 我就不早说了 所以太原知道你 聊起来非常好 再一个学是鲁钟 鲁钟是哪呢 是不是叫鲁头啊 鲁头 两个鲁头 有一次呢 我在门诊上 因为病房很多 就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的 额尼 因为我看了病房很多呢 来了个额尼 我就叫我的学生 我说给他按摩打热 按摩打热 学生去按摩了 不敢用 止不住 我学生好多 我说你一边去 叫那个学生 你给他按摩一边 两个同学 我去给他按摩一份 按摩了 吃下咧嘴的 不管用 我说你一边去 多两个学生 你给他打太原 然后给他打太原 还是不管用 这时候老师给出马了 是不是 你愿意在小范围给他指住才行啊 病人还一个人这么大 我一看 我说他是不是按得不行啊 我又给他按了个一份 按了个赞 还是不敢用 这怎么办 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办法了 所以你读的书一定要多 你那个记得 有好多办法你可以用 早晚肯定有一个办法管用的 我也记得一个办法 鲁中穴 鲁中穴 有的说是揪气门 有的揪鲁中 大家想一想 这里边是不是隔肌啊 是不是你的隔肌配上筋啊 隔肌痉软嘛 所以当时呢 我也没给他揪 当时呢正好有什么呢 一个 海奈激光治疗仪 一个激光疏啊 激光 因为鲁中这个地方 咋针是不是很疼啊 一般的不针 我啊 就临机一动 用两个激光 给他照鲁中 啊 就放在鲁头上 男童这么也不害怕 是不是啊 就照亮两个鲁中 什么也没给他再处理 不到五分钟 那你停车 所以鲁中穴 也可以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漆门也可以 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隔肌很近 是吧 嗯 在一个呢 鲁中是不是用左耀面胃经呢 既可以降胃气 又可以治隔 所以鲁的基本病肌 就是胃气上腻动隔 所以这个把病肌去掉它就好了 再一个时候中奎 中奎 是不是个境外七穴 大家知道是吧 在中指是吧 境外七穴 我爷爷有一次 就是胃腻 这也是这个十多年之前的事情 胃腻以后过来了 我当时正好呢 想着这个中奎 可以治了胃腻 我就给它掌上针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胃腻 中奎 这个境外七穴 都知道可以治了胃腻 是吧 知道胃反呕吐 这个不多说了 这就是胃腻 胃腻也可以治疗胃腻 胃腻治疗胃腻 大家要注意 一定是治疗肾虚 充气上腻动隔一起的胃腻 肾虚充气上腻动隔一起的胃腻 这个比较好的效果 有的病人呢 还有救官员 救气骸 都是贫充降溺 不胜 最后一个小时候呢 就是神车 气疗 这个明天咱要专门讲气疗 我跟你讲这么个病 病验啊 这个我当时呢 呃 在我们中央大学图书馆 为了编这个气疗这本书 我是把山东中央大学图书馆 所有的中医杂志一本本的都翻遍 然后呢 我有把山东中央大学图书馆 呃 呃现在出版的中医书 我是都满花花的 我一不一本的全翻面 我还不过瘾 然后我就看中央大学图书馆 那些古籍书库里的书 古籍书库 那些 啊很旧的那个 还没有彩蛋 符号的繁体字的那样书 在那个地方看 天天在那个地方看 呃 研究生的三年 我在图书馆 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 我去看书 看书的时候那一天呢 正好去了一个老师 看我看什么书啊 我说 搞这个治疗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太好了 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事 他说就是我老父亲 在我们山东里 仅南有个医院 叫天翻山医院 他父亲就是老干部 在那个地方住院 就是顽固性的额腻 怎么也好不了了 怎么好不了了以后呢 最后呢 人家告诉了一个偏方 什么偏方啊 用了一颗射箱 放到处前的 然后用胶布粘起来 诶 不到半天 好了 额腻就好了 他说你这个治疗啊 你真应该好好总结总结 这个东西确实有效 诶 因为有那么一天 我就又碰到一个 额腻的病人 四十多岁 山东省 起工大队的一个 挺宣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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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个子很高 去了 一个就是大哥 一个就是大哥 然后说 刚从前半山医院来 我还给前半山医院的大夫打了一张 来了 一个就是大哥 他现在太大夫服务态度不好 也给我治不好病 气流还他朝了一家 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想给他 安亚大主 不管用 我看背部有没有反应点 给他这个给他用那个冲 那个油乳罐在后背 给他一看呢 后背呢 他原来在他医院里 已经把罐都把气泡来了 也不管用 我说这怎么办 我给他弄了将近两个小时 弄得我满头大汗 还是大哥 但是在这之前呢 好多跟了我吃洗的金球的 我说那你好办 一般的 当时也跟他指出 可是说了个大话以后啊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弄两个小时 还在那里面打嗝 这怎么办 我一看到他就是明显那个干预 不干预他能给别人 这个吵架吗 是不是 就是好不了 这怎么回事 弄到十一点半 快要下班了 还没找着办 我一想 我说你这样吧 我给你开点油啊 你到下班 哪怕0.5克摄像 放在肚脐上 你胶不粘起来 我说你贴他那么一天两天 你这样再试试 因为 过了几天 我就碰到他那医院的院长 是我同学 当时他来的时候 也是 他那个医院的院长同学 推荐他叫他来招我的 我就问他 我那个病人怎么样 我说他怎么那么大的活 我说他那么大的活 怎么样 但是你不知道 现在呢 我们单位正在进行机构调整 他原来是处长 这一次呢 一下子把处长给他撤了 他生气不生气啊 在中国就是关本位 你把那个处长切了 撤了他也没犯什么 很大的错误 心里那个火出不来 到哪里都发火 气瘀 他说呢 他说呢 你给他撤了那个摄箱以后啊 回去啊 下午这个病人 就上吐下血 吐了下了以后 接着就不打根 就好了 他的气通开了 大家想一想 摄箱是 是不是通行十二斤啊 摄箱是通行十二斤的 所以大家记住哈 主要是 这要是施症 施症的恶逆 虚症呢 就能不能用啊 施症的恶逆 都可以用摄箱 切斗器 啊 神车通的十二斤呗 摄箱又通行十二斤 所以呢 这个呢 疗效非常好 下一个病呢 急性一线炎 这个可能 我估计在座的 不一定能见得到啊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讲 包括现在你看 是不是有好多的糖尿病啊 有好多的糖尿病 我讲了这个病以后 你知道糖尿病该怎么治 大家想一想 糖尿病 是不是 胰岛素的分泌不多啊 那么胰岛素 是通哪里分泌的 是不是一线 我来了以后 有一次有个 咱们一个大夫 请我吃饭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看 中医的皮 中医的皮和西医 哪个糖封器官 有密切的联系 我说我就说 中医的皮 与西医的一线 关系非常密切 啊 非常密切 我想给你讲 这个前来前来 激情一千年的一个病 当时呢 八十年代 我们省中医院 也是在外边开了一个 美诊 然后我们针灸科的大夫 轮流去 那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 这个美诊 美诊房的一个小年轻 呢 都疼啊 疼在床上打滚 我去之前 已经有个老先生 在那个地方早去了 给他咋子呀 内官 中管 祖三里 像这些 只为疼的小孩 都疼的小孩 全给长了 长了以后 看了个小孩在那个地方 哎呀 疼的呀 在那个地方 很疼 直不如疼 为了为呢 怎么回事呢 偷偷天晚上 几个朋友在一块 喝了好多的酒 吃了好多的好东西 当天晚上就开始疼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疼得很厉害 就到对面的医院 就查了查 给他人家提醒一线严 叫做住院 叫住院呢 小孩呢 钱有不多 外地的 来打工的 钱有不多 所以我们本身 大夫一会儿就上班了 所以就回来了 先让我们的大夫看看 不行呢 他再去 实在不行 再到医院去 再去住院去 所以我去的时候呢 老先生也得咋子的 不行 不行以后呢 和我去的还有一个 中间的大夫 也给他咋子咋子 又给他咋子其他的圈 还是不管用 不管用呢 两个老师也很谦虚 他说高大夫你看看 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吧 我当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说是直养灵台 不行我给他按呀按呀 看他能管用吧 直养灵台不是 直养灵台 不是直养灵台 老小很好吗 我说你趴着吧 趴着我给他按呀直养灵台 不管用 然后我就想 这个急兴奄 我给他按呀按呀 他都不敢用呢 他就在医疏 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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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兄弟姊头下 庞开一家五村 我就能按呀 也不管用 不管用这怎么办 我已经没办法 没办法了 因为我还要到病房去打这 我就到病房去了 但是呢我一门走着我就想这个病 他都不敢用呢 走到半路上 我又回来了 我又说我走到半路上又回来了 我还回去了 我要给他试试 我说大副啊 你一定要 有这样的时间的机会 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什么问题来呢 就是我看了一本书 叫Sherry亚腾变病病 他上边锁了一个穴儿 就是地肌穴 地肌啊 在腿上 是不是独太医疏的吸穴儿 他说地肌穴儿呢 如果把这个亚腾点分成四级的话 是这样 如果这个病人的亚腾是两级 说明这个病人发力 他们都有劲儿 如果这个病人的亚腾是三级 他就有糖尿病 你们有糖尿病的可以试试 昨天我给你问过 是不是 他很疼 如果有血糖高的 你按看地肌穴儿肯定 有明显的亚腾 但如果这个病人一按 疼不可忍 疼得非常厉害 他说往往是一线炎 我当时我就想到了 哦 这个地肌一线炎 他记载 他的经验是 他地肌穴儿疼不可忍 他这个地方疼得很厉害 地肌穴儿 他肯定能治疗急性症 所以我想我就 我可以去给他按按这个地肌穴儿 看看到底是不是那么疼 我给他扎扎这个地肌穴儿 到底管不管用 所以我马上我就回去了 回去我说你在床上躺着 我再给你扎个圈儿看看 地肌穴儿一按 真是 疼的病人啊受不了 非常疼非常疼 然后我就 接着就 我说你到病房去吧 病房里有床 跟着我到病房去 也很近嘛 也就是一二十米的距离 去了以后 躺在床上 我给他打鸡鸡 用的什么手法呢 龙虎胶带 知道这种手法吗 嗯 这是一种服饰的手法 龙虎鬼缝 龙虎交战 凤凰展翅 苍规探学 厄马摇陵 这都是一些中医的一些特殊手法 这个龙虎交战的手法 主要是指藤的手法 坐年久而又年令 又年六 是一驻藤一藤之争 他这个手法就是朝左边 年九次 再朝右边 年六次 大家想这个刺激量是不是很强啊 朝左边年九次 再朝右边年六次 这叫龙虎交战手法 他这个刺激量很强啊 这是专门指藤的一个手法 我就给他在两个地基穴上龙虎交战手法 展望针不到五分钟 疼痛开始减轻 十几分钟以后 疼痛完全消失了 一点儿不疼了 任何药没吃 一片药没吃 其他的时候疼痛没打 就扎这个地基穴 然后我给他留针啊 留针 早晚留针到中午下班 留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呢 我又给他开了个房子 开了个什么房子呢 大柴虎堂 大柴虎堂 嗯 吃了贪腐 好了 进行检验 但是进行检验我就指着这一粒 但是呢 现在呢 通过这一粒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一线和中医的脾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现在糖尿病那么多 你不要忘了指脾 要同脾论治 下边一个病啊 是这一块小船 包括这些块小船 这些块炎啊 包括咳嗦 这都是肺的问题 啊 都是中医肺的问题 这些块小船啊 很麻烦的 有一句话 叫名医不治船 治船便丢脸 他名医不治船 为什么 船太难治了 你治了不管用它不丢脸吗 啊 内部治船 外部治船 内部治船 内科不治船 外科不治船 牛皮船是最难治的 所以大陆呢 电线杆上的小广告 我们都叫它牛皮船 是不是啊 刮了以后它又铁行了 刮了以后它又铁行了 所以内部治船 外部治船 所以这个船是比较难治的 但是针灸呢 治船 它有很好的即时疗效 即刻疗效 比较好 有比较好的 当时啊 有比较好的治船 大家知道这个大陆一个明星邓丽君 是不是就是瘪死的 就是这些块小船瘪死的 当时要没有约的话 它就容易瘪死了 你知道这个办法 给他灯灯酒 他瘪不死了 是不是啊 就可以急救了 这些块小船 特别是过明星的这些块小船 有一个小船 非常好用 就是鱼记 鱼记 鱼记这个时候 咋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朝掌心方向词 就劳工学方向词 一般是长0.5寸 到1寸 朝掌心 这些块小船 就是过明星的这些块小船 绝大部分当时 就能治船 留着一半个小时 那么为什么 鱼记 可以知道这些块小船呢 但上一节课讲到 一句话 行疏之外经 还有一句话 并在阴之阴者 刺 阴之行疏 还记得吗 鱼记是个什么旋 是不是行旋 行旋 行旋 它并在肺 就可以扎肺的行旋鱼记 也可以扎肺的疏旋 太圆 可以不可以啊 所以你明明这个道理就行了 另外你扎鱼记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是稍微向远丹方向扎一扎 它正好在肺的 全息对应不够 知道吧 那样疗效会更好 往上一点 往远丹 往大目手指对那一点 往远丹 往远丹 往远丹一点 往远丹一点点 它就对应肺那个地方 所以你们知道肺不好的 在这个地方肯定有压疼点 那边呢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肯定那个地方会有压疼点 所以你平常你知道了以后 你可以 平常自己按牙按牙 它都有治疗作用 那这几块小船 你也就扎这个地方 朝鱼记 朝掌心方向刺 两个手都要扎 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我现在一个研究生呢 就在做这方面的课题 因为他是在医院里搞的是呼吸科 非要给我读研究生不行 我说读研究生那好办 我说你就坐这块小船吧 一组用针灸 一组用西药 再组呢西药加针灸 你给我客观的观察观察 到底有没有西药 多长时间能有效 现在他正在做 现在他正在做 第二个学位 是孔罪 孔罪大家知道 它是背景的一个什么学位 西能救急 急性的病 都可以扎西区 这几块小船是不是 比较急的一个病啊 突然发作的 那么你就扎孔罪 也有很好的治传作用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好 突然的逼出血 可以不可以扎孔罪啊 可以 这个 咱先讲到这吧 好吧 休息一会儿 心脚疼 心脚疼啊 也是临床上常见的病 第一个学位内观 这个不用多说了 大家知道四种学歌 四种学歌 四种学歌呢 都是远端取血 腰背围中球 面口和骨收 是吧 杜浮三里流 腰背围中球 偷向心烈球 是吧 这个面口和骨收 都是四种学歌 那么有人啊 在四种学歌的基础上 加了一句话 成了五种学歌 叫心胸内观谋 心胸的病啊 可以扎内观 所以内观这个心脚疼 都知道我不多说了 啊 那么我这儿的 告诉大家 这个 第二个学位 治阳 治阳 刚才咱师父都讲了 所以内经上 他说叫心疼啊 是有道理的 心疼 就包括心疼 也包括胃疼 你看治阳穴 刚才讲了 可以不可以知道胃疼啊 他也可以知道心脚疼 心脚疼也有效 所以呢 他一个心疼 当九诀求知 既可以知道心脚疼 也可以知道胃疼 你看 很奇妙吗 所以这个呢 有人学 有这个 有一个军医啊 他用治阳学 这个心脚疼啊 并且的 获得了 解放军的科技进步奖 这个人很聪明 他怎么发现呢 他也是有心人 就是有一个农村的一个 老人啊 找他去看病 他得了一种怪病 得了一种什么怪病呢 就是 哎呀 就是这个 心脚疼 但是他的心脚疼呢 就是在这边疼 心脚疼以后啊 他犯了病以后啊 他必须要移着墙上 他就能缓解 一犯了病 他就移着墙上 接着就缓解 人就觉得这个病 比较怪 怎么一犯了病 就移着墙上呢 然后这个医生呢 他就做考察 怎么这么回事 一看那个老人 这回头脱病 是吧 他移着墙 一看移哪个地方啊 正好是治阳学 那个地方 第七胸椎 第七胸椎 所以呢 他就 噢 是不是 他移着墙上以后 这个 安压了这个治阳穴 这个疼痛就能缓解 所以啊 他就意识的 心脚疼的病人啊 他就试 哎呀 治阳穴还真能缓解 以后这个医生呢 他并没有到此停止 他比我强 因为我这个治阳穴才治了 胃经卵 治了那么多年了 到现在还是感压 他呢 就 继续做动物试验 那为什么他可以 这个地方可以治了心脚疼 然后拿了个奖 然后呢 他还不满足 他说我要发明一个仪器 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心脚疼的病人 我想办法叫他 在这个地方自动按压 他就能缓解 他又 他又 他又获得个奖 所以我们中医 这个商机无限 我告诉大家 这时候 你都可以进一步发展去 你也可以 弄个什么东西 叫他想办法 在这个治阳穴这个地方 不管是胃病也好 不管是心脏的疾病也好 都可以吧 就想办法在这个地方 跟他 刺激刺激这个地方 就行 是吧 治阳穴 下边有个病 喜笑不许我 常常说 笑一笑 十年瘦 十年瘦 但是 你要是无缘无故的笑 部分场合的笑也挺麻烦 你看 有的人 你本来是 家里这个 老人去世了 你到他家里 还是一个人的笑 这个不太对吧 是吧 这个就不太对了 是吧 所以无缘无故的笑 和无缘无故的哭 都不好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病人 在病房的时候 96年 叫老周 也是一个 退休的一个老干部 在那住院 她是中风啊 但是她 这些进修的 实习的 这些女大夫 都不敢靠近她 为什么不敢靠近参 一到她那个地方给她攒Fit 哟哼哼哟 燮开了 她心里的 你在那裡 哼哟哼哼哟 消开了 都害怕她 都不是去给她攒 Nept 那我去唱棒 там 我来讲 把所有的 所有的中药 停了 笑 停了 调屏 听了 我说先给她指笑 先把笑给她 Hmm 现在一学,它是有些脑癡呆,它就无缘无缘地笑,它自己控制不住,它老是笑。 我说,咱把所有的治疗劝停了。 我说,老周想给你治治治治治治治,行不行啊? 它也是,咱们给你发笑,。 它对上一说,给它治,给它治。 动不动你笑,动不动你笑,我也烦了,给它治。 我说行,把所有的治疗全停了,我说就扎一个靴儿,什么靴儿看,谁没,就扎一个靴儿,所有的靴儿统统不扎了。 我说我想给他做思想舞蹈,老周,你不要怕靴儿位少,靴儿位少啊,他也能治病,我说你看那个,每个家里都有个锁吧, 我说你那个锁怎么开那个锁,你要不知道方法,你拿那个锤子实际在那边砸,累着你满头大汗,那个锁你也开不开,是不是? 然后你不在那个锁那个地方砸,你在那个墙那个地方实际砸,那个墙你也砸不烂,你也进不来。 我说你只要找着靴儿尺,哥哥就开放了,我说我这个学伙儿就是专门给你这个销里的靴儿尺, 但是现在就能接受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医治疗法,你不要觉得咱们医治疗学就不好,千万别这么想。 有时候一直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大家想一想,学伙儿并不是药都要好,开中学房子也并不是药都要好。 当时我学医的时候,他学习太简单了,我把这个房子开的大大的,什么病的房子我都给他开上,他肯定什么病他也能治,结果他什么病他也不治了吧? 用麻黄,你要担用10克麻黄的话,好多人会出汗。 你要开了二三收药再加上10克麻黄,他就不出汗。 是不是个问题啊?你要那么说的话,我有时候我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一个内科一个教授到那里去看。 高中啊,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弄得大一点吗?弄大一点,他刺激量不强吗?他了解应该更好。 我说是啊,我说你内科,他是高中流的。 你怎么把北草岗木所有的房子弄成一个房子给病人喝呢? 是不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所以你弄得多了,他反而没消了。他相互牵制了。 到点了吗? 他这个麻黄,美国不让用。 哦,不让用吗?那不让用那就不用。去掉吧。 美国还不让用麻黄呢?可以。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不可以。 他治病,他就是良药。不治病,什么药也是毒药。 大家想对不对啊?对症就是良药,不对症什么药都是毒药。 事要咱们毒吗? 你想一想,再想一想。 我的数字还举这个例子。 赵云有十万副不当之勇。 以万军从中去上将手机露囊探物。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说的? 赵云太了不起了。 他要一个人骑着一匹马,一万个人挡不住他。 他要想要在万军从中,对方那个将领,他要去他的脑袋,手机就是脑袋啊。 看到在自己冒东西一样那么容易,太简单了。 但是他为了救刘备的老婆孩子差点上命。 为什么? 刘备的老婆孩子成为他的雷坠了。 大家想对不对? 所以你砸水砸多了,有时候成为雷坠。 大家还想,我的时候还借用了一个多米诺骨。 多米诺骨拍笑的。 你的过周隔的本联络里面是自己做kiego识的。 每年世界上都有库局的骨牌。 你只要把这种埔肌肉拍 as a division, 你看到一定的制裁高了。 你只需要把其中一块儿的骨牌推倒。 然后ироватьض太大gradeousyou, 这里政府最后将对的力量 emergen真的ioned through in all This. 你走得越远,这个力量越大。 mergwe the strong movement. 发挥,你想想咱那个一致疗法,我想就和那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有类似之处,有类似之处,特别在远旦的学位,有时候比达局部的学位还好,我想这个经路啊,它就类似一个多米诺骨牌,学位一排列就类似一个多米诺骨牌,我远旦给一个很小的力,然后它这个刺激,它这个反应就演得进了, 所以你会发现,越远旦的学位,疗效越好,就和那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后,它这个力量是叠加的,是不叠加的,所以你只需要站一个学位就行了,那么你想想你多米诺骨牌,我从这里引导一个,我再从中间引导一个,我再从哪里引导一个,等到前面穿过来的那个,全部到这里都断了,等它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我起力量就小了。 就打个比喻,当然真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但打个比喻,你恰好不要觉得打一支是有效,怎么可能,实际上有它的道理,有时候道理啊,很简单,叫大道之间,大道之间。 所以这个老周呢,我说我去给你打一个学位,你要接受,他还真听话,一个星期以后再去查房,不无缘无理笑的。 这无缘无理笑的毛病啊,好了,好了,我说咱再恢复治疗,治疗你这个中风天海,就行了。 那为什么要扎身边,关键是为什么要扎身边,我跟你讲了这一个病以后,好多病你都会治。 说一啊,关键是举一反三。 所以我得替大家讲啊,我都想希望不就扎身边,为什么,自己看出去,不管了。 咱们是博士边,你就要举一反三。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要扎身边,内经里有一句话,神不懂得悲,实则效为兄弟。 还有这句话说,心有余,则效不休。心是不是主神的? 嗯?心是主神的。 所以,效不休啊,是心气有余的一个病。 坐在冷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用黄连,谢心火。 是吧?啊,他谢心火。 那么它是一个心的实证。 心的实证怎么办? 你就是这个读读书。 对,你跟你们讲乃经了吗? 嗯,对。 那么有一句话,实则谢其,虚则不其。 还记得吧? 谢经当谢行,不景当褚。 和,对了,谢景当谢行,不景当不和,实则谢其子,须则不清。 那么咱看看心的问题,心,五行是不是属于火啊? 火之子是什么?火生什么?是不是土啊? 所以,水旋就是它的土旋,心理实证,你要写心经的土旋,是不是写心经的土旋? 那么,阴京的无数旋,阴京,它是经形书经合,它是什么呢? 是不是木破土旋水啊?是不是这么来的? 那么你看它的土旋是什么?经形书,是不是书啊? 那么心经的书旋是哪一个?是不是神灭啊?就这么来的,明白了吗? 所以心的实证,你就扎神灭去,心的实证扎神灭去,笑不修就是心的实证,所以谢神灭就可以解决。明白了吗? 那么下面还有个病啊?好像是脏灶吧? 来,你看看啊,脏灶是张中景,在金国要略,妇人打病篇,提出了一种病,是吧? 这个妇人,喜悲伤欲苦,复千身,向路神灵所作,干杯大早汤主治。 是不是这么说的?干杯大早汤。 那女同志啊? 那女同志啊,经常呢,喜悲伤欲苦,动不动啊?就这眼泪了,很难得上。 哎呀,经常太口气了,太口气了。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上路神灵所作,最好有神啊,在那个地方控制太阳,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了。 这个地方,这个病啊叫脏灶,都用干杯大早汤。 实际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用干杯大早汤,也可以。 那么为什么用干杯大早汤,你也明白了。 这个脏灶啊,就是新的虚诊。 神不足的病。 老是想哭,老是想哭。 现在这样的病不少见,是吧?很常见这样的病。 都把它当成抑郁症,当成什么什么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来治疗。 好多病人,他怎么治,他治不好。 实际上,有那么麻烦吗? 你给他炸一个小孩,OK了? 什么小孩?少海?少海。 那么为什么要炸少海? 你看他是一个新的虚诊。 新的虚诊。 虚则不亲母,什么生活啊? 是不是木生活啊? 虚则不亲母。 所以木是火之木。 所以应该是不木穴。 木穴是不是井穴? 那么井穴,这个地方非常的浅。 很难做不歇。 是不是? 你要替他念想,是不是特别难啊? 病人特别疼。 所以那您提出来。 不井当不河。 你要碰到是井穴的时候, 那么你就换成河穴。 那么他的河穴,是不是少海啊? 所以新的虚诊。 咋少海? 就这么来的。 我在临床啊。 这样的病人啊,我也碰到不少。 你看,有这么一个女同志,中年女同志。 她老母亲呢,是坐过身影疼。 我给她治好了,聊小黑帐好。 然后她老母亲说,她说,我女儿最近精神不大正常。 她说,我女婿呢,最近一个劲儿,一直在外地出发。 就她自己在家里。 就像她的精神病一样。 一个是晚上睡不着觉, 第二个呢,天天哭。 你能不能给她治治。 我这行,叫她来了。 来了以后,她老母亲让她来了。 坐在这儿。 我问她,我问她,我问她,你怎么不舒服啊? 一句话也不说了。 眼泪一个几个往下掉。 还没说话,那个眼泪掉下来了。 一个几个往下掉。 喜悲伤又哭。 她说,昨天晚上我吃了六瓶安定的。 一刻眼没刻眼。 心里慌得也厉害。 老是掉眼泪。 她对象不在家吗? 就自己在家。 她说,我也很害怕。 睡不着觉。 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昨天晚上吃六瓶安定也睡不着觉。 我先给你砸这儿吧。 我就给她砸了个烧海。 两侧的烧海。 用步法。 前两天带交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演示步法。 不如我随着随着一落望之。 落心落暗,落流落环。 落文盲之。 你们回去看一下啊。 这零数九十十二元。 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用步法。 半个小时。 我要去给她起针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憨然露睡了。 睡着了。 睡着以后啊。 她妈妈就说了。 高大夫,麻烦您。 多留一会儿这儿行吗? 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落着睡觉了。 你看她好不容易睡着了。 能叫她多睡一会儿吧? 我说行。 多睡一会儿。 多往睡到下班,再给她起针。 打了一次针。 然后我说再给你开点中药。 配合吃点。 干杯大豆汤和桂干龙母汤。 和桂干龙母汤。 桂枝干草龙骨母梨。 所以,给她炸了那么一次。 当天呢,又要没拿拳。 当天晚上睡得非常好。 回去后就没再哭。 第二天又来。 也没再哭。 又笑容了。 我又给她炸了几次。 然后又吃了又不重要。 好了。 简单不简单。 小麦呀。 小麦呀。 就是养心器了。 干草,大豆都可以养心器。 大家像枝干草汤。 新冻季麦解代。 枝干草汤组织。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学中医啊。 关键要明白道理。 讲到枝干草汤了。 咱上一节课讲到那个, 蛾腻。 就是隔肌精卵。 枝干草汤可以知道什么样的蛾腻。 你们可以试。 就是中风后遇症的蛾腻。 中风偏袋病人。 有后遇症。 好多有蛾腻的。 这种蛾腻啊。 我告诉你啊。 你啊。 冰箱十七三。 这些是治不好的。 不管用的。 哪个方法管用啊? 枝干草汤管用。 枝干草汤。 这个我师父多厉了。 你看枝干草汤本来是指心动剂脉接代的。 他可以知道中风以后的恶腻。 你说怪不怪? 说学中医啊, 一定要明理。 一定要明白那个道理。 原来那个恶腻啊, 都认为是为弃上腻。 我认为不全对。 那么大家想一想。 胃气上腻。 胃气上腻。 它最应该出现的是恶心忧兔。 对不对? 为是何将胃气上腻? 首先出现恶心忧兔。 为什么恶腻的病人, 他, 恶腻他不恶心忧兔呢? 为什么有的病人, 他表现为爱气呢? 你看咱们教材哈。 爱气也是胃气上腻。 恶心忧兔也是胃气上腻。 恶腻也是胃气上腻。 既然他的病肌都一样, 他的表现就一样。 他的表现不一样, 他的病肌肯定有区别。 大家想对不对啊? 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中医教育 犯了一个毛病。 犯了什么毛病啊? 刚讲辩证论治, 不讲辩病论治。 张忠景啊, 为什么是医生啊? 伤痕论是辩证论治, 金贵药料是辩病论治。 所以高明的医生啊, 既要辩证论治, 更要辩病论治。 你看一个美中, 他就主张这个观念。 既要辩证论治, 又要辩病论治。 恶心忧兔, 爱气, 恶腻, 病肌不完全一样, 治疗方法也不完全一样。 如果这个病人, 单纯的就是为气上腻, 为食喝酱, 就会表现为恶心忧痛。 不会表现为爱气, 也不会表现为恶腻。 什么情况下表现为恶气呢? 胃气上你影响到心了, 才会出现为恶气。 看内经长是不是这么说的。 一个口子一个意, 和爱气是一个意思。 只有你发现, 好多吃饱了饭的, 哥气的那个, 他往往都有心情不舒畅。 都会嘎嘎嘎, 爱气则输, 往往有心情的不舒畅。 所以河北省忠议院, 一个老院长叫李恩傅, 他治疗慢性, 萎缩性胃炎有一套。 他治疗爱气, 他必然要加入一个恶物, 昌浦。 昌浦。 昌浦鱼金汤, 昌浦。 昌浦大家知道, 是不是开窗了? 他就是开心窗。 啊, 爱气就影响了心。 那么大家想一想, 爱气的病人, 你去了扎中完内关祖三里之外, 还必须要治心。 我在临床上治疗爱气啊, 首先就没人趴着。 在临床领裁, 胃疏, 是不是治疗的? 嗯, 然后, 再加心疏。 你会发现, 只要爱气的病人, 在他这个心疏, 都会压疼和调缩脑。 都会出现压疼和调缩脑。 所以爱气, 只治疗胃不治心, 是不对的。 必须要治心。 你扎内关也有效, 是心包经的, 是不是? 但是扎内关, 你要是我要, 你要是个人认为他治治胃, 那就错了。 他实际上是通过调节心, 来起到治疗作用。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是能力, 胃气上腻, 必须动革才会一起能力。 额腻的基本病味是在革。 因为胃气也是具于革下, 胃气以合降为胜。 所以冷床上, 最常见的情况呢, 就是胃气上腻动革。 所以咱现在呢, 一般治额腻, 就是中晚那关祖三里加上革数。 但是, 为什么有的有效, 有的没效? 胃气上腻动革的有效, 不是胃气上腻动革的就没有效。 明白了? 大家想一想, 哪些革脉可以通过调节? 好多的几乎所有的革脉都要通过调节。 所以我告诉你, 敢气, 怒则气上, 可以不可以动革? 可以动革。 那你可以炸气门, 你也可以用摄像铁肚齐, 你也可以炸太冲, 可以不可以啊? 那么圣经过不过调节? 也过。 如果圣阴不足, 重气上腻, 因为圣经啊, 焉足圣阴, 圣经上行, 重腻动革。 圣阴不足的, 折, 折折是, 就是往上气腻, 也可以动革, 出现恶性, 出现恶腻。 那么这个时候要平重降腻。 另外, 肺是不是在隔上? 肺气于臂, 影响到隔也会引起恶腻。 所以在灵书经啊, 他知道恶腻啊, 就是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别一口气, 无息而既因引致, 别住, 这些种方法。 简单的恶腻就可以了。 第二, 大精致, 从后背, 把这拍他一下子, 对。 好了, 可以吗? 小短的签啊, 别用。 小短你把他下出警生片呢, 麻烦。 是不是啊, 大精致也可以。 大精致啊, 大精啊, 就突然叫他害怕。 吓他一下子, 吓他一下子。 空则气下嘛, 大家想对不对啊? 嗯, 也可以能好。 第三种方法, 一草刺鼻, 用个草啊, 刺出鼻孔眼, 剃耳移, 就打到瓶体。 打到瓶体, 也能好。 嗯, 我也治过一个隔疾症软, 就是我们病房的一个病房。 小伙子, 怎么好了, 怎么也治不好了, 在病房里。 然后到病检上来, 听说我可以治这个额腻, 比较好。 然后到病检上来治了。 我一听, 不行啊, 我不能给他治啊, 病房的都是我老师啊, 我老师治不好, 我要给他治好了, 那你追过。 那不行的, 都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和。 是不是? 大陆和这里不一样, 人际关系是第一位的, 现在叫和谐社会。 那人不和谐了, 他不行, 所以我就想他不行, 来了以后呢, 病人一心一意地找他看病, 但我不给他治吧, 又不好, 要治吧, 也不好, 这怎么办? 我就灵机一动, 眉头一皱, 他还寄上心来。 当时我就用那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从那个, 从我的这个, 隔了一个固点的, 拿出了这个小瓶子。 啊,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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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刚打着我这个瓶子, 结果就好了。 就不打根了, 内经上早就说了, 一槽刺鼻, 七二义。 那么我呢, 不是用的槽, 我用的是葱关粉, 这一槽, 就是打盆体。 你知道主要有外户是什么吗? 什么? 胡椒粉可以打盆体, 但是那个作用不行, 维采集圈打不了, 细心也有那个作用, 但是作用也不行, 冰片也更打不了盆体。 不喝也不行。 我告诉你嘛, 麻烦也不行。 嗯? 造脚。 哎,对, 你说对了, You are right. 造脚。 嗯? 造脚。 造脚。 对于是要猪牙子, 很小的那种。 你的造脚很大, 洗衣服的啊, 不能用的, 用小的, 像猪牙一样。 所以, 这个造脚啊, 对鼻腔的刺激很强的。 在大陆上有的小学生啊, 特别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一个座位的时候啊, 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东西, 打个平体了, 回头一看, 就是女同校打平体。 怎么回事? 我拿东西去他调皮啊, 拿了个造脚, 北开, 老师想会把他写的时候, 他那个造脚就拿着往女同校鼻子上闻。 一闻他就打平体。 这个我专门试过, 那个造脚啊, 我没给, 我没那么坏。 哈哈哈, 我这时候小学一直到研究上, 我一直是班长, 我不会那么坏的。 我自己试过, 弄个造脚啊, 你把它背开啊, 你自己闻闻啊, 免着能打五六个平体。 所以古人啊, 那个名义啊, 他都带着个小葫芦。 嗯? 不知道你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 他说中一个叫玄虎, 是不是? 玄虎。 因为前年啊, 我们在山东中央大学, 搬到长青, 西南的一个区, 那是扁刷的故乡。 我呢, 就给世界珍旧学会联合会, 给长青区委区政府, 联合举办了一届, 首届国际扁刷学术。 国际扁刷学术研讨。 给扁刷做了个铜像。 当时做那个铜像的时候呢, 一个扁刷到底是什么形象? 我做考察。 第二个, 原来叫他们画那个像的扁刷呢, 这个地方选那个葫芦。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葫芦去掉了。 为什么把这个葫芦去掉呢? 就是我们大学的文献, 被全国有名的。 就是据我们考察, 扁刷那个时代啊, 可能还没那个葫芦。 至少有没有那个葫芦, 我们现在啊, 还不敢确定。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摇好那个葫芦, 给它去掉了。 啊, 玄乎玄乎嘛。 这古代的名义啊, 玄乎, 玄乎即逝。 到处, 到处去当游方仪器。 我呢, 这里也是当游方仪啊。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见多才能释放。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 古代的名义啊, 他到哪个地方? 看着一个病人, 特别是危重的病人, 昏迷不行了。 他要先拿出这个药。 先不能露手, 先不能露一手。 你要露一手, 到了时候, 这个病人, 如果治不好, 那个脸子就打了。 那么怎么办? 就把这个葫芦拿出来。 把那个盖打开, 放到病人迷孔眼里。 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反应, 飘染而走。 这个病我不给你治了。 如果这个, 这个, 稳稳以后呢, 这个病人, 哐哐哐打这个瓶银, 醒了, 神医。 知道吧? 什么药? 我告诉你, 通关散, 主要的药物就是造酒。 明白了吧? 那么有的呢, 加上射香。 有的呢, 加上细心。 但是, 它一定会有造酒。 记住了, 你想啊, 如果说, 你这个鼻腔啊, 对你这个悦物有刺激。 打喷嚏了我, 这个人能救。 对你这个悦物没有刺激了。 但是, 昏迷已经很深了。 他就不得好治了。 所以呢, 就有这个办法。 笔疗啊, 疗效是非常好的。 我第一本书, 就是中医气疗大全。 第二本书, 中医笔疗法全书。 北京花夏出版社出的。 然后呢, 咱们好多有台湾的。 台湾剑红出版社也给我出版了。 有没有剑红出版社? 有没有剑红出版社也给我出版了。 写了四十五万筒。 鼻子知道全身的病。 疗效非常好。 大家想一想, 那个武侠小说。 搁着窗户枕, 用拾一拾, 把窗户枕捅破。 然后, 然后有个管。 噓, 全晕倒了。 是不是通过鼻枪起作用了? 通过鼻枪起作用。 还有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 描写的更有点离谱了。 某某那个女侠, 穿着长袖子。 然后拿着手绢一挥, 对手歪倒了。 通过什么起作用啊? 鼻枪。 是不是通过鼻枪啊? 一维, 全倒了。 所以这个鼻枪啊, 我告诉你啊, 治病啊, 治病啊, 治疗非常多。 非常多。 有兴趣的, 你可以看看我那个中医鼻疗快全数。 咱这次是没时间讲的, 治疗好多的病。 但是呢, 鼻疗啊, 对什么病疗效最好? 上疗病, 中疗病, 下疗病。 鼻疗是对上疗病, 疗效最好。 七疗是对中疗病, 疗效最好。 所以, 吴时机啊, 外治宗师, 吴时机, 又叫吴上仙, 写了一本书叫李药片文。 他上疗病, 一躲, 炎, 细磨, 唾鼻, 取提, 发泛为第一解法。 一躲, 握眼成磨, 放到鼻孔眼里, 闻一闻, 吹到鼻孔眼里, 病人打喷气, 这是最好的方法。 记住了吧? 嗯, 这要是上疗病, 这是最好的方法。 这就不多说了啊, 所以中疑啊, 有的是血头。 嗯, 所以, 这个额腻, 大家记住哈, 一定是动嗝, 五脏六腑都可动嗝, 所以五脏六腑都可以进额腻来, 但是以胃气上腻动嗝比较多, 所以现在认为呢, 一般人额腻就是胃气上腻, 实际上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 我说一个可论, 五脏六腑皆令人渴, 非毒肺炎。 是不是? 嗯, 这可令人渴, 我说五脏六腑皆令人虐, 非毒毒炎, 都可以引起来。 那么这个治甘草汤, 为什么可以治到中风性后的各地呢? 现在时间关系我不讲了, 大家去思考, 我的书上提前实际上也提到了, 都有它的道理。 所以一个高明的医生啊, 你应该真正把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激搞清楚, 然后再根据这个病, 它是哪一个脏腑经络一起来的, 然后再选适当的学位, 适当的这个方法。 前面我讲的, 赞助也好, 医疯也好, 太渊也好, 太息也好, 你看, 我也提到了, 有的很有效, 有的我用的也没有效, 它为什么有效, 为什么没有效? 对症就是有效。 记住了吗? 你要下降的恶逆, 你再叫他打抗体, 打他三天, 他也不管用。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关键要对症, 你关键要把它变对了, 你才知道什么样的病,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你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博士班, 就应该上到这个层次上来。 至少你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样才行。 那么讲到这个效不休, 讲到这个脏道, 你回去再看内心器, 五脏都有实症, 都有虚症。 实际上好多的病你都会治。 五脏的失症, 只有一个血肉。 五脏的虚症, 只有一个血肉。 我这是给你举一个例子, 讲了心的。 肾的怎么办? 肺的怎么办? 皮的怎么办? 细。 是不是? 肝的怎么办? 内经口都有记载。 你回去看些。 碰到这样的病你也会治。 现在事件关系, 因为咱不是讲内经, 所以我不给大家讲了, 你们回去自己看书去。 军衣反战。 下一个病。 慢性胆当眼。 慢性胆当眼比较常见。 胆当眼胆失症。 都比较常见。 我刚刚上大学, 上针灸课的时候, 张善陈老师, 就是五板针灸学的副主编。 主编是邱茂良。 当时他是全国针灸界最年轻的副教师, 50多岁。 很可惜他53岁就去世了。 当他去世的时候, 中国针灸那些专门发专来对他进行哀悼。 说他的去世是中国针灸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温泉大革命的时候, 其他人都去打拉抢抢。 张善陈老师, 在那个地方, 签心一座学。 当时五板针灸学, 五板针灸学在现在来说, 影响评价是最好的。 邱茂良主编的针灸学。 现在已经到了八板。 但对那个书的评价是很好。 那个时候写书, 不像现在也是, 几个月就编出来了。 写书写教材那一定得下功夫。 原来好几本书我都是副主编。 但是我只是写一写, 会是叫学生弄弄, 我看看就交上去了, 因为我没有责任, 没有关系。 主编的责任。 这次教我当任性质量学的主编, 我可感觉责任重大了。 那真的, 你正了八经的通稿, 和任任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修改, 和在那个地方麻麻糊糊挂起, 这绝对是两码事。 两个概念。 在来美国之前, 我才好不容易把那个书完成了。 刚通稿, 每天晚上七点到十一点, 我们几个人通稿, 通了两个多一个。 你要一本教材, 你要想着把它编好不容易的。 当时呢, 就是点全国的针灸学这个教材。 全国的中医院学的老师都去。 张仁臣老师呢, 一个年龄比较小, 再一个呢, 穿的呢, 又比较泡泡烂烂的。 他又比较, 他又比较内向, 所以就坐在最后边。 北京的上海的, 南京的, 广州的, 咱咱咱咱咱咱咱, 都很有水平。 就是张老师不说话。 邱老呢, 看着他主持这个会议啊, 看着山东的来这个人, 他在那个地方不说话, 出于礼貌嘛。 山东的那个老师, 你还有什么高见吗?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意见吗? 张仁臣老师, 不明则以一明经人。 嗯, 引经就点, 一下子把他们的专家全政府了。 所以当时邱毛良主编, 他们张仁臣老师副主编。 就这么来的。 嗯, 张仁臣老师给我们上针灸学的时候, 他举着他的一个例子。 当时文化大革命, 开门办学, 到农村去办学。 吃完饭以后在那散步。 当时就看着对面, 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 马车, 驴车, 驴, 拿着个地盘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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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走这么急, 他那个老师呢, 赶紧农村的路比较窄, 赶紧闪到路边去, 看着从那走。 一看那车, 躺着一个人, 估计肯定是病人。 他处于职业的敏感, 赶紧, 哎,哎,哎, 老先生你住下, 怎么回事儿, 剧烈地, 护腾, 胆道灰尘。 因为那个时候农村维生状况不好 这种蛔虫病太多 胆道蛔虫一起胆脚疼 很疼的 疼起了要命的 那么张二廷老师呢 说这样 我们是大夫 这样我想给你安安学说看 就在病人 在地盘山上 在他趴着 在他那个胆叔学上 胆叔 给他念一样 没带针吗 一直带针 每几分钟 病人统统完全缓解 完全缓解 那么胆囊炎 大家想想用胆叔行不行 也行 当然也可以 是吧 那么咱们临床上呢 最常用的是什么 一个穴 胆囊穴或者杨领泉 杨领泉是不是下河穴 胆的病当然可以 胆囊穴 就是在杨领泉附近 往下一到两寸的压虫里 实际上我认为 他就是杨领泉 我有一句话 我写在书上 并且我这年代教我都这么说 穴不能量 越量越不准 所以老北他为什么 真牛他教不好 他非得用池子梁不行 他能找着穴吗 他找不到真正的穴 大家想一想 世界上 那么多树叶 没有两个完全相同 外国人看中国人长得都一样 中国人看黑人长得都一样 是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咱们自己看 当时就不一样 墨卖 脑动卖 都有一味 心脏 都有一味 你没法找了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给初学者用的 学儿不能两个月两个月不准 内经上早都说清楚了 一个人的学儿一个样 但是他会在这个地方 你要找 零书的背书片他说的很清楚 结夹击相去三寸锁 这个锁就是拍出锁的锁 会锁的锁 这个锁就是左右的意思 就是在锁里那个基柱旁开 两边三寸左右 一边一点五寸 对不对 左右 下面他又接着说 按去处应在中二层结乃去处也 按那个地方 有压藤 病人觉得很舒服 这才是那个锁 然后他又还有一句话 施则鼻间 须则鼻下 事之不 昨天下午我就看了个极性变头体验 极性变头体验 人床上非常常见 针灸的疗效也比较好 但是在美国可能不一定这个方法不一定能用 但是呢 实际上我教的这种方法比杂针还要简单 就是点四方形 在哪个秀呢 绍伤和伤扬 什么时候用伤 什么时候用伤扬 大家也知道 极性变头体验和咽喉肿腾 咽喉为肺胃之系 咽是通着肺 咽通着胃 所以眼后肿腾啊 临床上加到的眼后肿腾 特别是极性的眼后肿腾 往往都是肺胃有热 所引起来的 那么临床上你要分了 它是肺热还是胃热 外感引起来的眼后肿腾 以肺热为肺 这种吃大量的煎烤的食物 温热的食物 吃得多了 眼后肿腾 多是胃热引起来 那么临床上怎么分呀 有时看着病人眼后肿腾 怎么办 傻瓜之法 两个都给他点刺 并且一点刺以后 你知道他这个病啊 是肺热还是胃热 是一个还是两个都有 有的病人既有外感肺热 还有胃热 两种情况可能都有 有的是有一种为主 有的是两种都有 怎么办 很简单 你给病人点刺放血的时候 最后啊 这样我给他捋一捋 往下捋一捋 捋一捋 捋一捋以后啊 然后这个手 然后使劲 把这个手给他 攒住 在这地方是不是冲血了 一个可以减轻疼痛 关键是点刺 你要多练习 我刚毕业的时候 有个同事 现在可能也在美国 但是我没联系到他 肯定是不在加州 多少年没跟他联系 从北京 我实毕业以后 就到美国来了 一家都到美国来了 当时这个同学啊 他女同学 他遇到胆小 哎呀 当时是主任 天天训他 为什么天天训他 叫他点刺放过血 就是点不出血 嗯 他胆小 他咋着病人 指着压压的疼 他就点不出 点刺不出血了 实际上 你一定要练 啊 咋着太浅了不出血 咋着太深了太疼 是不是 你要又准 又快 啊 又快 关键是要快 一点解就行了 一定要快 但是你手里还有树 太甜了不出血 太深了病人太疼 是吧 太简单了 昨天下午我就治了一个 然后疼痛的 很简单 一点 接着急血 并且哈 你看看 受伤和伤痒 两个往往出血的颜色不一样是 所以中医也很怪的 都市人体的血液 为什么颜色不一样深呢 路过这个病 以肺热为主 以外干风热为主 受伤的颜色是深的 路过是以阳明的热为主 阳明之热 心经上风 商阳的血的颜色是深的 路过两者都黑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外边有肺热里边有胃热 都有 是不是啊 那么你变这个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你给他点次放血 给他治了你要得给他开中药的话 你就知道 路过这个伤痒受伤 这个血非常黑 你就给他签了解读啊 双花莲敲啊 像这些药你就使劲用啊 是不是啊 如果是 商阳这个地方的血非常黑 你是不是要轻微热了 你用药就会痒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是 既可以治病 还可以治到你住房病 多好啊 啊 点次放血注意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血变而止 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啊 只要是放血 一定记住这四个字 血变而止 你们扎这个烧伤吧 很黑 怎么办 给他挤血 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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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个问到我这个座床怎么治 我昨天我就治这个座床 大椎 刺罗 放弃 因为他那个病人血尖发红 我又在新书给他剪刺放弃 什么原则 鸡血 剪刺以后 你要做床在这个地方剪刺的话 你不要炸一枝 炸一枝了 就爆纹刺和爆的那个纹一样 给他先给他捏一捏 给他发红 冲血另外可以减轻病人疼痛 降低疼痛的那种敏感性 然后拿这个散冷刀和猜血针 提起那个年轻刀的什么的 叹叹叹叹叹叹 多大的急症 给他急些 鞋的颜色什么时候变淡了 什么时候为止 然后再给他 局部再给他扒个火罐 给他出血量更多一些 大家记住啊 学电影 真久了点次放血 疗效是非常好的 现在都不用了是不对的 我到南京啊 不知道咱们在座的 有没有去南京的 有去的 下过那个放血的吗 他那个南京那个 我们上次给我们放 那个缓灯 实证 实证一定是在 这个并写在血飞的这些实证 记住了吗 并写在气飞的实证 是不管用的 所以你得看内京啊 内京早就跟你说了 内京有个三变刺 三变刺吧 刺有三变 刺三变内核 刺赢者出息 刺含壁者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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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看下,三面四个,什么叫何为三面,由刺影者,由刺微者,由刺含臂至流行者,然后再说刺影者怎么办,刺影者出息,刺微者怎么办,刺含臂者出息,刺含臂者怎么办,刺含臂者内热,明白这个意思吗? 内热,内热,内热,他就告诉你,你想看这,刺吞,有的需要刺影,有的需要刺微,就是有的需要刺启,有的需要刺启,有的需要刺启, 刺启,影就影喜,如果这个病啊,带气费,扑通的杂费这些,所以咱们内经啊,还有两句话,用真因之类,在于调气, 犯刺之道,气调二直,记得这句话吗?我书上有,你们可以看,内经啊说的,所以我告诉你,真因究就是调气的,当这个病在气费的时候啊,你砸这个汁,把这个气费,经过的气通开了,病就好了, 但是,如果这个病已经影响了血费了,你刚才刚打字,这个时候,遭了血费,一定要怎么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病在血费,是不是,你们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对,你怎么知道这个病在血费,我在书上提到,我最佩服的三个一家,一个张忠敬,一个孙思明,一个叶天使,原来我对叶天使的最不佩服, 希望金庸的五条小说,最佩服的三个人,最不佩服的三个人,原来叶天使就属于我最不佩服的人当中,现在称了我最佩服的人当中, 叶天使啊,十方派嘛,原来人认为,十方派,轻描淡写,不足一致大笔,实际上不是如此,叶天使一生拜了十七个老师,真正把上海论读通了,又跳出来了,叶天使第一个人。 怎么变,我在这里就跟你说,如何变病在七分险中,我就是受叶天使的影响,叶天使是不是一个微轻一下变的,再微汉之刻也,稻气才可清晰,露营有可透软转气,露邪就空,好邪动邪,只需两邪散邪,是不是这么他说的,文邪上受,首先犯被逆传心中, 就因不得写,而得禁一恨,有一份营业变一份生计,叶天使的温热润不到一万字,自自不计,怎么来的, 叶天使太忙了,领导他的弟子,出诊回来,又洞庭山,爬到半山要是累了,先写一下,老师你那么忙,平常没时间跟我讲课,你跟我讲讲吧, 我一倒,说这个一套,学生呢,赶紧,没有现在的微影机,没有现在的摄影机, 学生你赶紧记下来了,最后呢一整理,乘留微影机,这么出来了,知道吧, 我告诉你 怎么变病在弃平为公 怎么变病在弥陛 张忠敬基本上是不看舌头 是不是 你看看《沙发论》 有几个讲舌头的 很少的几条 舌上白胎的 很少 《沙发论》张忠敬是脉症病治 太阳之为病 卖符是不是卖 偷向降头而无害 是正 一个是卖 一个是人 凭手讲舌 叶天使就发明了 变蛇厌尺的方法 变蛇厌尺就是 叶天使发明了 看舌头 特别在弥陛 怎么看在弥陛期 咱们看在弥陛期 你记住 微分气分看舌胎 盈分血分看舌质 如此而已 盈分气分 微分和气分看舌胎 盈分和血分看舌质 所以 所以人床上 这个病人 你只要看他的舌质有变化了 特别暗 特别红 有余点 有余瓣 暗好 红味好 这个病已经影响到盈分血分 你这个时候 给他一定要点刺出血 要出血 你要不信 你去统计一下 那个王秀珍的刺小量法 你看对什么样的病比较少 肯定是对血分的病比较少 知道吧 对气分的病 用不着 主要是血分的病 第一个是看舌头 第二个 看哪里 病变局部 颜色 有没有变化 只要病变局部 颜色变红了 变暗了 已经影响到血分的血分 要点刺出血 扁头体炎 是不是扁头体红肿啊 只要见到红肿 就是病在血分 你点刺出血 错不了 坐床是不是 坐床发红啊 放血啊 面癱的病人 好多面癱 连发红 放血啊 错不了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对了治疗一些肢体的病 有的需要放弃 这里说 刺寒必至流经者 有流经者就有流罗者 有经就有罗 一般的臂症 那坐股神经腾 都是打 坐床旁观经 坐床旁观经 是不是 环条啊 执鞭呀 城府啊 尾中啊 城山呀 绝股 昆仑 疗效很好 但是有这个股神经腾 你打他几个月 他都不敢 很简单 为什么不敢 这条病 不再经 再落 他为什么说 他为什么不说 有此因者 有此为者 有此寒必者 他怎么不这么说呢 他说 有此因者 有此为者 有此寒必至流经者 你看内经里用词 这得一句词 有流经就有流若 是不是啊 那么流经的 你可以用禅通的方法 他什么呢 此寒必内热者内核 怎么此寒必内热 此不易者 火灵 此大人者 若微 一些达官贵人 怕啥子的 用那若物 上热符 并且 他专门有个方子 比较麻烦 放在那个火里 用那个什么熬他多少天 然后怎么这么 那么很麻烦 你现在知道那个疑似 给他 也可以治疗 但是他有一句话 韩必至流经者 就是流若者 所以这一段 他还有一句话 所以大家一定得读经典 你要不读经典 千万别干迅疚的 是不是 你看看迅疚 也上不去那个导刺 是不是 这一段 这一篇还有一句话 久必不取神者 是其邪落 这一出气息 真是这一天 避震时间很久了 他老是好不了 现在好多 你们看到一些 动物身疼的 我相信美国肯定有 美国好多人 他都天那么冷 还穿着裙子 下着在上面冻着 他能好得了吗 所以好多美国人 到年纪大了 他要换关节 他不换关节才怪了 是吧 老是好不了 怎么办 是其邪落 你看他的腿上 胳膊上 有些小的罗脉 是不是这样的人好多啊 近处其邪 你在这个地方 有几个罗脉 有罗脉 说明这个病啊 不在经而在洛 在经和在洛 不一样的 所以经罗变症啊 咱们现在都不全呢 经罗变症实际上保个两个层次 第一是变经还是变洛 变是在经还是在洛 这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在哪条经在哪些罗 是不是这两个层次啊 现在那边的教材上呢 把变洛这个层次都没有了 所以那是不对的 我说这次我给他罗脉反正 这一次真就知道 我给他讲上了 叫他教材 学生就学 就知道 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都学教材都不学 他又不去读经典去 所以这一块呢 只舍他就出炉了 所以碰到这样的病 他就不会治了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 做过身心疼啊 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脏造那个病啊 他那个老母亲啊 他为什么叫他女儿 那个脏造交给他治 他就做过身心疼 老是好不了 好不了的 我一看 这个腿伤啊 好多的罗脉啊 在这又和其他大夫 炸了好几个油了 又不管用 我一看很简单 久病不去神折 他这个病本来 他就在罗脉不在经 你老是给他炸经 不炸罗 他能管用吗 你必须要给他赐罗 我就给他赐罗 剪刺以后出息 炸完以后 马上就剪刺 炸了几次 腾腾好了 所以他说 那个小蛋不水平安心的 所以才把他的女儿 叫他来给他看 知道吧 所以你回去 你得想一想 你治过的病号 有没有这样的 是不是疗效 不理想 你从今天听了课以后 你会治了 只要是见到这样的小罗脉 记住了 电磁出息 病人马上就解了勤快 尾中如果有罗脉 可以在尾中放血 但在尾中放血的时候 你不要叫病人趴着 他不行了 尾中放血 有个特殊的方法 我也要给大家 你们回去开用 叫病人趴着 这个腿一定要伸直 蹬紧 然后现在用手掌 在尾中放血 打他就下了 他那个静脉 是不是他就更容易隆起了 然后用那个针 打破 这样才能处理多 知道吧 然后呢 好像有个有个医生 问到我 说老师我有时候 这个小的罗脉 给他打破数血了 怎么办 点刺放血 有窍门 你看这个罗脉 它的粗细 有的罗脉很细很细的 是不是 很红很细的那样的罗脉 你就不能用三冷汁 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个 放出血来 大家想一想 你用很粗的这三冷汁 炸的很深 把这个蟹管壁全破坏了 它不出血了 你怎么样才能出血 炸破这个蟹管壁的上部 它的两侧没有刺破 下部没有刺破 它才出血 这就一个技巧 所以那个小罗脉啊 一定要用细针 一定不能炸深了 这就看见那个技巧了 你多放放 你就放出来了 一定要炸的很浅 炸的很准 一炸 把那个小蟹管的上部也炸破了 两边没有炸破 底下没有炸破 它就出血了 OK 就这么简单 所以 什么情况下出血 第一 看蛇质 第二 看病变的颜色 第三 看肢体有没有炸破 第三 看肢体有没有炸破 只要见到这三种情况 放血 进出其息 全给它放出 它的病 马上就缓解 所以 针灸很简单 本来很简单 是人为的高复杂了 下一个病 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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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美容 现在很生形 大家注意一下 美同志 到了35岁以后 脸色 脸色就开始憔悴 脸色就开始憔悴 就总不如年轻的时候好看 这是一个规律 它不肯逆转 但是 怎么来 为什么35岁以后 面色会憔悴 我在临床上我就发现 好多女同志 特别中年的妇女 我给她针那酒以后 我 我们一般的就是 我是一个星期这两到三次 用了多长时间 半个月到一个月 脸色就好转 明显的好转 为什么 会这样 所以你们 这个项目呢 你们可以开展 收下你们自己可以收 这就是内经了 内经 素问第一篇 《上古天真论》 女子 吴琪 35 扬名卖衰 面是瞧 法是舵 杨明卖一衰 面不就憔悴了 所以女同志的衰老 首先是从杨明卖虚开始的 冲卖离于杨明啊 冲卫歇海啊 女同志每个月不得了要经吗 所以你记住 女同志的衰老 首先是从杨明卖衰老开始 面部属于杨明 杨明卖一衰 气血伤不来 面部得不到气血的资粮 她就开始长黄鹤斑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补杨明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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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杨明的气血上来 脸色就好看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在临床上 用什么穴儿呢 两个穴儿 既可以单用也可以说 核用 一个是祖三礼 祖三礼是胃精的核穴 也是胃的下核穴 如果说祖三礼是胃精的下核穴 对不对 对不对 祖三礼是胃精的下核穴 对不对 下核穴都是六合 是胃精的下核穴 是胃精的核穴 是胃的下核穴 记住了吧 所以下核穴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你要记住 不是哪条经的下核穴 你上句虚是大肠精的下核穴 错了 上句虚在大肠精上 它是大肠的下核穴 是不是 下句虚它是小肠的下核穴 但是祖三礼尾中你就容易会 因为祖三礼在胃精上 尾中也在胖黄精上 你说尾中是胖黄精的下核穴 错了 应该是胖黄的下核穴 对不对 祖三礼是胃的下核穴 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所以有个教授 我们去开会 他说你看 教授说我最近学生写了几本书 请你指点 我拿过来一看 办法我就笑 我怎么笑很 就说 都把那个下核穴的概念都错了 说祖三礼尾是胃精的下核穴 上句虚是大肠精的下核穴 下句虚是小肠精的下核穴 对吧 对 不对了 他看我笑 他一个人就问我 我没关系很好嘛 我说你这个书 下一次再版的时候 一定要改 可能学生写的 你没自己看 但人也觉得你老师也不对 是不是这问题啊 嗯 所以下核穴一定是六腹的 你记住 那么为什么用祖三礼 祖三礼是胃精的核穴 大家记住一句话 并在阳之阳之刺阳之河 什么叫阳之阳 阳之阳就是在外在屁股 在外在屁股 这个你们估计我不仔细讲了 记住 阳之阳就是在外在屁股 在外在屁股 要扎阳精的核穴 面肤是不是紫阳明未经的地方 是不是在外在屁股啊 是不是应该扎祖三礼啊 OK了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针灸学家 叫朱莲 写了一本书叫新针灸穴 它上面呢它治疗外感病啊 它就用什么呢 祖三礼 你阳能源泉去吃 是不是都是核穴 嗯 所以你记住 核穴 阳精的核穴 有结表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治疗皮肤的问题 那么大家想一想 皮肤病 可以不可以用阳精的核穴 可以不可以啊 你会治了吧 皮肤病 你要不要忘了扎阳精的核穴 病在阳之阳之 刺阳之和 所以你看看啊 我跟你说的那么多 我说美容 要扎祖三礼啊 啊 外感病 你要扎 也可以扎祖三礼 然后呢 皮肤病 你也可以扎这个阳精的核穴 说了这么多 你还记不住 你记住这一句话 OK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读今天著作 你不用记那么多 你把一句话记住 你知道什么时候给我 高度概括 只需要这一二二读 所以一定要读今天 第二个是为人营 人营在脖子上 原来我们真有科一个老师啊 学历也不高 但是就胆子大 咋人营啊 叫威力霜 好想她前一年来我家住 在这待了一年多 只要是她上班 我们真有科 她的病号是最多的 来了以后病人全躺在床上 全大人营 大人营很难受的 你自己营营这个地方 不舒服的 所以进度卖度 是不是啊 所以 动脉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她大人营 来的病人她就在床上躺着 她说你看 我咋人营 只要找我咋子都漂亮 嘿嘿嘿 她有美容的作用 当时呢 我们前代民主任 她有个手法叫烧山火 透天凉 展上这就发热 她说我的病号 我给你们不用做 她就烧山火 展上以后好多病人啊 脸发热 脸部啊 又发热 发红 所以她的面色它就好 任营学 我还得在一个诊室里了好多年 她的理论呢 她是按西医那头来的 她是学西医的 她说为什么我咋人营啊 你看啊 人体最重要的 一个是脑袋 一个是心脏 任营呢 上面是脑袋 下面是心脏 我把她脑袋跳好了 把她心脏跳好了 所有人的她就好了 她一辈子她就用人营 疗效非常好 我们都叫她为人营 但是我从她这个地方找她启发 实际上有她的道理 我的书上有多了些解释 你们可以看 有她的道理 效果非常好 但是呢 咋人营啊 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刚刚感觉 手底下没有树尔 尽量的不要炸 你千万别炸 把动脉给它刺破了 一定要避开这个动脉 炸这的时候呢 别人躺着 用这个大拇手指头 把这个动脉 别开 然后再把这个炸进去 别开 大拇手指头把动脉 按着 稍微一推 然后把这个炸进去 不要做大量 大幅度的体察前段 起劲的时候要按压针区 美容啊相当好 那么你要是害怕 炸的话 你就每天没事自己这么揉揉 每天自己揉揉 为了经常针针组三礼 就可以了 是吧 道理你明白了 是吧 所以 学针灸啊 完全明白道理 我这个人耗针牛角尖 弄不明白 我就一个劲 我得到思考 脾虚啊 善思 是不是 嗯 老实想思 我当时我就想弄不明白 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 我怎么才能成为名医 名医 不想当将军的医生啊 不想当医当军的事情 绝对不是好事情啊 因为我头小提罗多病啊 我当 我这个医术高明了 我自己可以受医 我的 家里老人可以受医 是不是啊 我的亲朋好友可以受医 我可以为更多的人 这个解除病痛 怎么才能成为名医 那些人历史上那么多名医 人家怎么学的 我怎么才能成为名医 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 我的结论 就是六个本 读经典 左脸床 你就记住这六个字 你就记住这六个字 历史上的名医 都跑不出这六个字 读经典做临床 一定要让他们习惯 白天看病晚上看书 现在你看 我的办公室里 已经四大经典 我的窗头上也有四大经典 我再忙每天 我至少看一个小时的书 躺在床上就看书 看着看着睡觉 然后呢 书读百遍 七一字进 神经读 就把那个意思读出来 你就明白什么意思 然后怎么才能长寿 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正在大陆啊 正在这个演各种武侠的电影 好多这个合法通言的太极高手 一看我现在连太极拳啊 肯定能够成为一个废大人 结果我就看陈氏太极拳 和阳氏太极拳那些那些大师呢 我看他们到底能活到哪岁数 我一看大吃一惊 他们活到五六十岁 全部嗡乎哀哀哀哀 我那个学生也非常喜欢打太极拳 济南市也有一个太极高手 结果也是五六十岁 假何夕去了 连特弊权怎么能短收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边 我就北思不得其解 我一直想问明白 白玉记录一句话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再一个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 那时候八十年代气功日 我们学校有个老师 退哪课的 练气功那个水平很高了 这么后边教师后边那么远 就背对着他 找几个敏感子 他在后边发功 这个手往前一推 病人就往前一摇 往后一拉 病人就往后一摇 功力够可以的吧 偏袒的病人 这个腿抬不起来 一发功 一抬 病人的腿就随着 他们手就抬起来 然后再一按 病人的腿又下去了 水平够够了吧 日本人请他去讲学 回来以后 他一通结婚 他媳妇就和他吵架 回来以后又和他吵架 又累又气 一下子脑一血了 我每年我们都去看他 去见了他 他就哭啊 我来之前不到半个月 我们学校又有一个教授 73岁 练气功又死了 我建议六岁之前别练气功 在家中可以 没人一直 你生气了 没人打脚 你古代那练气功的 为什么要到神山老雷里边去 我告诉你 练气功啊 你可以一道气道 你对这种气的调控 你能调控 我也练过气功 并且我书房后边记载那个病 身验身影疼 老是治不好 我一根就给他打好了 我是用气了 但是你发现 历史上 只要用气功之的 没有一个场所 气是客观脆白 我们济南市有个千伏山 每天早上好多人就爬山起 我们系的老主任 他的家族坐在最前面 每天早上不堪气劳 他们睡醒觉了 那山上啊啊的喊了 他就有一句名言 你听他这个人喊山 用不了三年五年 听不到他动静 找不着他了 为什么 现在好多人也养生不得法 气不可好 绝对不能好 好气没有长寿 历史上最长寿的人彭祖 据说花了八百多岁 为什么花了八百多岁 我告诉你 他有个办法 气疗 明天我要给大家讲 他最后呢 他说我少花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少花了一段时间 我吐疼磨的时候 吐的都太晚了 所以啊 这个气不可好啊 讲课是好气的 做病人也是好气的 做病人也是好气的 所以建议大家 尽量的内经上说的 心无手落卧虎 心无内幕 路代归人 你要真正干那个做 聊笑会非常好 好气 你可以那么做 但是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替你的 单全之气 过来 你要用意念 替你的单全之气过来 建议你不要用 要不你去试试 昨晚你要深受其害 我有一个学生啊 就是跟着陈来明教授 学说山河图天亮 现在的济南也是明医了 一天看将近一百个病人 手法非常 高老师 我 千年就告诉我 高老师 我最近身体特别差劲 我说你再继续 继续做 他现在就不敢过了 把那个气好了 你好不了 那么人体内经络的气 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阴微之气 一个是元气 所以你要养生 第一要调阴微之气 第二调元气 只要阴微之气和元气正常了 你就能成熟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些学位就很简单了 孙子苗活了一百多岁 生育公元581年 孙子公元682年 有人说他生育公元540一年 活了一百四十多岁 他在前进发生当中 记载了三个学位 可以摆病解治 其中一个学位就是祖三礼 祖三礼就是调阴微之气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 祖三礼是不是保健要学 落药安三礼长不干 不与不究祖三礼指人远行 古代要读远路的 你这个人不就就祖三礼 你别跟着我 你跟着他 很好的保健作用 他就调阴微之气的 调味气的 从后天入手 那么还说了一个小时候 太西穴 可以摆病 永全穴 可以摆病解治 永全穴是不是肾经的小时候 他是调元气的 所以你记住 养生保健 就是调阴微之气 和元气路说 记住了吗 真久要养生保健了 那么你看一看 太西 气海 官员 神说 是不是都是调 同元气路说 如此而已 素问上古天之论有一句话 神者诸水 受入五脏六腑之经 是吧 五脏肾 而能写 所以肾 先天之经 需要后天之经的滋养 所以人的衰老 有肾气的衰老 元气的衰老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你要抗衰老 就不宜人体的元气 同时 你要以气血 生化之源 不宜人体的英伪之气 只要你的元气 和英伪之气 运行弄长了 身体就会出了大问题 所以养生保健 就要同这方面路上 我在书上还记载了一个 扁乔新书 《斗财》 他记载了一个故事 所以抓住了一个老贼 这个老贼九十多岁了 他是才华大道 这二门晚上上墙爬舞 遭探良家妇女 最后九十多岁了 最后把他逮住了 逮住了 这一个狱卒 觉得挺奇怪 你说九十岁了 谁今天这么厚 你有什么绝招吗 马上就心形问斩了 这个狱卒对他挺好 每天给他送饭 这个老贼就说 我看你挺好 对我也不错 这样吧 我告诉你吧 你看看我的肚子 官员那个地方 纠点都撑着疤了 知道了 所以这个可以演演艺术 这就是神圈 这个明天我给大家讲 这个 祈疗啊 有很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 非常好的养生保健 啊 时间性变证 我下边得给大家讲讲 怀管扭伤 是不是伦床非常常见 关节的扭伤 针究的疗效是最好的 特别是怀管节的扭伤 那你只要扭着扭着了 当时给你针究 马上就可以走路 脚也不会走路 我自己的脚就扭伤过两次 大家知道有一句诗 叫 不识如山真面目 只冤身在此山中 大概是90年前后 我呢 到庐山江西的庐山 参加全国乌创腾的一个 针究学术研讨会 早晨起来 还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们当时就住在美庐 就半山腰 说咱们去看日出息 我们两个觉得年轻啊 就翻山越岭去看日出息 翻过了一个山还没到 又翻过一个山 要往山下走的时候 看到山下有条路 我就一跳 广机就过来了 这下个麻烦 还想再回去 很难回去了 要是不回去往前走 要回去也很早心 人家给我走那么长时间了 人家没法看日出了 我当时呢 我是右脚外怀那里面留了 马上 我就连着这个左侧的养老穴 然后我就活动 这么一活动呢 疼痛马上就缓解了 我说走 咱们继续走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没看到日出 第二天 有导游领了 我们不到半个小时 看到日出 所以我告诉你 你学一 看日出一样 你要走错了路 走不对路 下着功夫再打 你也打不到那个目的 知道吧 我自己 怀怀的扭伤 就两次 这是我第二次 所以我当时我知道 我当时我就按一样 解的就好了 第一次扭得很厉害 就是还是我知道 金星网友商那个事情 那一年我们就到那个 县的中医院 去扶贫嘛 医院对我们很好 把我们安排在县政府的招待所 每天 要用转车 接我们上班 接我们下班 我是队长 然后就给我那个同学 说咱这样 有四个老师 叫接老师就行 我说咱们的同学 咱们就自己走吧 所以下班呢 我们就自己走 走在县城那个路上 走到快道宾馆的时候呢 因为县城的路不是很宽 从对面就来这个车 来这个车 我必须上边去躲它 这个边上 有大堆电线杆子 在那个地方堆着 水滴的电线杆子 我一下子就上了电线杆子 跳上去了 跳上去了 就走到前边 那个车锅起了 走到前边一看 坏了 前边有大滩水管 一大滩水 我就纵身一跳 光机 就扭到那个地方去了 幸亏啊 离那个宾馆 在研究里还有二十米远 当时我那个同学 你扶着我 就一圈一轨 一圈一轨 好不容易上楼了 等到上到宿舍的时候 我这个怀管节就种得好馒头一样 当时呢我说拿这个 扎这个 我就在这个局部啊 扎这个 扎围刺 不管用 不管用呢 同学呢 当时都吃饭的时间了 说不行 我没钱 你们先去吃饭去吧 同学说我行不行 我们给你烧毁点人 你再吃吧 同学都去走了 我在那个地方 我就着急 你说本来是给人家服务的 自己扭伤了 怎么去上班 我还是队长 另外 我第二天 我有个学药的一个同学 学中药的一个同学 他要到那个 到那个当地一个山上 宜蒙山区吗 要去采药 明天早晨一早五点钟 就要坐 坐车走 我已经说过了 我要送他 我这样 我明天我能去送他吗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 我就着急 我突然想起来 关节对应缺乏法 六次法 六次 所以我就在这个手上 我就 压疼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压疼 然后我就试着 活动活动脚 当时就能活动了 这把我高兴得了不得 然后马上我就拿起针来 朝着自己这个养老宣 就扎进去 扎进去十一年 人活动不弄 一点不疼了 高兴了我就起来 在这个屋里走 不疼了 小不跑 不疼了 等同学们把我送饭来的时候 看到我在这个屋里 这么来回走 他们都不等口 你小子是不是装的 是不是想着叫我们专门 把这个饭烧来 刚才你的一动不动 现在都一点事没有了 我那这个真也没舍得起下来 我留针留了两个小时 留针留了两个小时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不仅觉不疼了 而且这个肿全消了 我走了大约有两三里路 把我同学专门送到七十三 回来一点事都没有 我自己进行怀疑 我自己进行怀疑扭伤 我就两次 我治的这样的病 太多太多了 大家知道现在 大陆都是足球队甲击联赛 泰山一个鲁灯的足球队 我五个学生在那个地方当队一 这么多年来 只要在紧南比赛 他每场他要给我送两张足球票 虽然我一次我也没去看过 但是他每次他要给我送 为什么 他们都知道 扭着绝了扎着上场 很简单 怪不怪 你只要刚刚扭着 解着扎着 一定要活动局部 局部连重他也不重 连深处他也不深处 你说怪不怪 不信你们可以试 对策的养老学 但是 有一次 一个学生说 老师 我用对策的养老学不敢用 我说行 你早来吧 来了一看 他那个扭伤 不是在外怀的下方 我说 怀管界的扭伤 砸对策的养老 一定他要是在外怀的下方的扭伤 那么你在养老学这个地方给他炸烂了他也不玩用 你应该得 受 绍阳三脚经的阳尺 照样疼 这样才管理 嗯 所以 所以 关节 怀管的扭伤 大部分都是外侧的扭伤 外侧的扭伤 大部分都是外怀之下的扭伤 沙迈学那个地方扭伤 所以 炸烂老就行了 如果是外怀前下方的扭伤 要炸对侧的阳尺 记住了吗 嗯 一定要找亚奉迷 嗯 我治的这样的病啊 治的太多了 刚我们学校我就不知道治的到这利了 学校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同学 要打各种球吗 各种比赛吗 他经常就扭伤了 是不是 我的书画我就记载了一个 那次我上楼吗 上楼看着我们学校的一个年轻的女老师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前天篮球 排球比赛把这脚给扭了 我说上班公司打这吃 我给他揉揉 我说多多脚 一倒脚结着不打疼了 我说数月二三考试三升 结着做脚 扎上针去以后 走了几步 说了一句话 把我下来打跳 告诉你太伟大了 这句话挺高兴 我真想拥抱你 我说别 一下子跑了就上他办公室去了 一次就好了 所以疗效非常好 疗效非常好 带一个习惯节的扭伤 同样有效 关键是招准压藤点 知道吗 最关键是招准压藤点 招准压藤点同样有效 但是你可以要再多打他几次 才能往前后 你压藤点也会有变化 是不是 那么你就在 在养老和养池上上一点 招压藤点 记住了吗 还是那句话 显一指念之藤来次之 念一次 记住了吧 然后转淫而行之 还是那句话 关键是一定要招准压藤点 你只要有招 当时不咋人给它揉揉 才能缓解 这种情况下 我告诉你 我露脸露得太多了 下边呢 给大家露脸了 可是如果是内怀呢 内怀就不能打那个地方 内怀的扭伤 比较少尽 内怀的扭伤 一般你要在太原附近 照压藤点 特别个附近照压藤点 习惯在扭伤 这个不说了 这个不说了 咱们同学有网球轴的 是吧 是不是有网球轴的 那么有网球轴的 我下边呢 可能快到点了 我就示范一下 网球轴 这个 另外呢 还有时间性的病症 我不给大家讲 大家自己看 我这次来啊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弄明白 我来了以后 我可能我就明白 差不多了 就是在国内 好多时间性的病症 我不知道 加州这个地方 这种病症多不多 就是两个小时 像这样的病症 很简单 只有一个小时以前 我这个说法都有 今天不讲 但是在加州目前 我还没碰到这样的病症 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病症 你可以试试 我想全世界这个事件 我现在想弄明白 明白一个问题 是不是都是南那个 时辰来的 在我们济南那个地方 很准确 就是两个小时 一个时辰 这个病啊 它就是这样 发作两个小时 在这儿呢 我告诉大家 有这么一种病 就是失眠 好多病人啊 早晨 晚上露睡比较快难 睡到半夜了 醒了 睡不着了 往明天的时候 又睡着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什么时间醒啊 我告诉你 我见到的 绝大部分 是一点到三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 从今天以后 你就会知道 你咋那 所有的穴儿都不管用 只咋一个穴儿就行 什么穴儿 太充穴 太粗 对了 一点到三点 是处食 是器械留住于干净的时候 你就咋干净的书去了 并时间失慎的取得书 就是说呢 什么时间咋 交往比较好 你有病人的时候 尽量的有到下午 尽量的有到下午 可以下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没有晚一点的下午 晚一点更好 你要病人在冷睡之前 咋的疗效更好 你只要你上夜班 那个可以 这种十年是不是很多间 以后啊 你就会知道 很简单了 然后你给他打算机会 你再看看 你在行的时候 看下表 三点之前行不了 就是这么奇怪 还有的病人啊 肩周炎 白天不疼 晚上疼起来 疼在窗子坐着 保密圈的时候 又睡着了 什么时间 大博平等一点多三点 咱什么学位 都知道了吧 就这么简单 太简单了 是不是 一把窗尺开一把锁 以下的嘎巴就开房 那么咱们有个同学 有一个医师 可能谁网球桌 那么我可以 给大家知一致 怀管节扭伤也好 各种管节扭伤 大家记住 只有要打对策 都要真对策 为什么真对策 我建议大家回去 好好看看 素问的六次论 内经有句话 善用真者 真正知道用真旧的人 同样隐隐 同意一样 一右之作 一左之右 你要知道 左边这个病 左边 这是善用真者 以我之笔 以表之力 见为得过 又之不得 不会错的 是网球桌 我在工会那个地方 我讲过了 我原来我也 扎局部 了解不好 有个病人 短了年后 碰到我 高大夫 不认识我了 我说 你忘了吗 我那网球桌 让你一次给我扎好了 我一想不可能 我怎么一次给他 我有那么大的病是吗 我就问他 我当时 我怎么给你执子呢 你忘了吗 叫我坐着 没给我扎这里 给我扎在这里 我一想 那是我第一次 使用这个六次法 给他治疗 关键对应权法 治疗这个网球桌 结果他没再来 结果就我一次就治好了 这样的话 是梁医生是吧 那你过来 我演示一下 拿在这里吧 好吧 好吧 我是搬东西 搬多了以后 这边 这边 这里疼 坐下 这边疼吗 是这里疼吗 是这里疼吗 是这里吗 是这里吧 特别疼是吧 龚骨外上科研 对不对 往前走 你坐着这样 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不疼 往外扭 有时候我就拿东西去 往外扭 往外扭 这样疼是吧 就这个地方疼 是这里疼吗 对 好 怎么办 不长这 对侧 对侧 黑骨小头 找个丫头 你自己找过没有 过了 很痛 管用吗 那边 按着就好一点 按着就好一点 你可能自己不在室里面 上一次来讲课的时候 没去听课吗 没听课 上一次就有一个仪式呢 也是 课间为了 我自己看看 他自己看看 当时就不疼了 找个丫头点 找个最疼你 找一找 一定要找找 再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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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吗 也不是 再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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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己活动 活动活动 好了 这些还越疼 哦 越疼越疼 就翻了 试试 手有变化吗 可以 或者现在哪个地方疼 好像没那么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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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么疼了 这边疼 这边疼 对 你再试着胳膊 我问你 看还疼 这边疼 你带了 箱子 有点 嗯 哪个地方 执一执 这里 这里是吧 好 你找一找 这个压疼点 一定要找住 这样疼吗 这样疼是吧 很疼是吧 很疼是吧 对 不那么疼了 真的不那么疼了 真的不那么疼了 对对对 这边疼了 你再试试 试试那边 好 你这边疼了 你痛了 里头大吧 里头 针尿也 真正 再剪一遍 不用针了吧 对 不那么疼了吗 对对 是不是不那么疼了 对 一寸的针 对 对 对 你那个痛是不是在骨头上 没有在骨头上 我说123 因为这个针太细了 有没有粗一点的 没有 没有 这个针呢 一定要粗一点针 它自己的样子才能住 好吗 你这个针太细了 对 我说123 你大声咳嗽三声 好吧 嗯 来 123 咳嗽 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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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怎么样 好了 好了 嗯 嗯 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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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硬好了 烫点不要紧 你活动吧 烫 大家知道 我治这样的病 太多了 嗯 我喜欢钓鱼 有时候啊 有的钓鱼 钓鱼 他喜欢用大肠杆子 他要天天的甩根 这个地方就疼了 不用炸针 一揉 再接的就好 嗯 知道吧 这个网球座非常常常 就炸这些地方找三个 是 最好呢 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用脆点的钓 嗯 一定要炸到那个疼痛的那个点 他了解 他了解 那时候我自己摸的这个地方是有轻轻的 这个地方 你那个疼痛点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你这个地方疼痛点不是一个 大片 内侧的疼痛点不能轻轻的 对对呀 照页 很简单 在内侧照页 很脸 嗯 你一定要在 大家记住啊 这叫关节对应取消 你知道这个 好多病你都可以治了 就是周关节 跟习关节对应 腕关节 跟肺关节对应 肩关节 跟跨关节对应 所以肩周炎 你会知道吗 试试 你回去自己找一找 你那个肩周炎的话 在这个地方肯定有压疼痛点 你不信 你是 肯定有压疼痛点 你找到那个压疼痛点 扯一扯它就好了 那夸的疼痛 会知道吗 但是一定要找压疼痛 但是一定要找压疼痛 这个地方 你很难找吗 找压疼痛 你肯定能找到 这个地方蛮全的 不是这个 什么样的病 用这个方法 第一 它的疼痛部位 比较局限 它不是全部疼 就在一个地方疼 第二 它的疼痛部位 非常固定 它永远就这个地方疼 它不会今天这儿疼 明天那儿疼 它来回跑 不是这个 固定而局限的 这种疼痛 都可以用这种六次法 左边有病 扎右边 右边有病 扎左边 并且是上面有病 扎下边 下边有病 扎上边 记住了吗 但是一定要找这个压疼痛点 它往往是在学位的附近 而往往不在这个学位上 是在学位的附近 记住了吗 因为这样的病呢 内经啊 说的很清楚 它是在落 不在经 它是欲经相干 但是不在经 欲经啊 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但是它在落 它不在经啊 都是在 学位都在经上 所以它在学位的附近 而不在学位上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压疼痛点 我说的羊老也好 我说的羊池也好 就是在羊老和羊池附近 找压疼痛点 记住了吗 它不一定非在羊老和羊池学上 找那个压疼痛点 所以如果你那个压疼痛点比较多 疼痛点比较多 你对应的地方压疼痛点也比较多 你给它扎一枝的时候 只解决一个压疼痛点的问题 压疼痛点越小 越少 要小越好 压疼痛点多 你可能需要多压疼痛 明白了吧 所以它就是 这个是很准的 你们可以试 你们可以试 老师要是它同时两边都痛 两边都脏 找了 同一个时间脏 不一定 你今天先有这本 明天也有那本 就是说不可以同时两边 也可以 那跟你这个妙次不是有点比较多 不比较多 我扎这边是给它扎的那个王秋洲 我扎那边你可以临床观察 我扎这边的 是吗 这边王秋洲减轻 那边不会有面前减轻 老师这车疼呢 扎哪 在内侧照压疼痛点 照压疼痛点 在西关键的内侧照压疼痛点 刚才我讲西骨关键炎 是内侧的 我在尺子学照压疼痛点 对不对 外侧你不都在尺子了 明白了意思吧 老师那如果是半夜半呢 半夜半损伤啊 半夜半损伤啊 在里面 第一是在地手机 局部扎这儿 第二 只要半夜半损伤 他在西关键有一个明显 一个局部固定的压疼痛点 就可以扎对侧的主关键 主关键如果有 他这个地方 西关键有 局限而明显的一个固定的压疼痛点 你肯定在主关键能找到一个相对应的压疼痛点 明白吧 如果他这个地方压疼痛点不明显 你没有必要扎这里 打局部就行了 嗯 并且半夜半损伤 往往在大柱学校也可以找到压疼痛 大柱 好吧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周灵穴是什么 这就是周灵穴 这个就是周灵穴 我扎的就是周灵穴 我给他起的名字 嗯 明可明匪长明 道可道匪长道 给他起个名 他就叫这个名 知道吧 嗯 老师 那个妇科的阴道爷那些 可以知道吗 前一病 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学位 三一教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说了 你说的很对 你说的很对 你是在内地上去学吗 内地带过 可是我是在这边学 这边的教学质量很高 是不是啊 干净罗阴器 治疗千阴的病 大家千万千万记住 不要忘了周灵穴 最常用的穴 这一条黎沟穴 黎沟是左边干净的罗穴 它一条脂脉 从黎沟穴分出来 然后直接到潜移当中 所以灵烁经脉篇说的很清楚 实则挺长 须则搔痒 去之所别也 保抗男同志的 杨威也好 强中也好 都可以扎离狗 保抗女同志的引导演 千阴搔痒 那一定要扎离狗 保抗一下不孕症 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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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孕症 在大陆非常常见 就是压力太大 三代单传 好不容易去二媳妇 老婆婆在门律门之前也叨叨 你看人生个大胖小子 人生个大胖小子 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然后在家里泡西瓜西又不喝 天天生气着急 压力又大 不回应了 想要孩子就要不上 就是挑干净就行了 这种啊 主角你赶紧挪引起 嗯 嗯 嗯 是吧 病人有脑 什么 哦 脑鸣啊 哦 他就是睡觉 你到一静安静的地方 他就会 睡觉 耳鸣和脑鸣不一样 耳鸣和脑鸣不一样 脑鸣啊 雷床上确实是十有所见 我 我遇到了大约的十几粒脑鸣 我治好了大约只有三分之二 有三分之一到现在我没治好 脑鸣是很难治的 啊 但是我治好那几粒 我怎么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试试啊 第一个呢 我是根据内经有句话 脑为随海 七叔上在七盖 下在凤腐 随海不足 则脑转耳鸣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脑鸣是脑子的病 他上通的数学 一个是百慧 一个是凤腐 所以百慧和凤腐这两个修 一定要用 啊 百慧和凤腐一定要用 再一个呢 内经啊 还有一句话 上气不足 啊 也可以出现耳鸣 或者脑鸣 这样呢 我一定要会给他加上一个神脉瘦 神脉 神脉 神脉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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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有一个方子叫义气聪明汤 义气聪明汤 就是补中义气汤差不多 转门治疗头晕耳鸣的 他脑鸣也好 他就是个气 皮肥之气上不来 清阳之气不生 脑死缩痒一起来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肾经亏训 嘴海不足脑死缩痒 所以我上这样的病 我在那床上 我就给他来个傻瓜治法 什么傻瓜治法 叫病人趴着 这里打个北汇 这里打一个凤府 然后皮疏 甘疏 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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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脉 是不是 这几个病界 几病我都给他包裹进去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三分之一的病号 国民治号 我也请教过全国许多的一些 中医和针医专家 看着到现在 我还没有的 但是我确信 炎病不可治者 未得其朔也 炎酒急之不可取者 非其朔也 还是我的水平 没到那一步 你说 是不是不能讲 像眼睛的病 比如说眼压太干 哦 眼睛的病 是吧 是 眼睛的病 大家不要 大家注意啊 眼睛的病 你自己去做了 我要做笔 你把它切下来吧 把本拿回去 就行了 自己切下来吧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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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多了 谢谢 不客气 好 那么 你这样 你老是刺激他 疗效会挺好的 你穿上还得炸着针 这个地方还有点感觉吗 是不是 对 穿上那个针 还得那么炸着 谢谢 那个眼睛的病啊 在这的 河谷是常用吧 太冲也常用吧 光明也常用吧 精明也常用吧 这个我不跟你说 啊 眼睛的病 还有两个常用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第一个是风痴 风痴 我在教的时候 给一个同校打过 嗯 为什么眼睛的病 你不要忘了炸风痴 只要是眼睛的病 不要忘了炸风痴 你看林无数的大破坏 他上面讲 这个眼睛啊 后边有个眼细 就是一大把子 这个经脉 然后从眼睛啊 到脑子当中 最后出于哪个地方呢 出于相中 就从脖子这个地方 解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经脉啊 和这个眼睛通着 所以眼睛的病啊 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在风痴和天柱附近 找压层点 风痴和天柱附近 找压层点 找到压层点 然后炸肢 朝鼻根方向 通那个 朝鼻尖方向刺 是吧 这是一个小孩 一定要用 第二个小孩 做三里 因为这个眼睛 治肝治胆都知道 我说 我就不说了 那个小孩 你该用 你用 念口喝苦手 你也知道 这个都知道 我也不说了 第二个小孩 就做三里 为什么要用 做三里 主阳明卫经 从木系路落脑 所以还是那句话 学一不明经落 开口动手便说 主阳明卫经啊 有一条经脉 到眼睛 然后痛眼睛到脑 所以主阳明卫经 是连着眼睛的 主阳明卫经 是不是 下边 是不是主阳明卫经的修尾 它是倒眼睛的 它是经脉所过 主治所的 好吗 那就可以试试 嗯 当然呢 你也背书穴 你们说干书 胃书 身书都可以用 是吧 到点了 好 谢谢 好好 好 那就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 有一种叫做 Restless Lick 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就是病人晚上 我就是晚上 我就是我也又不行 他晚上他的脚 会很痛 会自得一直这样 踢踢踢踢 一直在告课 是不安腿共和证吗 对 不安腿共和证 哦 不安腿共和证啊 就是不安腿共和证 就是不安腿共和证 是吧 这个腿啊 睡觉晃不着地方 对不对 很难受 是吧 对 那就不安腿共和证 不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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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腿共和证 这个病能常常常见 这种病啊 第一 你问他 这种 他这种难受 有没有实践性 记住了 如果他有明显的实践性 他就是这个时间疼 你就应该时间性病人给他治 你看他晚上 是不是整个晚上都难受 还是这两个小时左右难受 那么你看是水 哪个时间 你看我的书 你知道应该长什么区 如果他是整个晚上都难受 你记住了 这个病得阴阳 阴阳 阴阳的阴阳 我在加州中医师联合总会讲课的时候 我提了一个意见 我说这个太极图二 我说这个太极图二 有问题 这个太极图二好多人都不会画 一画就画 画对的可能性只有四分之一 这个画得太大了 可以啊 这是个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不是黑的 这不是阳 阳一定要上升 阳气要升一组 太阳都是土冬放出来 这是冬者的体和地安的土冬翻的 只有这样你才读内经的时候 你才知道原来阴阳是这么个事 这是紫时 这是午时 这是老时 这是油时 上面是白天 这里是晚上 大家看 晚上就不敢吹东方针 你看是 晚上输一阴 是不是整个晚上输一阴 那么他就病在阴 病在阴 所以你看灵书顺其一日分 四十天处是很清楚 白为阳 从这里到这里是阳中之阳 从这里到这里是阳中之阴 从这里到这里是阴中之阴 从这里到这里是阴中之阴 所以大家记住啊 晚上睡觉啊 千万别敲过子时 这段时间睡觉是最后的 敲过子时 十二点你再睡觉 阳气已经开始生发了 从一阳则生逆子则死 那你自己给自己整吧 常受的人都是顺阴阳 知道吧 嗯 那么你看看啊 路过是在 你看是 路过是整个晚上 总而言之 他就是在阴阴 白天数一阳 夜间数一阴嘛 对不对啊 路过在上半夜 它是阴中之阴 路过在下半夜 它是阴中之阴 嗯 然后你就分析 这个病得阴阴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第一 这个病人 阴虚 可以出现啊 第二个病 第二个情况 你看看 他是不是有阴虚啊 阴时所养 感染阴虚 阴时所养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他有阴邪 这种阴邪 这种阴邪 往往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有寒邪 寒邪 夜间阳气 它是相对来说不足的 所以这个寒邪 这个时候 他有寒邪的话 这个时候 他就容易发病 阳气不足嘛 他腿特别的很凉 很冷 他有寒邪 这是阴邪 寒邪 是不是还为阴邪 第二个 他有淤邪 淤邪是不是阴邪 也是 第三个 他可能有弹食 无非就这种情况 那你去辨证 总的原则 这个病在阴份 在阴份 有虚食两类 虚是阴虚 干身阴虚 食是有阴邪 阴邪又分为三类 弹邪 弹食 淤邪 也可能是 这几种因素 交织在一起 那你就辨证起 他跑出阵方面去 明白了吧 所以我告诉你 任何病啊 你脑子当中 一定要清楚 虚无空那么厉害 一个根头十万八千里 尿小便了一下 没有跑出路来 把这手掌心 是不是 今天来到这吧 明天再问 明天 很快的问题 是老师休息 好 那就在明天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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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开 谁会操作啊 哎呀 那个 嗯 嗯 现在把你操门 都要 呀 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我们要尊重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产权 所以说没有录音 没有照相 希望大家尊重讲员 这是高教授之前 也是特别讲的 就是说咱们都是博士生了 都有这种水平在那个地方了 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你照相的话 他在上面对他的眼睛也不适合 OK 谢谢 今天咱们给各位一块探讨一些奇疗 我想说我这个奇疗的研究一个过程 我的孩子今年20岁了 我搞奇疗的研究 系统的研究也搞了20年了 1989年 我的孩子出生了 出生以后 第66天 就开始拉肚子 不泄 当时是在老江 出生的 所以拉肚子以后呢 就赶紧 回到省城济南了 孩子很小 所以我们学校南边就有一个西医的大医院 前复山医院 赶紧到他 因为孩子很小不好吃中药 就选到西医院小儿科 找他们主任看 当时呢是诊断一个秋季腹泻 小儿的秋季腹泻 给他用O-S口肥液 等等一些西药 先给他用西药治疗 跑不了 不管用 不管用怎么办呢 然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推拿 小儿推拿 治疗的小儿腹泻 聊天非常好 我们那个山东 那个七路推拿 在中国应该是读书一致 不客气的说 小儿推拿 在我们中国是最好的 我们山东是最好的 上海推拿也不错 但是要学小儿推拿 上海的到我们山东去学习 我们山东的小儿 在全国不客气的说 我们是最好的 所以孩子呢 先吃西药不管用 然后就找我们 推拿科 推拿代款 到家里去 给他做小儿推拿 还是不管用 一天拿十多次 然后呢 我就想给他蒸酒 给孩子蒸酒 孩子的奶奶啊 坚决不同意 你不能给他蒸 这么大的孩子 你给我蒸坏了怎么办 小胖子小腿的 你给蒸坏了怎么办 不行不能蒸 就坚决不让蒸 不让蒸这怎么办 是那么办法再吃中药吧 然后就到我们省中 一小儿科 找主人 开中药 给他灌中药 吃了一个多星期的中药 还是不行 还是拉肚子 但是小孩拉肚子 天天你要洗那个 尿布 当时呢 我正好阻研究生 客车也非常多 然后 我媳妇呢 她就特别在那个地方 弄孩子本来就累 天天还拉肚子 还要给他 还要给他伺候他 所以呢 她就 有点呆怨 她说你看 你还是研究生呢 你自己孩子拉肚子 都吃不好 我说我是干成牛的 我给他炸成牛 你们有不愿意 我说再给他炸汁 她奶奶说你敢 不能炸 孩子这么小 不能给他炸汁 所以我那没办法 那怎么办 所有的办法都用了 心里也不舒服 可怜天下父母亲眼 看着孩子一天天的瘦下去 多的时候拉十几次 最少要得拉五六次 一拉拉了66天 从第66天开始拉肚子 又拉拉了66天 两个肚子 就没给他治好 这个拉肚子 这个这个 所以呢 心里也不舒服 特别就变成一封刺 一封刺 心里更不好受 可是是一想也是啊 自己学中心学这么多年 你看自己孩子拉肚子都不好 心里很不舒服 当时呢 我就 这个 我的家啊 就是在学校里 一间 学校校园的一间房子里 就在学校校园里住 这个 离学校的图书馆也很近 所以我就开始 不行 我看看在古代的书上 知道小儿的拉肚子 还有没有什么好办 我就到图书馆去查书去了 查书以后 我看到一个古书上 有这么一个方法 他治疗这个小孩 酒械 白药不孝着 老师治不好的 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所以用一个药 沿成细沫 沿成细沫以后 用 金叶 或者是枯酒调和 什么叫金叶 金叶就是唾叶 这个枯酒是什么 枯酒就是醋 你看到古代文乡 他有时候叫枯酒 或者说 就是口中的金叶 就是唾叶嘛 对不对 枯酒 枯酒就是醋 调和 铁渡旗 可以治疗小儿酒械 我看了这个方法以后 我想这个方法可以用 第一,太简单了,第二,对孩子没什么痛苦,也很安全,最多就是没有效。 所以我看了那个办法以后,当时我是中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方法。 看了这个方法以后,我就赶紧帮那个书一扔,骑着这个车,我就跑到月亮去了。 买了三十克,什么样子? 我那书上来,我是不保守的,五倍子,我就买了三十克五倍子,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花了三毛钱。 花了三毛钱,买了三十克五倍子,拿回家了以后呢,盐吸木耳,算了抽了,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盐吸木耳,那怎么办呢? 我首先呢,我就采用没办法。 刀蒜的,刀蒜的,刀蒜的,十斤找,找到满头大汗。 然后呢,能用那个盐面杖,十斤盐,盐了盐,盐了盐,盐了盐。 因为下午两点,我还要上课,忙活的,连中午饭我都没顾,没得顾得上吃。 所以呢,我就给他贴上了,贴好以后啊,又带我上十指腾高啊,上十指腾高大家知道,是吧? 嗯,去腾高,贴上,贴上以后啊,下午我就上课去了。 等了下了课回来,我一问,说没了,我很高兴。晚上我又去上自习去了。 上自习回来,晚上将近十点钟回来,一问,没了,很高兴,非常高兴。 第二天早晨起来,一问,晚上没拉,很高兴。上午又上课去了。 中午回来,一问,还没拉,害怕了。我现在别给我唱公主,麻烦了。 人家一天至少拉五六次,然后我就赶紧把它剪下来吧。 当天又拉了一次。就铁了这一次,孩子比好。 到现在二十岁了,从来没拉过肚子。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拉肚子拉六十六天。 用那么多方法不管用。就要铁我被子一次铁好了。 一次铁好了以后呢,我这个人好赞牛角尖。 我就想,哎,这个东西挺贵。它怎么疗学会那么好。一次就挺好了。 。 当时我住的那个房子非常小。 也就是十几平,十平方左右。 一张大床,然后一个桌子。 我母亲在这个地方看孩子呢,看了一个钢丝床。 一张大床。 这个房子基本上没有地方。 我呢是住在燕吉城的宿舍。 不在家里住。 房子很小。 老人也是这样。 中国的老人,特别女同志。 自己啊,当子孙有病的时候,她不会照顾自己。 所以等呢,我的孩子好了以后呢,我老母亲就说。 她说,我最近老脚的全身发热。 我给她一两体温。 我说,给你两体温看看吧。 发烧,我给你两体温。 哎,我一看。 体温不仅不高,而且体温低。 35度5,她觉得全身发热。 当时呢,我上演技生那一年的课特别多。 我说了。 所以,我随后。 我说了一句,我说,这里有碗调。 要不您有碗调自己就自己堵了。 她说,老人很天话。 每天有碃调自己就自己堵了。 救了不到一个星期。 她说,我现在全身不发烧了。 还用再救吗。 我说我给你两两体温。 一两体温呀,36度5,体温上来了。 也不发烧了 这又是我 吸出汪味 我自己家里 一个孩子一个老母亲 我说这做妻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是不是 因为咱知道咱们干净就都知道 深扯血 在冷床上 一般是竞争的 很少用 酒法呢又比较复杂 所以好多人现在都用针少用酒 所以深扯血 冷床上是 用的很少 但是我自己的 孩子和我自己老母亲 用深扯血 疗效这么好 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 因为当时 我是我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老师王熊英教授 他主要是研究自物流注和灵贵管法的 当时 我读他研究生的时候 他就想教我搞自物流注 他希望把他的东西传下来 搞自物流注 我对自物流注这一套也很感兴趣 对无垠流区 自物流注也很感兴趣 但是呢 通过自己的孩子和老母亲 疗效这么好 我就想 这个肚脐很有意思 怎么疗效会这么好 然后我就想 不行 我这个事我得搞明白他 他为什么疗效会这么好 千方亦得一小难求 这又是亲身的体会 亲眼所见 你不应该把它搞明白吗 然后我就给我的老师说 我老师家去了 我把这两个定例 给我老师一说 我说老师 我说能不能 这个搞搞肚脐啊 年纪年纪肚脐 你不应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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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说 你这一说 我都想起了一个病例来 前几年 我们内科 有一个慢性肥 特性 亏洋性 结肠炎的病人 拉脑拉脐 拉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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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不应该干什么 你不应该干什么 最后呢 叫我去会诊 会诊呢 我就叫他 我就给他用什么 隔疆救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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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配 还是在那住宿院 隔疆救生车 每天隔疆救生车 他说 我给他配合了这么治理一个多余啊 病症症状缓解了 最后这个病人出院了 他说 但是呢 我就治的这一例 我老师这个人啊 非常的客观 他说 我就治的这一例 我这个几十年的临床 我就治的这一例 临床经验不多 但是这个 确实是 配合这个救生车以后啊 症状缓解了 他说 这样吧 你要不你先去查查资料 你先去查查资料吧 查查资料以后咱再看看 咱再说 是搞自国留住啊 还是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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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车学啊 咱再说吧 这老师说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查资料 到图书馆查资料 首先呢 我就查杂志 现在查资料好查了 好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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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你各种数据库 你打上妻疗两个字 打上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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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妻疗的一个字 哗的全出来了 那时候拿了那种检索系统 根本没有那种检索系统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天天蹲在图书馆 先去查那个中文的那个杂志 中医的杂志 这就是我们山东中医学院 山东中央大师图书馆里有的那个中文的 中医的杂志 我是采用背板 每年他有一个 每年他有一个走目录 我就查他的走目录 一本本的翻 我全部他翻面 一本要没了 我在图书馆来蹲着 越查 这个 越惊喜 我一直查到大约是 九零年 查到那个时候的期盼 在这之前一直到 我们学校图书馆里有的期盼 一直到九零年 我大吃一惊的是 用肚脐治病的报道有四百多篇 四百多篇报道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 这些报道呢 你看一看以后啊 他都是一个什么报道呢 因为有的人他报道 肚脐铁铁药治疗小儿腹泻 有这样的 有的是肚脐铁药治疗腹女腾经 有的是肚脐铁药治疗肝硬化腹水 他只报道那么一种病和一两种病 但是等着我把这四百多篇报道啊 我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 每一篇报道我全部把它复印下来 有复印机嘛 从我刚整理的资料啊 这么一大路 就是杂志的报道 每一篇我都把它印下来 但是我等着把这四百多篇报道啊 我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啊 我大吃一惊 哎呀怎么这 内科病有报道的 副科病有报道的 外科病有报道的 小儿科的病有报道的 五官科的病有报道的 哎他怎么能吃那么多病呢 但是报道的那个人 他就都报道一两种 但是我综合起来看的时候 发现 他能治疗好多好多的病 内饭腐饭的病他都有报道 所以这又引起我的心里出来了 我这还不行 刚看现在的报道啊不过瘾 再去查书 这我们 在大学里有个好处啊 有图书馆 我就到我们学校图书馆 显示查一楼是现在出版的医学书 天天在书馆 天天在书馆 在书馆 都马观花 就看这个书 一页一页的翻 看有没有其料理相关的内论 特别那些房书 历代的房书有房子那些书 有没有这个 我把我们山东中央大学图书馆 现在出的书 我都马观花的 我全看了一面 看了一面以后呢 又发现有好多的记载 我全部把它 全部把它复印下来 摘录下来 摘录下来以后啊 我还不过瘾 大家知道中医业几千年 有好多的古书啊 我们山东中央大学图书馆 有古籍书库 都是那个 竖着写的 连标点分还都没有 繁体字那样的书 所以我就再去查古书 查古书呢 真好有很好的一个 一个机遇 当时有两个老师在那个地方 管这个古籍书库 其中有一个呢 叫陈其迈老师 这个老师啊 一辈子没见回 一辈子就在图书馆 大家知道上海中央大学 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中医教授 叫邱培然 邱培然老师啊 在中医的伙子里 看得出太多了 他到中医大学 他到中医大学 谁也不怕 他就怕陈其迈 他销位很深啊 有时候到山东去 他也在显示显示他的水平 他说的好多东西 我们有的教授不知道 但是一到图书馆 他要问所有的问题 陈其迈老师都能给挡了 陈其迈老师问他一个事 他就 说不上来 为什么 他在图书馆一辈子没结婚啊 在图书馆带着一辈子 哪本书号有什么内容 啊 有多少个版本 他太清楚了 所以这个陈其迈老师给我一个 当时我和他住了邻居 他一辈子没结婚 所以有时候呢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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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就像我一些生活啊 我们 这个这个 相处的都非常好 啊 所以他对我特别开虑的 一个呢 是我说我要搞 搞个个肚脐 他说我知道 哪本书号有 他马上那本书给我找出来 不用我去找了 我要去犯案他麻烦他 他说我给你找 啊 这些书我 山东中央大学没有再给我清楚 啊 并且他跟我说 你看咱学校哪个教授啊 哪个教授真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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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教授看哪下书我都知道 都通过我 啊 谁喜欢看哪本书我都知道 啊 咱们路书家政 哪个教授真有效应 然后呢 就是每天 他要把这些 把这个书给我找出来 然后我那个地方 我就在那个地方抄路 摘路 并且呢 有时候下班了 我们那个古籍书库啊 是不允许再出图书班之外的 但是他对我特别开虑的 哎 抄了一天都下班了 还没抄完 拿回去抄去 第二天都拿回来去 特别开虑的 最后啊 我们中央大学图书馆 古籍书后的书啊 我也基本上给他翻了个笔条件 三年 年纪生三年期间 啊 结果把我这个颈椎啊 累得变形了 那天王小平 这个医生专门给我坐着坐 他那个一只刀 我感到很舒服 都挑索张我都变形了 就是一个姿势 老实的那个地方 北海里一动不动 你想想 他这个肌肉 他的颈椎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 但是又看 又喜出王位 又看又喜出王位 所以这个时候才能 才能理解到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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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杂志编辑部的主任聪林老师 因为他夫人叫潘瑞珍 也在图书馆 知道我天天在图书馆对着 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查这么多资料 你看我怎么能治那么多病呢 这老师对我都非常好 他说你这样 你把这东西整理整理 不就是一本很好的书吗 你从里面上探讨探讨 有了老师的鼓励 我就开始把查到的资料 进行系统的诡纳 然后再思考 首先这些文献还能治什么病 根据这个病有哪些记载 然后关键你要思考 他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病 他的道理何在 所以在92年呢 这个中医奇料大全院就出版了 一整理这本书就出来了 就这么出来的 当时大家知道 在大陆出本书是很难的 当时呢 这个包括到现在 你的大陆出本书 你要没有特殊情况 你要先买书号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买的书号你自己印刷 然后你自己保销 我到现在 我出的所有的书 我手头没有书 我不用交钱 出版社还得给我搞费 自己没有销的任务 就是给我十本样书 所以我要是 能输送人的 我再上出版社买 通过那搞费的扣 我自己没有保销的任务 所以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呢 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亲戚 他说我认识 济南出版社的一个老社长 姓潘 叫潘青海 他当时夏天 就滴溜着一个西瓜 到任何老社长家去了 结果这老社长 说你现在出书比较难 我们出版社呢 一年就到这个书号 这样吧 你想留下吧 结果走的时候啊 硬逼着我 把那个西瓜提回来 我现在这下子坏了 连个西瓜人家都不收 是不是啊 那肯定这个书是不行了 然后呢 就是咱们山东中央杂志 山东中央中央学院学报的主编 聪林老师 因为他夫人潘瑞珍 就在图书馆 知道我在弄这本书 然后他就说 他说书中我给你联系联系 山西科技出版社 这个鲁香芝 我们都很舒服 我给他写封信 你去找他 去了 那边山西科技出版社 很感兴趣 当时就给我签了合同 然后我很高兴 坐着火车就回锦南了 回到锦南是晚上两三点钟 然后呢 我媳妇就跟我说 她说锦南出版社给你打电话 然后第二天一早 我就赶紧到锦南出版社 找盘社长去了 盘社长说 你这个书啊 咱锦南出版社 看我们都看了 写得很好 将当到重点书目出版 我说盘社长不行啊 我刚跟那个山西科技出版社 刚回来 我已经跟他签了合同了 那你出书还是在山东出啊 说你这样方便 你不用来回来传案 再一个你看看 我们这个地方是 这个这个这个要给你搞费 要不用你报销 我说那边才给我搞费 也不用报销 他说你还是在这边出版 我今年我就退休了 这是我弄的最后一本重点书目了 我一看这老社长确实是不错 我从他去西瓜菜都不要 那人家还把书 不够弄了个重点书目 所以我对这个老社长的人品 这个我很佩服 所以我说行 那我就在锦南出版社 当天晚上坐着火车 又回到山西了 怎么跟人家说啊 这个事 刚刚跟人家签了 你出尔反尔 所以也是很泛难 最后呢人家那边呢 山西那边也也很很谅解 所以呢就就不能合同 就撕了以后呢 就在锦南出版社出版了 这本书就这么出来 现在咱们手头拿到的 这是第四百 92年到现在 我已经是出版四次了 到现在多少年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一个东西 不求畅销 而求长销 它要有真东西 它就有长久的声音 而不是那么热乎一阵 我写一阵它就没有了 现在呢 就是因为那个气疗 确实有效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先把这个过程讲一讲 就这么个过程 我研究气疗就这么个过程 到现在搞了二十多年了 是吧 这个 我搞气疗 我就三步 我当时想的时候 我就搞气疗 我要搞三步 第一步 我要搞气疗的文献和理论研究 不气疗啊 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记载 哪些时候有记载 到底知道哪些病 这是文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站在古人的肩膀上 然后他为什么能治病 你在事件的基础上 要上升到理论 然后再用理论去制造事件 第一步呢 是做他的文献和理论研究 我这个气疗大全呢 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所以在92年出版 93年 我们学校啊 要推荐山东省教委的 理论成果科技技末奖 当时我们学校啊 有15个教授 写了书 但是只有两个名额 其他的都是我的老师 和我的师爷爷 师奶奶 我心里话 不要紧 别叫我当个到处第一就行 结果一评选 所以我遇到的老师 我是第一名 我一评选 在学校的一推选 我是第一名 所以推荐到山东省教委 所以我这本书呢 是93年的就获得了 山东省教委的科技进步 理论成果奖 因为在这方面 原来之前 这个治疗 他为什么能治病啊 至少有人 他考虑的少一些 我考虑的多一些 好多老师也知道 我在这方面做了好多工作 但是 身体 彻底的高垮 把我搞了治疗以后 我看了中央大学图书馆 那些书 古代的书 我就发现 古代还有好多的疗法 好多好多的疗法都没有整理 应该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写第二本书 就是《逼疗法》传书 在94年在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 95年又在台湾建峰出版社出版 45万字 第三本书是中医组新疗法 现在《逼疗》那个你买不到 我给出版社 给我了稿费 我给他寄回去了 2000块钱 我说我买《逼疗》 我要送人 结果他《逼疗》没有了 给我2000块钱其他的书 第三本书呢 就是中医组新疗法达成 组新用全血 我发现有能治全身的病 等着我把三本书写出来的时候 毁了 身体是彻底的垮了 天天在那个地方写 那时候没有电脑 大陆哪里有电脑 我就是在帕泽的 早晨起来又写 一直写到晚上 一停又不停 我最多能写7500字 我都数了 并且呢 我住的当时住的地方 住的一个平房里 前面是数 比较暗 写到5点多钟的时候 他都一看5点了 哦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早晨5点还是晚上 不知道 真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如果天逐渐就亮了 早晨5点 如果天越来越暗 晚上5点 如果是晚上5点 我一想 今天中午我吃饭了吗 忘了 不知道 所以什么叫退心往事 第二个就是 白天还有上课 还有上班 一晚上 不休息 早晨起来 看5点多钟 打个盹 甚至练口饭都不敢吃 赶紧去上班上课去 你希望这个身体能受得了吗 当时觉得年轻又没事 等他出现问题的时候麻烦了 一个的颈椎变形 颈椎都变形了 第二个的胃天天疼 没有不疼的时候 原来呢就是饿的时候疼 现在呢不饿太疼 天天疼 所以我昨天给大家讲 那个耻胃啊 那个气味啊 都是我自己找出来的 我自己胃疼 我可以找哈 哪个地方有反应点 扎哪个地方管用 找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咱们干医的 有点病啊 这就是好事情 然后自己给自己扎针 扎针啊 就是能暂时缓解 暂时缓解 然后呢 自己开中药 然后呢 又找一些老师 给我针就开中药 还是不行 一查赶紧做胃镜去吧 那年我三十岁了 你做胃镜 有没有那个地方 有两个隆起 大家想有没有那个地方 有隆起是好事吗 胃疼都没有规律了 做了胃镜 在出病例报告这一段时间 那是最难受的时候 咱们都是干医的 往往不往好处想 现在这一辈子拉倒了 以后什么要不研究 专门研究为你 大家知道济南市有个前排山 那个时候我体会到当人的生存是第一需要的时候 什么都是需要的 生存是最重要的 能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 自己早晨起来 自己赶紧跑到前排山 自己也是到那个大雄宝殿 到那个大房的跟前 一跪不起 眼泪也哗哗的 但是就不想好事了 那有没有那个地方两个隆起 肯定不是好东西 是不是 所以等到那个 那个时候也是 我呢 因为通小就身体就非常不好 对中医的那种痴迷 发到内心的 就是喜欢看中医术 所以养成的习惯每天都要看中医术 就做了胃经以后 第一天没看 第二天没看 到第三天 在沙发上又拿起书来看 叫我媳妇 你还看书 你再看书 我爸书给你死了 没办法 就养成的习惯上瘾了 等他查出这个病理报告一出来 排除了肿瘤以后 这个时候心也才松下来 有那么一段经历挺好 是不是 有那么一段经历挺好 你要不给你个教训 那是不行的 人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你看现在多少人迎年早逝 有多少人迎年早逝 操劳过度迎年早逝 这样的人太多了 是不是 特别是作为一个医生 你自己身体不好 你怎么给别人治理 你还有说服力吗 所以你首先要保护自己 把自己身体弄好 才能更好地为更多的服务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就发现 我到美国来 我发现 咱美国的空气特别好 用照相机照尾外粮特别清楚 在国内就不清楚 空气好 吃的食物也没有什么污染 也没有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个对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我就发现咱们这个地方有个地方不好 饮食不节气聚不食 吃饭不干点儿 晚上熬夜 这对人体的随害是很大的 其知道的发饮阳和一叔叔 饮饮有节气聚有常 是吧 故能行与神聚度百岁乃缺 管当时之人 一久 一久为将一望为常 罪一路房一一节气聚 一号散其真 饮食不节气聚不常 故半白而衰也 这个饮食气聚很重要的 饮食起聚 你要是饶夜 你千万 我建议咱们是同道 你饶夜 特别是 秋天冬天 千万别饶夜 夏天 你尽量得在12点之前 一定要睡觉 我昨天换了个台座 你看到 法于阴阳 你要把阴阳犯了 逆着他了 就全能犯法 美国你要犯法了 你想想 不像中国一样 犯这法不要紧 是不是 找找数日一般了 在美国你犯了法不行 阴阳是大法 从阴阳则生 逆之则死 说得很清楚 从阴阳则生 逆之则死 还有一句话 愚者配之 智者行之 愚蠢的人 佩服他配 你说得太好了 我把他明具一心 我把他换个愚配 也是待在胸前 我天天说 春天啊 秋冬养印啊 发阴阳啊 就是自己不干 这是愚者 智者行之 真正有智慧的人 智慧和聪明 不是两码事 有的人很聪明 但是他不智慧 是不是 他这个聪明和智慧 是两码事 聪明的人不智慧 那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智者行之 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身体的行 我昨天讲过 人怎么才能成熟 实际上就两点 第一是心静的 心静的那种平淡 淡然 在美国很好 我看着很好 在这个地方是养生的好地方 我退休以后 说明上这个地方来 没人打搅你 没有那么多烦恼的交际 空气也好 环境也好 修身养性 是不是 心静也好 天淡虚无真其从 美其时任其夫落其粗 高下不相目 其人过要不 气从一顺 很好 第二个就是生活的规律性 你看看悲碎的老人 无一例外 这两条 都是一致的 生活的规律性 最主要的表现在饮食和体具上 饮食体具有一个规律性 你看看悲碎的老人 饮食体具都非常有功能 但是他们现在为了打拼自己的事业 病好一多了 你顾不上吃饭了 晚上你忙顾不上睡觉了 这是不好的养生习惯 你看看啊 尿不注意啊 你的身体必然要受到损害 因为我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太深刻太深刻了 我现在有好多东西我想把它写下来 但是我就是身有愿力不足 现在边缘的墙多了 但是尿险多了 静追它就饶你的麻烦 找你的麻烦 所以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留着青山寨也不怕没柴烧 一定要把身体 人家最大的成功 不是说你当了多大的管 挣多大的钱 你健康快乐多活几年几十年 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 一年你能多挣多的钱 我在大陆经常说 你现在你不要想那么多啊 你等到活到九十岁的时候 你人人都是 富省级待遇 那是社会发展了 享受现在的富省长的待遇 是不是 社会发展那么快 一年你就买一辆车 多活一年你等于多买一辆车 现在你们在这个地方多活一年 不只是买一辆车的问题了 是不是 买好几辆车你得想开 把身体养好 把身体养好呢就通现在做起 通我做起 愚者配之 治者行之 饮食不解 气聚不失的 饮兽之 饮兽之则入五脏 直接伤五脏的 一个是心情 一个是饮食起聚 人体的寿命 直接能影响人体寿命的 就是只有伤了五脏 才能影响你的寿命 伤了胳膊腿全砍了去 给活多大 所以现在好多人 刚活动胳膊腿 才能管用吗 你想一想 是不是个问题 刚活动胳膊腿 他不管用 间接地 可以增强心扉的功能 一么活动胳膊腿 一么生气 能不能管用 他不管用 这样大陆的例子太多 大陆这样例子太多 你看我一个朋友 在山东省府 是个画家 他告诉我 你给我讲讲 生命在于运动 昨天有个医师 给我拿 生命在于运动 对不对 你看我们 省府两个退休的干部 天天拿着太极剑 到英雄山后去练了 练了个太极剑去 天天打太极剑 不到65岁前死了 中央电视台 你们在这里 看到一个健身教练 叫马华 天天在那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死了 刚好的胳膊腿没用 我告诉你 刚好的胳膊腿才能有用吗 是不是 所以心情绪和生活的规律性 它才能影响五脏 所以在加州 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咱们在按中医理论 在饮食体具方面 再注意一下 咱们肯定能够健康长寿 这是额外的话 实际上健康长寿比什么都重要 下面咱就简单的讲一下治疗 首先什么叫治疗 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到底叫什么名字 叫治疗啊 还是叫度治疗法 还是叫什么 现在呢 都叫治疗了 当时呢 所以都叫神小学铁医院什么什么 很少叫治疗的 现在都知道都叫治疗了 那么什么叫治疗 治疗就是肚脐 治疗就是肚脐这个地方 作为用药和刺激波 一个是用药 一个是刺激 也可以用药也可以刺激 也可以不用药 就是用肚脐这个波 来治病的方法 就是治疗 是不是 这很简单吧 肚脐症当中 大家知道是个什么学位 是不是神小学 所以谈到气疗 肯定立不成神小学 但是气疗呢 它是以神小学为中心 就是以肚脐这个波 来治病的这么一个 简单的 这个不多说了 这就是气疗 那么 这个气疗 历史非常悠久 我当时呢 我当时啊 这个 搞这个气疗的时候 我就发现 搞文献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气疗 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只不过咱们现在教材上不写了 好多人他就不去看古书 他就认为啊 这个气疗是现在才有的 并不是 这个气疗啊 实际上古人啊 早都用了 很早就之前就用了 但是在我原来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好多的一些一些文章当中提到 说气疗呢 说是有的是从内经开始的 有的说是从这个张中经开始的 有的说是从葛红的周护飞机房开始的 这些都不对 所以咱们搞东西 搞小文献不能人一云一云 那么气疗啊 据我的看这些书 最早啊 根据这个后十一集的记载 和民间的传说啊 早在 尹商那个时候 就尹商周嘛 那个时候啊 就有人用了 有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 是彭祖 所以 中国最长寿的人啊 是彭祖 老子啊 谁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岁 他不好说了 但是彭祖啊 他是花了八百多岁 瘦八百余 是中国最长寿的一个人 但是有人说花八百岁 可能不可能 所以呢 有的人认为啊 现在有的学者就认为 那个时候的年 和现在的年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年比较短 所以古代的历法 可能那个时候 可能和现在不太一样 那么就算成现在的年 就按现在有的人的研究结果 他八百多岁 摘成现在的年 也得活了二百岁左右 是不是非常长寿了 现在四川 咱们有彭山 就是今年彭祖的一个彭山 那么 我昨天讲 这个养生啊 彭祖啊 很讲究的 不能豪气 所以最后彭祖说 他少活了几岁 就是因为脱脱嘛 用的劲太多了 脱太远了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 他养生 很好的养生的习惯了 孙一四苗活了一百多岁 你看看 他养生啊 有好多少 你要少 其中一个就叫少说 是不是啊 少说 不要豪气 那个意思 皇帝内经上说 得辛劳而不倦 有活动 但是要不要过度劳倦 你看运动员 大汉林里的有长寿的吗 没一个长寿的 是不是 他好气了 他能长寿吗 你活动的目的是气从于甚 那就可以了 行题不必 就是行题要不困倦 这就行了 所以这个彭祖啊 他为什么能活那么大年纪 有好多的原因 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有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他有一个秘方 这个秘方呢 他把这个悦物啊 他有一个复方 延伸心目 每年 在固定的时间 在固定的时间 古人啊 他就讲日子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他都有固定的日子 在在座的藏龙窝库 你们说他生五一时 肯定这方面他是行家 那一年当中 在什么日子 然后他就揪肚脐 怎么揪呢 他先用那个蕎麦 蕎麦 蕎麦 蕎麦知道是吧 嗯 做成一个面圈 放在肚脐尔上 为肚脐一周 然后呢 把这个他的悦物啊 包括一些摄像等等啊 放在肚脐里边 填满 上面呢 再盖上一层什么呢 槐树白皮 槐树啊 大家知道槐树吧 槐树啊 那个树干上 槐树有两种 是不是啊 一个人 咱吃的那种槐花的 可以煎着吃的那种 槐树 再也就是咱 路药的那个槐花和槐角 那种槐树 是吧 我说的这个槐树啊 就是咱路药的那种 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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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树干啊 拔开那个皮啊 拔开那个绿皮啊 也就成一层白皮 用它那个白皮 再放在这个药物上面 然后 把那个白皮 扎上几个眼 用针孔 扎上几个眼 上面呢 再放上那个大盖柱 酒 它叫什么呢 藤族蒸汽法 这个蛮托是 就这么烤啊 在那个时候啊 还有一个人 叫太一真儿 太一真儿 也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 咱们在座的谁敢叫真儿 那都是在荷法童年 是不是啊 咸丰盗谷 一看那么的一百岁以上的 那才敢叫真儿 是不是啊 他也活了一百多岁 他为什么能活了一百多岁啊 他也有一个秘方 他那个秘方 也是熏肚器的 每年也是在一定是熏肚器 所以他活了一百多岁 所以现在的人啊 你不能随便不能叫真儿 孙思苗叫孙真儿吧 张忠敬还没干涉 就是张真儿 张忠敬才活了七十来岁 不能叫他真儿 是不是啊 真人都得活一百多岁啊 所以你发现啊 我我我我 这个这个 当地啊 这个政府就要去做 养生 这个这个保健 保健的这个报告 我是 以我自己当反面例子讲 哪些生活性化不好 对身体有损害 但是呢 你总结总结 很有意思的 世界上的人有好多 但是从养生保健的角度啊 你总结总结 就是六种人 哪六种人啊 活这个 活这个 这个四五十岁以下的 这是一种吧 但是你看 你看那个年龄啊 有活四五十岁的 有活六十岁的 有活七十岁的 有活八十岁的 有活九十岁的 有活一百岁以上的 是不是 六种人 是不是啊 但是你发现这六种人 他有规律 你看我总结的对不对 第一种人啊 第一种人啊 叫小人 什么叫小人啊 小人啊就是小心眼之人 他心眼太小了 他没人让他生气 他自己找气声 在座的没有陈小旭的亲戚吧 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林黛玉 一个是眼林黛玉的陈小旭 是不是啊 心眼都特别小 生活条件非常好 不需要吃不需要穿 但是就是心眼小 没人让他生气 自己找气声 小心眼之人 这样的人没有长寿的 一般四五十岁就无活哀哉了 是不是啊 这是小人 第二个人下人 什么叫下人啊 就是社会低味低下质 你们古代的奴夫啊 丫鬟 有这样的人 是别人的出气筒 谁有气都操茶室 他就吃别人的气 天天吃别人的气 他也不长寿吧 这样的人啊 一般就是活五六十岁 第三种人叫苏人 苏人家就是普通老百姓啊 普通老百姓是什么 自己经常 自己经常生气 也经常惹别人生气 是不是啊 他普通老百姓 是不是都这样 自己经常生气 也经常惹别人生气 也经常吃别人的气 这样的人 一般也活七十岁左右 所以现在平均寿命 就是七十岁 这种人啊 这种人啊 伟人 伟人啊 自己不生气 但有本事让别人生气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你发现了吗 你发现了吗 他自己不生气 给他 给他他打天下的 叫他气死的不少 是不是啊 一天都气了无穷 一地都气了无穷 一人都气了无穷 自己不生气 有本事让别人生气 他活了八十岁吧 八十岁 这种人呢 这种人呢 叫高人 高人啊 就是在乡肚子都能乘船的人 不论别人怎么气你 你都能淡然出职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是高人啊 这样的人能活九十多岁 你看邓小平 是不是活了九十多岁啊 三起三落 孩子还是残废 但是人家都能淡然出职 其他的人跟莎切尔夫人谈判 莎切尔夫人田娘子制高期啊 邓小平跟莎切尔夫人谈判 莎切尔夫人出来就甩胶 是不是 所以他的挫折成了他的财富 所以政治上是不倒翁 也成了长寿之人 朱德朱元帅 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气我 我不要紧 你气不着我 九十多岁 花花风 不让我当国家主席 总书记了 我不当就是了 很低调 也活了九十多岁吧 高人这叫 最后一个他叫真人呢 真人就是一百岁以上 三岁的太医真人 生真人都是一百岁以上 是不是啊 真人是怎么着 自己从来不生气 也从来不让别人生气 都得活一百多岁 我说的这些 你看看 人的情绪和健康 长寿有没有关联 有关联的 还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所以你看看 这个 为什么叫太医真人 再一个呢 他们 去了 注重这种 情绪的养生 和饮食器具以外 还有一个悦务的辅助 就是气疗 所以他们都能活一百多岁 所以我在人床发现 这个气疗啊 养生保健 确实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多病人啊 他好多疾病 那做了治疗以后啊 他的养疫功能 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我的研究生呢 有好几个就是做治疗 抗衰老的研究 已经毕业了好几个了 现在呢 我的两个毕业的研究生呢 专门在我们医院 成立了一个救疗科 就专门 去救 抗衰老啊 治疗全身的疾病 都是谁去啊 大观贵人 因为我做一次啊 比较贵 一般的老病星啊 他承受不起 救一次呢 要救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左右 躺在那地方很舒服 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救了以后啊 非常舒服 你查一查给他的细胞免疫功能 提液免疫功能 查一查以后 都能有明显的改善 非常好 所以这个养生保健 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 值得研究 治疗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养生保健 作用非常好 这个呢 我也做过动物实验 但是做动物实验 有个什么问题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小老鼠小兔子 找不到多切儿 没有不切儿 所以现在的我告诉你 现在这些动物实验 哎呀 给外行人看信 包括拯救的一些动物实验 你查一下那个学术 人民不是学术 但是呢 它有作用 包括现在 美国他 这个相信这疗疗 能止疼 这些动物实验 应该说 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人一看 哦 这疗疗还能止疼呢 管他咋不咋修耳 他都止疼 咋神经他也止疼 是不是啊 咋好修耳他更止疼 但是他绝对是有作用的 但是 您按中医的学术 进一步分析 这好多实验 还记得值得推敲 我做气疗的动物实验 他也省了一个课题 我就发现 根本不是肚气 你怎么选这个东西 你说你救的神车 也可能是救的气骸的 是不是 也可能是救的上碗的 你没法确定 根本是你没有不切儿 是不是 但是这个抗衰老 确实是有效 这是后世一级的记载 后世一级的记载 那么最早的文献记载 我这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幻灯上没有 最早的文献记载 就是真正记载其聊的 是哪一本书呢 大家应该知道 在博士班 你应该知道 哪一本书 大家知道 1973年 在湖南 马王椎 三号古墓 出土了一批书 五十二病房 大家知道吧 现在博树经脉等等 现在统称 马王椎古一书 马王椎的古一书 这套书当中 特别在五十二病房当中 就记载了其量 但是好多人啊 他看不出来 因为你把它统统看到 你找不到肚脐和神圈 这两个肚 但是 所以读古书啊 你得五字中求死 所以你要找醋的话 你古代找不到 他叫苦酒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刚从那个字面上看 所以你得会看 他说 他认识是什么病呢 他是 增强 男性的性功能 用治疗 用四味药 那四味药呢 姜 焦 灶 灶 灶 就是干姜 灶 灶 就是灶 灶 灶呢 就是穿灶 灶呢 就是入灶 是不是都是温灶的药物啊 嗯 江灶灶灶 用这四味药 沿成心沫 沿成心沫以后呢 再用什么调和 不用粗,用雀卵,加雀的那个蛋,加雀知道吗? 麻雀,麻雀,麻雀蛋,麻雀就是,我看到美国也有麻雀,是吧? 用麻雀蛋,调和这个药物,然后呢,放在肚脐尔上,他说呢,有效了,把这个药取下来,说明它是比较有效的,姜,焦,造,贵,姜就是干姜,焦就是穿焦, 刀就是造脚,贵就是肉贵,用这四个药,颜色的心膜,然后用确卵调和,切除气,增强男性的性功能,我告诉你,你们啊,碰到这样的病啊,你知道失疗啊,最好的是什么?就是麻雀和麻雀蛋,麻雀。 麻雀肉和麻雀蛋都可以,就是麻雀蛋,在美国可能不让,不让菩萨是不是? 有,还是有麻雀,有啊。 有啊。 吃安蠢吗? 麻雀,不是麻雀,是麻雀。 我想这里可以吃的安蠢,但是麻雀很少。 嗯。 所以这个啊,这个呢,是确实有效。 你们能处理一下,这个治疗啊,增强治疗,就是生殖系统疾病,特别是增强性功能啊,确实有效。 这个男性性功能障碍,疗效非常好。 啊,再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个研究生,就是做的治疗一滴的研究。 就是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就治疗杨伟这个研究。 我为什么叫他做这个研究呢? 就是,我说,我昨天讲到,我是在中国大陆,你时间的机会太多了。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老家是农村。 我回到农村啊,我就免费给老百姓治疗。 自己也得到十减了,免费治疗。 我有个小学的老师,每天他都到我家去。 每天,到我家去呢,总是最后一个走。 再要人不怪,送出大门外。 我就把他送到大门外了。 老师有事吗?没事,走了。 今天又来了,老师有事吗?没事,走了。 待了好几天。 那个老师,走了两位,我回头了。 我说,老师你有事,你说啊,不要你。 脸一红。 他真有点似乎。 他说,怎么回事呢? 他说,我有这个性功能障碍。 但是那时候,在大陆,他比较保守。 八十年代,他也想。 不像现在也是的。 他说,不好意思说。 他说,你看这个事,我也不好意思给别人说。 他说,你给我治治吧。 我说,行,我给你治。 一开始就是,闻神壮阳。 一吃上闻神壮阳,马上就上火。 眼上火,耳朵上火,鼻子上火。 一吃闻神壮阳的就上火。 看,不能闻神壮阳。 然后我就给他什么呢? 再给他不阴,自阴不慎。 还不白。 然后再给他读经营干净,勒阴气。 再给他疏干礼气,清理肝胆事,痛肝论治。 他不管用。 我相信他的老师肯定会私立伤疲。 给他不依心疲,不管用。 我从1982年开始给他治。 一直治到90年。 多少年了? 八年了。 每年的寒假暑假回去,他都要给他治。 治了不管用,我都回到学校。 我就是查书。 首先,病的各种变证分型的房子,我全给他用了。 全给他试了。 就是不管用。 不管用,我就再查那些厌房。 报道那些厌房,照房给他用。 也不管用。 然后再查一些民间的偏方厌房。 单方草药,七次名医。 我给他用了好多的偏方厌房。 有这么一个偏方厌房。 就是用硫磺。 硫磺是不是大热啊? 喂小鸡。 前天用硫磺搬到食物里。 鸡丝料里喂小鸡。 最后把鸡也喂大了。 撒鸡吃肉。 这是个民间偏方。 也不管用。 我有个老师。 陈奈明老师。 他这个烧山火书法特别好。 所以我就请陈奈明主任 给他做烧山火书法。 我现在给他伸书上。 名门上。 给他用烧山火。 可能能管用。 结果给他做烧山火。 也热。 坐着也热。 还不管。 但是我这个老师呢, 他就是找我, 他不找别人。 他说你这样, 你就把我当成个实验品。 我也不找别人治了。 你继续给我治。 他还特别执着。 我每次回去都叫我治。 到90年的时候, 他又找我。 那时候呢, 我正好在。 这个不是搜集妻疗的这些资料吗? 我就看着古代的书上。 用妻疗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房子。 我也是没办法了。 我就把那几个房子给他一组合。 我说你这样吧, 你回去啊。 舅舅肚脐试试吧。 舅舅肚脐。 他也听听话。 就是那种。 首先就是, 就是我给他教的那个方法, 就是熏肚脐啊。 弄好面团。 没有巧妹面就小妹面。 弄成个圈, 弄好油啊填满。 然后用盖住烤。 也没有坏树白皮。 我说你这样那么烤就行。 带了两三个月, 给我写信来了。 他说我的病好了。 我也很高兴。 我说你继续揪。 带了两三个月, 我说我游了又好了。 年轻了二十岁了。 我说太好了。 他说不过这么久比较麻烦。 能不能还有简单的方法? 我说有。 我说你这样。 你去买一个五零五神公元器袋。 大家知道五零五神公元器袋吗? 听说过吧? 有的听说过,是不是? 来回五的。 来回五, 他这东西全是用的我的。 所以他, 我和他打过班次, 你知道吧? 嗯。 最后呢, 他向我认错了, 给我的一笔开眼镜费。 OK吧? 嗯。 他呢, 就是, 我说你把那个五零五神公元器袋啊, 买来。 买来以后呢, 把它那个油去掉。 换好我这个油。 换好我给你那个油, 把那个油去掉。 换好这个油, 然后你带着肚子上就行。 这是不是减便了? 嗯。 换便了。 医治非常好。 你看我这个老师啊, 就是治疗啊, 最后啊, 我给他治了那么多年, 没治好。 用治疗治好。 所以这个治疗啊, 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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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的第一个眼神, 当时我招的第一个眼神, 我说你就做这个病。 啊, 就有救肚器的办法。 做这个病。 了解非常好。 所以你们在临床上呢, 这个也可以用。 我那个房子呢, 在我那个七疗大全当中, 我是从来不保守。 我把他记载下来了。 在我七疗大全当中, 有震阳伞。 啊, 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好吧。 这一次啊, 咱们加州中医师联合总会, 和咱们加州中医学院, 给我这一次机会啊。 你那个书台湾都有吗? 台湾啊, 这些书, 避疗在台湾有, 其他的在台湾,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在大陆出版的。 避疗台湾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啦。 因为95年出版的。 现在能不能买得到我不得清楚。 因为我是不负责小书的。 我要买书, 要是叫我的学生到出版社买来。 嗯, 我这手头是没书的。 那个, 很高兴啊, 跟加州的各位同道, 一块儿探讨探讨学术。 咱们现在中国要强大。 中国文化, 必须要传播出来。 中国文化要传播。 医学是文化最好的在体。 中医, 是这个,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所以现在国外好得搞孔子学院, 已经开始搞孔子中医学院。 是吧? 那么, 针灸呢, 是中医的拍头币。 所以咱现在, 我觉得美国啊, 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高。 咱们在座的, 这个历史责任非常重大。 中华民族要强大, 必须要中华, 中国的传统文化, 必须要传播开来。 等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的时候, 那中国啊, 那已经是, 啊, 在世界上, 我们中国人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要命吐气了。 是吧? 下面咱们讲, 接着讲气疗哈。 内经啊, 没有气疗的方子。 内经一共有十三个方。 但是内经, 它记载了, 哪个经脉, 通过肚脐。 肚脐啊, 有哪些经脉, 和哪些脏腑想关系, 想联系。 这个呢, 就对气疗啊, 从理论上做的突破的探索。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我昨天反复说一句话, 学医不明经络啊, 开口动手便错。 所以, 你要想到气疗, 到底能治哪些病? 你就必须要明白, 肚脐这个地方, 通了哪些经络。 它和哪些地方相通, 它才能治疗哪个地方的病。 大家想对不对啊? 所以, 在内经当中呢, 它没有气疗的房子, 但是它有肚脐, 它哪条经脉相通, 和哪个脏腑相关, 这样的记载。 并且, 内经当中还说了一句话, 三百六十五穴, 真所游行也。 这三百六十五穴都是可以扎针的。 其中就包括神却, 他没有说神却要进针。 神却进针最早是由黄普密, 在针灸家义经当中提出来。 在黄厉经当中没有提出来。 现在, 有的人仍然在神却上的, 但是必须要严格消毒。 古代的人是不是比较粗啊? 古人呢, 又不在讲卫生。 都在耳里边苍巫大沟, 又不消毒。 针得比较粗, 它就容易感染。 是不是啊? 嗯。 实际上神却是可以扎的。 但是它有疤痕也不好进来, 也比较疼。 那么, 到了难经, 大家一定要看难经。 好像李锐老师给大家讲难经了, 是吧? 讲难经了, 你发现里边有七条的记载吗? 有没有啊? 你们已经学难经了。 有没有七条的记载? 所以这个七条啊, 绝对不是现在人家的东西。 老祖宗古以有之。 咱们现在许多人啊, 喜欢贪天之功为己有。 我是非常不担忑。 老祖宗的东西就是老祖宗的。 为什么非得说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独创的? 这是个人品问题。 也是个一德问题。 是不是啊? 我跟我的学生说, 我说你跟我赌研究生, 就是学会三做四会。 三做第一是做人, 第二是做事, 第三才是做学会。 你想学着给我做人, 再学着做事, 最后再做学会。 一生如果一德不好了, 成了赚钱的工具来。 医者父母心眼。 是不是啊? 千万那个心眼别巍巍了。 。 嗯, 贪天之功为己有。 这样的人我是不欣赏的。 奇了, 在难经当中。 老师, 您的四会是什么? 哦, 四会啊, 我要求我的学生。 第一要会看病。 现在啊, 大陆的教育啊, 是有些问题。 中医学院成了那么多年了, 培养出来的名义很少。 甚至培养出来好多人不相信中医。 是不是个问题啊? 成了中医的教母人, 为什么他不会看病? 有的老师都不会看病。 怎么能教会学生看病啊? 所以, 中医学院的学生, 教出来的学生不会看病, 是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 针究转业的研究生, 现在在大陆, 有的人做做动物实验, 从来不去给病人扎针, 就成了中医的针究研究生。 甚至成了中医针究的博士生了。 连个病都不会治, 岂不可笑。 是不是啊? 所以, 首先要会看病。 第二, 要会讲课。 也就是说, 你这些东西你要讲出来,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是吧? 因为你毕业以后, 你要参加各种的学术交流。 不会讲东西吗? 必须要会讲。 第三, 要会写论文。 你要把你的东西要写出来。 第四, 要会做科研。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嘛, 是哪里? 学不上他比啊, 他学不上他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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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学不上他比啊。 那这个, 南京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看。 很薄, 很薄很薄的。 他好多人他就是不看。 这个, 你要研究治疗, 必须要看南京。 南京对治疗啊, 理论上, 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看南京啊, 我有时候我说, 我有时候在那床上, 这个病人来了, 我也在他肚子, 肚子上我要摸一摸。 摸一摸, 好的, 大夫啊, 学生就问了, 老师啊, 你这是, 上海人里附诊吗? 我说, 不是。 上海人也重重附诊, 但是我是以肚脐为中心。 他说, 怎么回事? 我说, 你回去看南京去吧。 看了以后回来, 老师, 上面没有啊。 我说, 您的, 那我得给您掃小范围。 你回去看南京的八难, 十六难, 六十六难。 八难, 十六难, 六十六难。 你回去看南京的三难。 回来了, 老师啊, 我还是没看见。 休目不可刁业。 以后别看我上海人了, 一边去。 然后有的, 回来看了, 老师我看了看, 还真有点意思了, 我说, 你讲一讲。 儒子可教也。 有点独特的观点, 得天下英词而教之不亦乐乎。 教学相长。 所以这个南京呢, 对这个气疗的贡献是特别大的。 他说, 七下这个地方, 为七下肾间动气, 为十二经脉之根, 五脏六伏之本。 七下肾间动气, 是十二经脉之根, 五脏六伏之本。 大家想一想, 他有比十二经脉之根, 五脏六伏之本更重要的吗? 他, 还有比他更重要的, 在七下, 七下的肾间动气。 是十二经脉之根, 五脏六伏之本。 你想一想,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十二经脉之根都在这个地方, 五脏六伏之本也在这个地方。 你想他重要不重要? 七下肾间动气。 两肾之间的动气。 但是现在, 关键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七下? 现在大家, 跟着我做一个动作。 请把你的左手放在鼻尖上。 跟着我做啊。 好, 很好。 下边, 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肚脐上。 百分之百全脱了。 为什么全脱了? 我将你放在鼻子上, 你为什么放在鼻子? 我将你放在肚脐上, 你为什么放在肚脐上? 哈哈哈哈。 你早做的。 你自己也做错了。 我自己也做错了。 是啊。 我正是教你做这个呢, 我就教你理解, 什么叫做上, 什么叫做下。 谢谢。 哦, 明白了吧? 谢谢。 所以, 对七下, 有不同的理解。 嗯, 什么叫做七下? 一个是站立位的七下, 一个是摇位的七下。 一个是七的下部, 明白了吗? 所以, 七下, 我认为应该是七的深部。 明白了吧? 七的深部。 大家想一想, 肚脐是怎么形成的? 十一岗坏胎。 胎儿在母腹当中的时候, 就是靠七代, 在供应全身的营养。 刮刮坠地以后, 把那个气带剪断。 最后, 这个气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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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腹臂就闭活了。 形成一个巴痕, 就是肚脐。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么形成呢? 在母腹当中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痛着全身的。 是不是痛着全身呢? 它是和全身相同的。 那么, 得至于父母的那种本源之气。 源气嘛, 就得至于父母的那个本源之气, 也随着七代的闭合, 就聚于肚脐的生命。 这就是人体的源气。 就聚在肚脐的生命。 所以咱们练气功。 我知道在座有好多气功的高手, 都要讲单体。 那么, 丹田到底在哪个地方? 至少有四种说法。 就是因为对旗下的理解不同, 而有四种说法。 一种是肚脐的身部, 有这个身圈为肚脐。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敢肃的? 你到敢肃的敦煌啊, 帽高枯啊, 那些壁画, 你看一看。 它特别的渲染了个肚脐。 画得特别大。 咱敢肃呢, 也有一个老先生。 咱们写了一本书, 叫一分钟七米公。 道家, 一般也是以肚脐为丹田。 你看道家的著作。 再往下, 七下一点五寸, 是七海。 有的是以七海为丹田。 七下两寸, 是十门, 有的是以十门为丹田。 七下三寸, 是官员, 有的是官员是丹田。 再往下, 再往下了。 他也没人认为他是丹田了。 对不对啊? 有几个学生就认为他几个学生是丹田。 丹田是氧气的地方。 那么氧气的地方必须和全身是相同的。 到在八十年代, 有人啊, 为了探讨这个丹田的位置, 就在经络敏感人身上做实验。 扎着四个袖子, 神球啊, 七海, 十门官员。 当着七海, 十门官员的时候, 没有发现特殊的经络感传现象。 但是当, 整次深蹴的时候, 出现了非常奇异的一些经络感传现象。 一个是沿着任脉, 毒脉和代脉, 出现感传。 第二个呢, 就好像原来年纪大的可能知道, 八亿电影制排场, 一上来, 出现了一个红五星, 四散, 光芒四散, 出现全身的经络感传。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丹田的话, 它必须好, 全身是相通的。 是不是? 然后这样才能, 这个地方阳的气, 才能通过十二斤脉, 七斤八脉, 不达全身。 才能对全身起来一个很好的调节度。 所以我客人认为, 丹田就应该在肚脐的声音部。 肚脐的声音部偏下一点, 但是你不要说哪一个声音, 就在肚脐的声音部。 所以就是肾间的动气。 所以其在闭合以后, 元气具于其下, 就是肾间的动气。 它是什么? 十二斤脉之肺。 五脏六腹之北。 诸通行元气。 通过三交, 三交者元气之别时也。 是不是三交是元气的别时? 通过三交, 把这个元气不达全身。 所以难经啊, 我告诉你, 要不人家, 斗财那么狂啊。 我在那边讲课的时候讲过, 我说现在的医学流派, 就是两大流派。 一个是皇帝学派, 一个是边区学派。 咱们现在学的东西, 都是皇帝学派的东西。 匾区学派的东西, 基本上是传人。 据说匾区学派的最后一个传人, 叫斗财。 写的笔书叫匾区信书。 他那么狂, 他开卷的第一句话, 言语就是俗话说, 学一不明经络, 开口动手便错。 你看, 不论皇帝学派和边区学派, 有的学的观点虽然不一样, 但是, 对经络的重视, 是共同。 你看看边区新书, 他把这个历代的名义贬离义务实处。 张忠敬, 孙思淼, 王鼠河, 全部不放在眼。 他们这些人会治病吗? 根本不行, 根本不会治病。 真能会治病的历史上就是三个人。 上古扁确, 中古扁确, 当时扁确。 上古扁确的扁确事业, 中古扁确的亲儿事业, 当时扁确的大宋, 他为什么那么狂? 斗财。 斗财。 他为什么那么狂? 狂人有两种, 一种是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挡的, 半瓶子错, 太狂。 一种是适财奥物, 像斗财就这样的人, 有真本事。 像那个七下五一, 三下五一的白五叶, 白玉堂, 也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 他有真本事, 他有福建的, 他有福建的名义, 陈秋元, 也是这样的人。 像我们山东的老院长, 张参加老院长, 郭毅大师, 也是这样的人。 但他演的, 其他人都不行, 太难了。 人员最好有本事, 但最好变狂。 是不是? 你看咱们中老, 有本事, 就很谦虚。 消息越大的人越谦虚, 但斗财啊, 他有狂的本事。 为什么? 他确实是, 他在这里的体系 和别人不一样。 难经, 据说是亲儿所做, 就是扁券学派的工作。 所以你会发现, 难经的好多的学术观点, 和内经不一样。 是不是? 他不完全一样。 所以现在都认为, 脉症病治, 是张忠景确立的。 我不但同这种观点。 脉症病治。 我曾经给我们学校的, 这个上海论医的一些大家, 我都探讨过。 我说我不但同, 张忠景, 脉症病治是张忠景确立的。 我说躲在难经当中, 就已经用脉症病治的方法。 并且不用病人说, 医生就知道你当什么病了。 也是在难经。 啊, 难经啊,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夹落得肝脉, 脉是悬的, 医毛脉病人脉是悬的。 这夹落得肝脉。 其外症, 外症。 什么叫外症 就是通过医生的观察 就能观察出来的 不需要病人说 其外症 免清 脸色发青 善结 这个人也特别喜欢干净 所以结癖要通肝乱治 知道了吧 好多人有结癖吗 不是 必须要通肝乱治 善结 善怒 好发怒 好发火 你能不能观察出来啊 喜欢干净好发火 不用病人说 你观察就能观察出来了 这是其外症 还有个内症 其内症 怎么来办 怎么来看它的内症 其左有动气 肚脐的左边有动气 耐压有动脉的波动 耐之劳洛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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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有此者干也 无此者非也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脉 有了这个外症 有了这个内症 就可以诊断为它的病在干 没有这种情况 就不是干的问题 你看 需要不需要病人说 是不是脉症的病症 有脉有症 他这个症 既有外症 还有内症 一句话都不需要病人说 所以扁确 那个时候扁确学派的医生 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往清喊厚色 为什么说至今有炎麦的有扁确也 至今说是 说这个脉象的话 这是扁确首先 确立的 所以一个是妄臣 一个是脉象 扁确那个时代 清王仁那个时代 他是非常高明的 他根本不需要病人说 大家知道扁确三兄弟的故事 扁确他大哥二哥比他还厉害 是不是 嗯 所以另外他 他说 贾领德皮脉 一抹脉 比较鲁 是皮脉 奇怪症 面黄 善思 这个人喜欢思口 善爱爱气 其内症 当其有动气 在肚气的症当中 有动脉的波动 按之劳落疼 一按呢 很硬 有疼痛的感觉 他说 有刺者皮也 无刺者非也 你看看 然后他说 加热德心脉 其外症 其内症 其上有动气 加热德肺脉 其内症 其右有动气 其右 其右 加热德肺脉 其内症 其下有动气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就在肚脐 它是症当中 它的上下左右 五脏六腑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缩影病味 它就有一个缩影病味 所以通过按压肚脐 就可以诊断这个病 它在哪一个脏 不需要病人说 但是你记住一句话 凡是能诊断全身疾病的地方 肯定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这就是现在的七针也好 腹针也好 为什么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 知道吧 实际上 它就是以神却为中心 这种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构架 早在难经 早已经有了 绝对不是现在人的发明 所以我很讨厌 什么什么事情 我自己独创的 纯纯是一派胡言 所以在2005年 北京召开了一次 国际针灸机法学领导会 当时请我去了 我是第一个做的报告 我讲的就是七针 讲七针的时候我就讲到 我说肚脐和五脏六腑的缩影部位 对应部位这种关系 肚脐可以知道 肚脐周围可以知道全身的疾病 古代早已有之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人的发明 我说我再说一点 我早在难经当中 已经有明确的记载 绝对不是现在人的发明 知道吧 肚脐和全身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图 你看过那个七勒大圈里边 这种肚脐和全身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图 你看过那个七勒大圈里边 这种肚脐和全身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图 我就画了 是不是 我早把那个图画出来 你再看一下福臣这个挂图 是不是和我的图一样 但是 到现在我再考虑这个图是不是正确 这个图上不一定对的 超能超对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告诉你 做小病一定要严谨 首先要做人 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是老祖宗的就是老祖宗的 你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所以七勒的问题 早在难经 已经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记载 是不是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了 五脏六腑的肚脐 怎么一个缩影定位 怎么来诊断五脏六腑的病 怎么来制造五脏六腑的病 怎么来制造五脏六腑的病 早在难经早就有 病人还说这是十二经面的根 五脏六腑的本 所以难经啊我告诉你 你对七勒的这个理论 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对中医的一些问题 我实际上我就在看了内经以后 有些地方确实还不是解不开 但等到一看难经的东西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了 您那时候七勒 七勒 哦 七勒 哦 七勒 在看难经的时候恍然大悟了 所以我告诉你 扁车学派啊 绝对有东西 但是扁车学派啊 他有个什么毛病啊 就像咱们的武功一样 他挑徒弟啊非常严格 他不是像现在是的 你想来听课 我全部交给你 他绝对不那个样 古人啊哪哪东西 你要想消这个东西 那对不起 我就是找一个传人 你是第一代正宗传人 那现在不是好多 还这个样吗 是不是 啊 其他的都不是啊 就这个正宗的啊 啊 就你啊 我交给你了 你才是正宗的 其他都不是正宗的啊 他都这个样 点学学派他就这个样 啊 他为什么要这个样 因为第一学一 你得是那块六 你要不是那块六 你清早练学啊别学啊 学医脑子要不聪明 你要没有悟性 你要对中医不感兴趣 你要没有身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你要不下苦功 这个门进不来 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可能啊 你这也得好慢慢摔落了 所以人人的生命那么贵重 我这一套东西 那么不容易 我只能传给一个最好的人 啊 到了斗财呢 刚才说斗财那个人 脑子太聪明 然后呢 他又失财要物 他看着年轻人一个没有他中医的 这帮的家伙 脑子都那么笨 对老师也不尊敬 嗯 又不可苦 我要传给他 把我的名声给我败坏了 他就没传 最后一个传人来传 是不是 所以 皇帝小派他不是这样 皇帝小派呢 到了最后就是什么呢 受卢家文化的影响 受孔子的影响 孔子教学什么呢 有教无类 您才是教 有教无类 您只要想学 什么样的身份 都可以来学 嗯 嗯 你才是教 给你不同的情况 你要我讲课 我在 这里在家讲课 我就可以讲得深一点 对不对 因为大家去了博士 都是多年能闯经验的 那我要给本科班讲课 这些东西我就不讲 讲了才听不懂 因才是教 所以皇帝小派 皇帝小派呢 就是受孔子鲁江文化的思想 所以你只要学我就要给你 只要学我就要给你 所以皇帝小派就发扬光大了 所以大家想 咱们每个人 咱们不要当扁车学派 还要当皇帝小派 才能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 就和我的依照鲁江文化一样 谁要不穿啊 敢穿我儿子 我的学生我也不教他 那样行吗 不行 那样不行的 所以不仅我的学生我教 只要是想学的我全教 到时候都会了 多好啊 是不是能传下来啊 能发扬光大 这就是谁最想教的呢 就无所谓了 那是搞文献的问题了 但是我最反对的是 我跟你说了以后 这个东西啊 我独创俩 或者我祖传的 你说独创俩 千万别说我独创俩 哈哈 是不是啊 这就是个人体 是不是啊 所以你学着编练的东西 就是学着编练的 你自己的就是自己 所以干医呢 要讲医德 所以难经 我建议大家 回去一定要好好看难经 不看难经 是绝对不行的 你看我对四官的解释 我对七条的理解 就是看了难经 包括 原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叫病入高谎 我就一直不明白 怎么病入高谎 什么叫病入高谎 什么叫高什么叫谎 内经说 古邪其知之之之łam 所以这个疾病到了最后到五脏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 到了五脏还能半死半生的 还能救过一半来 为什么高黄就那么重要吗 就比五脏还重要吗 为什么一到了高黄就没救了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 包括在梦媒 为什么一梦媒就知道你哪个地方有病呢 你得看难经 那么五系的同学李锐老师给你讲难经了 你现在会了吧 所以读经典诸说 有悟 学义有悟性 有无字中求字 就像卢讯写那个匡人日记一样 最后看出有两个字 痴人 是不是 那么 你看看 这是人体 这是肚脐 这是下脚 这是中脚 这是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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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的元气 就在肚脐的心部 肯定是要偏下一点 肚脐的心部 肯定是要偏下一点 肚脐的心部 它是十二经脉的根 五脏六腑的本 但是它怎么来 这个元气 这个元气 怎么来到达五脏六腑和十二经脉 怎么来到达全身 它不能通着直接过去 它要过两关 第一 肚脐 是中胶和下胶的这一关 如果对四关里解释 这一关 这一关 叫黄关 也叫七关 所以你想一想 肚脐庞开灵在五吞 这个学书叫什么 黄疏 为什么叫黄疏 所以我告诉你 你明白了 黄实际上就是肚脐 肚脐这个部分叫黄 黄疏 这个地方是隔 隔就是狗 所以隔就是狗 所以隔就是狗 什么叫高黄 高黄就是隔和肚脐 明白了吧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它就麻烦了 三交者圆起之别实业 你得看一看啊 别实业 三交是水火气地运动的道理 它是一个路 这个路有两个关 一个是七关 一个是客观 人体的元气 具以七下 它要是公用五当六府的话 它必须要先通过七关 上来 上到中交 上到中交 上到中交以后 它不行 它要继续往上上 它要经过这个隔关 经过这个隔关 经过隔关 一个圆 一个圆 聚在这个地方 这叫高质圆 没有九尾 在九尾这个地方 高质圆 圆气在这个地方 会聚了 叫高质圆 没有九尾 那么这个地方 在上的时候 台外的地方 也要聚一下 黄指缘没有剥秧 剥秧 还有笔吗 这几度不能用了 老师 你再盖一下 盖一下 这个 不用盖了 现在就没有 去拿 找 新的吗 新的盖一下 新的盖一下 质量 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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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的是怎么样 这个不行 这个是擦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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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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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在气下这个元气 距离这个地方 有波秧 波秧就现在 相当于气海这个位置 在气海这个位置 在气海这个地方 停一下 好 波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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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秧就是相当于气海这个位置 还具一起下 在这个地方 他要往上走 在这个地方 等着 在这个地方 看看你这个身份怎么样 是不是真正的元气 他有些邪气混进来了 或者咱听课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人进来了 会进来个小偷啊 进来个贼啊什么 看你不容易 偷你的包啊 没有这个意思啊 就在这个地方汇聚 然后首先 经过这个广关 七关 上到中郊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他又遇到一关 他又在这个地方汇聚 那么 这叫 黄之园 遇到旧尾 黄之园 灵处就诊诚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么上来以后 他必须要上来 就像咱们有一种鱼 叫什么大马哈鱼 什么鱼 他必须要上到上边来探嘴 是不是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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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马哈鱼吧 对 他必须要上来 这人也挺贵 这个气啊 你从那个地方 他全身不行吗 他不行 他必须要上来 上来以后呢 到了肺 肺呢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肺足智节 再一个是肺超百脉 实际上现在啊 中医的理论啊 好的基础理论都弄错了 关于这个肺足智节 肺超百脉的问题 我们中央大学那个基础理论教育 中医基础理论教育 是国家级重来学科 现在的专家教授 基本都教我说错了 现在的 现在的书法都是错的 它不是这个真正的含义 肺足智节 就是肺足智力调节 肺是宰相 错了 什么叫做解 二十四解气 解是个名词 知道吧 嗯 所以解呢 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 嗯 是不是 这个六节荡相论 这个解也是个时间的概念 它是个名词 它不是个动词 它怎么来解呢 就是这个人体是不是有五脏六腑十二经脉 还有七零八脉 就是这个气 什么时间到哪个地方 什么时间到哪个地方 就好像二十四解气一样 明白了吧 所以我能一直在画 你看我画了个图 你看看 大周天小周天 嗯 什么时间这个气到哪个地方 什么时间那个气到哪个地方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就是气血是饮食图肺经开始 嗯 是不是 为什么饮食图肺 肺大微频要上庞神波叫大甘祥 那么现在 血精弱为什么显示图肺经开始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元气上来以后 必须首先得到肺 什么叫肺炒百卖 原来我就不明白 肺炒百卖呢 它怎么炒百卖 不理解 不理解 你看看 我一直聊完那个图 你明白了 肺炒百卖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人体的气啊 包括肺经 为什么要起宗教下落大厂 换群为口上个数肺 它为什么必须要通 宗教 宗教连着 一个是 因为之气 同胃当中的因为之气 必须要上到肺 然后通过肺 炒百卖 煮制节 它能不散全身 知道吧 第二个元气 最后上来 也必须要倒肺 倒肺了以后 通过肺炒百卖 就是肺啊 联系了全身的血精 到了肺这个地方以后 开始这个 人体的营气和元气啊 就开始沿着经脉啊 饮食 你们说 才从肺开始 然后到肺经 然后到大厂经 肺经过来 然后到大厂经 然后解到胃经 然后下来在脾经 然后叫西经 然后小厂经 是不是一圈 转这么一圈 你想想 都是从肺开始的 最后从肺 完了以后 最后又回到肺 你想想 是不是肺炒百卖 是不是啊 就是从肺开始 最后 都要回到肺 但是 什么事件该到哪里 什么事件该到哪里 是肺说了算 他是个大白鸣 像马会长一样 什么时候上课 什么时候下课 他说了算 就这么个意思 明白吧 分析是朝百卖诸之戒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他必须要上来 通过肺 宣发肃降 该生的生 该降的降 不是宣发肃降吗 肺诸一神之气吗 是不是啊 所以把这个元气也好 包括宗教化身的 淫微之气也好 上到肺 通过他的朝百卖诸之戒 然后不散到全神 然后 在每个经脉上 圆穴还有一个 圆气还有一个汇集的地方 那就是十二经脉的一个圆穴 知道了吧 十二经脉是不是都有一个圆穴 它就是圆气 通过肺 不散到每一条经脉 在每一个经脉 圆气呢 有一个汇集的地方 那就是圆穴 圆穴就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来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这个地方不同了 圆气能不能上来 能不能到达中交 能不能到达上交 能不能不散全神 那么五脏六腑和十二经脉 都得不到圆气的滋养了 最后这个人会怎么样 所以那 南京说的很清楚 根脚则 净枯啊 所以那个树一样 那个根路个烂了 这个树早晚要死 南京法复提到 这个人呢 看着没有病 最后他突然死了 为什么 他就说这个根坏了 这个根烂了 就像树一样 那个树根烂了 那个上面当时看不出来 但是最后这个树早晚要死 根就是元气 所以这个黄出了问题 要死人呢 不通 上不去了 元气上不去了 是不是要死人 他要死人 所以你得看看南京 只要是在肚脐这个地方 像肤粮嘛 肤粮啊 这样的病啊 还有些其他病 他说这样的病 是死不治 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出了问题了 影响到这个 器官了 这个元气伤不来 这样的病 没救了 就是这个 它堵了 那么这个关如果出了问题 黄关如果出了问题 这个器也上不来了 上不来了以后 大家想一想 这下子 因微之气也上不来了 元气也上不来了 全身得不到 因微之气和元气的字样 也会死 所以什么叫病入高谎 就是这两关出问题了 知道吧 这两关出问题了都会死人 这就叫病入高谎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再看看 把内经和难经对起来看的时候 医学的好多问题 你就因人而及 中医的道理 你就因人而及 并且 并且 零处九正二十安说得很清楚 十二元出于四关 四关组织五脏 五脏六腑之有机 当驱至十二元 那么你看看 七疗 可以不可以 组织五脏六腑的疾病 你看看 七疗 完全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 那么大家想 这个地方 能不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也完全可以 所以我呢 就 看书以后 我也是看了古代的文献以后 我就发现 古代的好多书当中 贴心口 好多药物贴心口 治了全身的病 所以当时 我现在这个独特疗法的书 我已经出了十几本了 所以我把身体为什么累垮了 最后没有办法呢 我就把山东中央大学的 一大串的博士说师 年轻老师 跟着我一块干 我把那三口书目列出来 你们去查资料去 已经出了十几本 就是全世界独特疗法 本来还有四本 我还要出 因为98年以后 开始干行政 没有时间了 找其他人写呢 最后他还没写出来 其中有一本呢 叫中医心口疗法 就是专门用心口治病的 但是前年呢 终于出来了 我们内科一个 我一个 复科一个教授 最后呢 他有整理的整理 我说你赶紧出来吧 已经出来 叫中医心口疗法 就可以治疗全身的病 所以这就是四关主治五脏 所以四关是隔关 七关 还有万关 怀关 我那一句话我都解释了 这些地方都可以治疗全身的病 你看万孩儿针 可以不可以治疗全身的病 他就在万关和怀关那个地方 所以还是没跑出内经去 觉得都挺能 跑出内经去了 你记住四关主治五脏 七疗你也会了 心口疗法你也会了 万孩儿针你也会了 并且什么叫肺主一身之气 什么叫肺主治解 什么叫肺超百脉 全通了 是不是 什么叫病毒膏晃 你说 那您怎么解释这个 心竹血脉 和这个肝主书血调达 如果是肝尸书血的话 全身也是气血脉 你说的很对 因为气血是不可分的 是不是 肺主气心主血 所以肺的宣发素降 也必须要有心血的一个推动 是吧 心血的运行也必须要有肺的一个气的推动 气血是不可分的 那你讲究干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现在好多推荐都画错了 我在加州我看了这么多病人 我就发现至少80%的病人都有感情 是 我希望以后我再来啊 80%的人都没有感情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过得很幸福了 所以什么事情我告诉你 瞒得过父母瞒不过代 一磨麦我就知道 所以你讲到这个问题 咱又得回到太极图上来 太极图我看的太多 但是我非常愉愤 好多太极图画的都有问题 你看 你懂的这个太极图我告诉你 中医你全懂了 你要不懂这个太极图啊 中医你不进门 这是全部是黑的啊 内经前六篇全是讲阴阳的 全讲阴阳 第一篇把阴阳 冲阴阳的生逆者的死 第二阳第二篇自己挑战大论 吹下阳全中阳阴 然后升起冲传大论 啊 阳气的洛太阴日 十七所在这首二八章十五 阳一二上 微外这些 阳气都是向上向外的 所以你记住 阳气的趋势是向上向外的 太极图你不要忘了 这是阳这是阴 这个阳要超上手 这是正常的 啊 这是正常阴阳的一个趋势 阳升阴降 这个你不能错了 但是阳升阴降 还要注意 阳升一左阴降右 这是左啊 这是右 古代啊 这个方位 它现在正好翻的 这是东 这是西 这是南 这是北 这是北 这是不是正常翻的 啊 嗯 东南西北 然后这是中 啊 然后配合五行呢 水 木 火 金 对不对啊 中央是土 嗯 然后配合五道呢 这是不是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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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非啊 皮在这儿 所以我告诉你 内经有一句话 皮为阴中之至阴 皮不在最下边怎么称之阴呢 外为阳内属阴 你看看 皮是不是在最里边 皮主中央 为什么说皮主中央 你看是不是在中央 皮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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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冬天 这是春天 这是夏天 这是秋天 春 春天是 干属于春 属于木 属于东方 是不是都堆起来了 南方属于新 属于火 属于夏 是不是都堆起来了 你看内经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必须要这么话 你不这么话不行 西方属于金 属于肺 属于秋 是不是 你看 中央屋极土 中央属于土 皮不住石 皮不住四季 皮不住石和野 属于中央属于中央属于土 为质淫 它在最中间 所谓皮为淫中之质淫 你不知道这个图能行吗 你看内经啊 你不懂这个图 连门中央那个门进不来 你懂这个图 阴阳的天地之道 也万物之刚 积变化之父 母生山之父 生命之父 也故之病 地球有本 很明白 天地之道 这是一个 阴阳语 这个太极图就是天地阴阳之气的一个 时空全息图 就有时间又空间 所以雷床上你见到的好多疾病 这就是说那个磨脉了 为什么那个肝在右边 刚才这个医生提到肝是属性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肝在右边 你磨脉呢 要磨左腕脉 人体的气啊 正常的情况下 是左边上来 右边下去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太极图这个规定 还可以配合 天干地支 东方嘉义木 南方冰冷火 西方更新金 北方任鬼水 中央物极图 这是天干地支 这是紫 这是橱 这是毛 这是武 这是油 通车路往上是白天 下半是黑夜 是不是 所以古人叫点毛 五点到七点就起来了 古人比现在还勤奋 是吧 毛就是五点到七点 不是点毛吗 五点到七点就点名 就出来干活了 可以配合 还可以配合十二个月 这就是冬至 这就是夏至 夏至 白天最长 晚上最短 冬至 晚上最长 白天最短 但是冬至 冲阴则阳 阳起开始产生 夏至 冲阳则阴 阴起来产生 画龙要点军 画鱼要点眼 洋鱼有个黑眼 黑鱼有个洋眼 这就是阴阳的护根 知道吧 所以这个太极图啊 太奇妙了 但是一定要画对 我建议咱们马会长咱们医师总会的太极图 赶紧画 我已经请告诉你 尿不患叫人家一看 笑话 现在好多人给我寄名片 一看我一个太极图 我就笑 包括现在好多讲《易经》周易的一些书 我一看我就笑 我连看我都不看 所以我一直肯定我没有共同的感觉 是不是 你到这个大街上去看 你包括到这个四面上去看 哎呀 错得比比皆是 嗯 他还在那个地方故弄 富庸风雅 本来不知道 他非得画个图也不行 一画他就错 那不是一小大方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还有很多啊 可以配好八卦 可以配先前八卦 复习八卦 也可以配文明王八卦 就后天八卦 嗯 可以解释中医学上的好多好多的问题 那么 那么 这个图 也可以安在肚脐上 刚才《难经》说的那个缩影的定位 就是给你这个图来的 加落的干脉 七处有动气 由此的干眼 加落的皮脉 嗯 当起有动气 当起有动气 是不是 周期在哪里啊 加落的肺脉 其有有动气 加落的心脉 其上有动气 加落的肺脉 其下有动气 你看 是不是按这个图来的 完完全全是按这个图来的 你要把这个图画错了能行吗 你能对得起来吗 你零书顺其一日分为四十天 从这个日出到日中 是阳中之阳也 上面属于阳 你看这是不是属于阳气啊 是阳中之阳也 这个地方是阴 是阳中之阴也 这个地方是阴 是阴中之阴也 这个地方是阳 是阴中之阳也 说得多清楚啊 你还能弄弄弄弄弄了吗 一看这个图 你绝对迷糊不了啊 是不是 再一个你想想 春夏洋洋 春天夏天 洋气迅速的生发 天人响应 你这个时候啊 你要洋洋气 不是春天夏天多进 多吃一些补月 多吃一些热月 错了 春天夏天 这是春天这儿的夏天 阳气迅速生发 所以野火烧不尽 春风春又生啊 这个树叶子几天 哗就出来了 草几天哗的就出来了 就像九金山一样 现在是吧 一到春天下雨的时候 哗的草就出来了 啊 迅速上升 这个时候要春夏洋洋 人呀也要洋洋气 啊 晚睡早起 多活动 秋天冬天 阴气越来越来越多 气要开始沉降了 天气要变冷了 阳气要牵藏了 这个时候 你那个人 也应该 少活动 明白吗 嗯 少活动 多休息 一年四季是这样 一天也是这样 刚才我讲的 啊 气之道的 发育营羊和育素素 一是又节气又有常 首先是发育营羊 怀疑这个图 春夏尿洋洋 秋冬养瘾 一天当中也是 这个地方 最应该睡觉 这个点最应该睡觉 明白吧 啊 你如果这个点不睡觉 非得在这一块羊的地方睡觉 自己找麻烦 从一样得生 你只得死 大家知道 国内有个 最近很火的一个 中医叫刘丽红啊 写的不是说要思考中医啊 他老师叫什么名呢 很厉害 嗯 李洋伯伯 他怎么那么厉害 他怎么活得四五十岁就死了 我告诉你最给美的原因 晚上看书 白天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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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东西他都没卖了 就是没把这个 从阴阳的生 阴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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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那您怎么说 善不阳者从阴阳 善不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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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吧 那说的就是阴阳的护根 主要是 主要是虚症 特别是 肾阴虚 肾阳虚的虚症 它是根据阴阳的护根来的 也没有跑出这个问题去 是吧 阴阳的护根 骨阳不生 骨阴不长 是吧 那张景岳的 张景岳对阴阳啊 是非常有研究的 历代历家当中 对阴阳研究最深的 张景岳是其中之一 它是主要的虚症 虚症 虚症而言的 特别是对慎阴慎痒 虚症而言的 那么下面呢 大家一看 我继续来回答 这个医生提到的 肝鱼的问题 你给大家看一看 肝是从左边生的 是不是对啊 肝气行于左 肝气降于右 肝气降于右 所以雷床上啊 这就对我们有用了 如果你见到左边 这个病人有病啊 你可以发现啊 如果去了外邪 感受风寒使邪 那另当别人 只要是内伤的病 病在左边 一般情况下 都是肝出问题了 肝的生发出问题了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肝鱼 昨天我讲的那个腹疼 是不是讲的 两少腹疼痛啊 特别是左下腹疼 肯定是肝鱼 这种肚子疼啊 肯定是脏疼 或者是起块 一疼你想大便 大便完了它就舒服 就怕很生气 一生气肯定是假动 现在医学检查 往往是医状解肠炎 和降检肠炎 再就是这儿 不舒服 路线登伸 再就是肩膀 肩膀特别扯 好多人颈椎病 急线胃炎 是肝鱼的问题 左边偷腿 耳鸣 往往都是肝的问题 肝气 是生于左 生的不急 和生的太过 都会出问题 在一个临床上 我这一点点的话 提到坐骨身心疼 有时候好多 坐边的坐骨身心疼 就是肝鱼鸣 肝鱼 肝鱼 我一般都用拆虎柜汤 左边疼很脏 疼的时候心烦 不愿躺着 不愿躲着 好一点 天气变化没有关系 天气变化没有关系 就不是感受丰庵实斜 现在好多人治疗 一开药 驱风三汗出尸 受病论的影响 丰庵实三气杂志 哈尔为病 丰庵实斜 汉气生的为腾壁 实斜生的为卓壁 驱风三汗出尸 他这个病 他给命他就下雨天不厉害 你给他出风发山出事干嘛 他就是左边疼 左边脏 特别烦的行 活动活动就好一点 一生气就厉害 肝胆 你把雨火外散经络 干气形一左 像这样的 你把那个雨火把它发散出来就好了 拆虎桂枝汤 咋真了咋太冲 咋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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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常规的多个身体头的手 他不管用 也可以打兔阳鲅的感觉区 大家想 咋阳泉干净 咋卖会议间 是不是咋阳泉 咋阳泉 一侧是不是邵阳鲅 咋阳泉 所以打兔阳的感觉区 也是质干和质胆 也有效 所以干气心肌所特别是 墨脉 你怎么来点刀鲅 你墨脉 只有搜刮脉 那个地方特别大 大家记住四个字,卖读者病,这是内经的话。 内经论卖像,反复地讲卖读者病,六卖就是这一个地方出现正常,不一样大了,读大的病,读小的病,读福的病,读称的病,读朔的病,读痴的病。 读官池,两边是六卖,就是这一个地方出现异常了,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肯定有病,明白了吗? 然后又回到南京来,南京告诉你了,这是寸,这是乖,这是尺。 寸脉,竹隔一上,叫竹,关脉,隔一下到肚脐,尺脉,是肚脐一下。 所以你看这个卖像,它表现在哪个地方?我这么一说,你回去试,你马上你把中央的东西全穿起来了。 你得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你没卖啊,我告诉你。 路过,严格的说,这会儿是关了,但是关有分,上关上,关上,张忠景绝对是懂磨卖的。 你看张忠景的风寒极具品,他绝对不是把这个卖像分成了三段,他分成了九段。 但是现在好多人都不会磨卖,这个卖像是个管子,它不是一条线,这个管子你要磨三边,这边要磨,这边要磨,上面要磨,底下就磨不到,是不是? 但是你要学着这么磨,这么磨,另外两三个指头之间,这个指头缝你磨不到,是不是磨不到?你要这么上下的滑动磨来磨,指头缝之间你才能磨得到,知道吧? 所以现在好多人他并不会磨卖,我是给我一个老师,张展明老师,磨了两年卖,他都穿四代。 所以现在好多人他都不会磨卖,那么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磨两种磨的卖像,你回去试。 一个是胃病,胃病,这个人有没有胃病啊? 你磨你磨出来,不会出现这种卖像,但出现这种卖像肯定是胃不好。 什么卖像?就是右官卖,右官,这是碰,这是官,这是尺。 下来这是官吧,未必得卖像,表现的什么地方呢?表现得官上。 指头,中指稍微往上一点,往齐那个方向一点,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 我给你形容形容的感觉。大家吃过那个汤葫芦串吗? 本来是一个一样粗的,它这个地方呢,穿上了一个汤葫芦。 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粗,知道吧?枸杞一块。 这边也高起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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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粗,变粗了。 这说明汽血在这个地方兼具了。 这个地方,这个不是对应哪的呢? 对应于胃。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出现了,它那个汤葫芦一样,比较高,比较粗。 肯定,病人啊,胃这个地方气血解决了。 病人会有种什么感觉啊?胃这个地方比较脏,比较闷。 所以我原来有个老师啊,叫刘景琪老师。 我给你讲,他实习的时候啊,他就是上官上华,搬下细心汤。 上官上。 就是官卖在上一点,叫上官上。 知道了吧? 上官上是张中景起出来的。 你回去看。 啊,心下皮肝的卢气卖官上服,官上,上官上。 他都有。 这张中景对卖相非常有研究。 那么,干预的病人怎么骂? 干预的病人啊,就是按左脉了。 这是吞,这是官,这是痴。 你记住啊,如果在左脉,没床,见到最多了。 如果在官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变大了。 摸着这个地方,高气一块的变大了。 他肚脐的左边肯定气血不痛。 他不一定有感觉,你叫上床,摸摸,肚脐的左边肯定有牙疼。 我在家中已经至少有七八粒了吧。 肯定了,错不了。 这个病人肯定,就是这个气啊,从左边生的时候生不上来了。 怒在气上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干颜本来是生发的。 他这个地方有个官,堵住他了。 他不是正常的气啊。 他就愈止在这个地方。 愈止在这个地方以后,你这个卖相呢,就会出现左官卖的一身。 鲁鱼指的比较厉害 这个地方也会隐藏 它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以后呢 它就解决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就解决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从上面上不去了 它就要从下面排 所以这种病人呢 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那种胰胀检肠炎 慢性检肠的症状 疼则欲变 变后疼解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变了以后气息欲止 但是疼开了 它就疼痛的就缓解了 所以那一天 看了那个咳嗽那个病人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女的就这样的情况 咳嗽吗 她说还有一个毛病 然后这个 美师姐呢 想故意考考我 就是不说 我说我银帽卖 我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告诉大家 大家都会了 有东西大家分享 有福同享 有难都当 所以就这个地方 你们一回气 你们不要觉得很神奇 我要是功能玄学的话 你们一辈子不知道 对不对 很简单 中医啊 你不要觉得它那么神秘 否则我也不告诉大家 你看 高教授在那里面搞玄学了 是玄学吗 它绝对不是玄学 你报告孙武 他搞的那一套 绝对不是玄学 都是给你数学公式 推算出来的 天干地之 九功八卦 阴阳五行 给你推算出来 他就是这个样子 错不了 是不是 所以它绝对不是玄学 它都是有依据的 只不过这种依据 你不知道 就是因为它玄了 就像现在 你告诉三岁的小孩 等了几个小时以后 太阳就看不见了 再等了几个小时 又天有名了 我小孩 你怎么那么明白 这不就是天地之道 是不是 就这个规律 规律不能被创造 但是可以被我们发现 可以被我们利用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以后这个脉象 你不要觉得它是玄学 它是很实在的东西 这个脉啊 就是一个人 就是全息 就是人在这地方趴着 它是个人的一个缩影 知道吗 人的缩影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摸你那个脉 哪个地方异常 你身体对应的部分 它肯定会异常 它气血解锯 它不通了 那么您回去再看看脉经 王鼠河的脉经 也是我们山东人 山东人在脉上 必须要做出贡献 这些眼脉着有扁 脉也就是我们山东的 脉经王鼠河也是山东的 山东人不在脉上 帮忙做贡献能行吗 是不是 你看看脉经怎么来扎 就是看你的脉象 聚脉而凑 哪个地方出现异常了 然后扎什么球 哪个什么地方出现异常了 扎什么球 就这么来的 路过这个鱼指 这一关没有拔主 怒得气伤 有些干预的气 通过这个关上来 上来这一度 它再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把它挡住了 是不是 又把它挡住以后 它会坚决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的脉象 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异常 左关面往上 出现异常 那么肯定 它这个地方 会有压疼 会自己有感觉 如果做到这种情况下 要注意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地方 里边是不是异常 在上面是不是异线 在上面是不是心脏 这个病人 可能要出现糖尿病 影响一线 它就会出现糖尿病 影响异线 就会出现异线 影响心脏 它就心脏出问题 那么你大家想一想 你刚治异线 刚治异线 刚治心脏 行不行 它这个地方的瘀气 一个劲 就给它往上顶 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瘀着 你不把这个瘀气 给它去掉 行不行 治病必求起北 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它又过来了 脚性又过关了 又上来了 上来了以后 大家想这是脖子 这是肩膀 这是头 上来了以后 大家想 脖子是不是很窄啊 脖子是不是很窄啊 这个地方很宽 开车的时候 宽的地方不会堵的 你到这窄的时候 它不就堵车了 脖子静椎会觉得很难受 然后气上不来 突然又上不来了 在那等着 气堵在这个肩膀 特别是坐肩膀 就会觉得很沉 很胀 你说那内窗 是不是肩膀站在这样的情况 特别沉 脖子也很难受 活动活动就好一些 不是感受风暗时期 西医叫静椎病 或者肌腺炎 中医就是干瘀 明白了吧 它就干击于止 它上不来了 上不来了以后 它就举在 举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我历史上 我还比较佩服一个名义 这个名义 多才多艺 怎么多才多艺 都说这个名义的字好 但是这个名义的字 不如这个名义的画 这个名义的画 不如这个名义的义 这个名义还会武术 这个名义是谁 福庆祝 福山 很有才 都说他的字好 但是他的字不如他的诗 他的诗不如他的话 他的话不如他的义 非常有才 福庆祝确实有才 都知道他写了一本书 不叫福庆祝女科 是不是 实际上福庆祝 绝对不仅是对女科 有研究 他还写一本书是叫 福庆祝南科 又叫大小朱正方论 大小朱正方论 叫福庆祝南科 我建议你们回去看看 福庆祝南科 大小朱正方论他说 他就说这么一言 两肩膀疼 他不是左肩膀疼 那比较厉害的 此手经之病 肝气之余也 你看看 我在临床上 就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 特别在农村 中午年里 你就通知最多 他说我这个肩膀疼 胳膀疼 脖子也难受 就是左边 左边 别人说累的 你干活那么累 累的 你不想一想 人一般的都用右手 他怎么不累的右手难受 怎么累的 做胳膀难受呢 是不是问题 他应该是累的右手难受 能说累的 干他活我就好一点 一干活就好一点 此肝守经之定 肝气之余也 揉肝 书肝 他就好了 福庆祝南科 专门有这样的方法 所以福庆祝 我告诉你 你看福庆祝的书 你能学到好多东西 他把这个人体也够明白了 所以你记住哈 你包括现在看内经的天有五步 脖子号的病都与干有关系 脖子号出现的症状 学会组织的都是干的问题 肩膀的病 也要从干论治 另外内经还有一句话 肝有邪 七七六一两也 肝有邪 七七六一两也 肝输在镜巷 你看往上一躬 他就解在这个地方 明白了吧 所以内经要说服 百病皆生一气 我们好多 我们有个老先生 山中中央大学张宁玉教授 一辈子最常用的就是逍遥散 逍遥散 现在确实是事 沉默条件越来越好了 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鸟 反正老师心里不舒坦 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 你就发现特别左边的 左边比一个轮床非常多 我来家族我就发现 百分之八十的都有肝鱼 嗯 不是 不是 不是鱼在这个地方 就是鱼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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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从肝内治 就是肝气疏打了 就是这个气急调和了 还有的病人啊 表现往右边 它是降出问题了 表现在右边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病人一定是脾虚的 虚则受 适则不受 脾虚的病人肯定是表现在右边 脾虚的比较厉害 所以只要是表现在右边的病人肯定是脾虚的 或者是肺气是脾虚的 你看看 这就是太极图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它叫长下 长下 是吧 八卦呢 它是昆英贵 脾虚也是在右边 所以你看看这个太极图重要不重要 按这个气疗你就明白了 讲这么多咱得回过头来看气疗 这就是肚气 我那个书房就在这个地方画了个太极八卦图 所以可以诊断五脏六腑的疾病 也可以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 所以什么气疗呀 什么腹疗呀 你终着这个东西 哈的牙都能治 你炒造炒造它就成立出新东西 对不对啊 就这么个事 你把这个道理弄明白 所以你就会发现 气疗啊 疗效最好的病 是治疲的病 因为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不起儿 对应的是不是皮 你看看啊 腹泻 基本的病基 是不是皮区史胜啊 所以气疗啊 治疗最好的病 就是腹泻 急性的腹泻 慢性的腹泻 疗效是最好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得一块吃饭 在一块吃饭呢 有这么两个老师啊 就说我不能喝酒 我不能喝酒 一喝酒我就拉肚子 几十年了就是好不了 回来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这个好办 太简单了 我说你回去啊 你不是没有药吗 我说家里有五香面吧 有 有白胡椒粉吗 有 我说用它一瓣五香面 一瓣白胡椒粉 啊 然后用点醋也行 用点姜汁也行 挑着钢状 切得不切啊 上市纸层膏固定 两天切一次 切两天切一天 切两天切一天 切两天切一切 过一段时间 好了 再喝啤酒不拉肚子 你试试啊 有慢性腹泻的 什么用啊你也不用用 你用上市纸层膏一切 它就不拉了 它刺激了这个地方 它刺激了这个地方 对应的是皮 对不对啊 它这就行了 它调节的是皮 那么 这个 怎么来调节心 怎么来调节肝 怎么来调节肝 怎么来调节肾 你也会 武藏流浮在这个地方 都有所有 是不是都有所有 所以医学的道理 很简单 一通你就被通 你真的把它搞通了以后 它就是这么个事 它就错不了了 所以你看 宋朝还有一个医家 叫王志忠啊 写了一本书叫真酒自成经 这个咱也听说过没有啊 真酒自成经 王志忠这个人啊 他本身 就用慢性解肝炎 慢性腹泻 多少年好不了 首先呢 他是根据内经的办法 内经这道慢性腹泻 就是炸银铃泉 炸三银胶 然后呢 热性那只 就炸这两个胸 他用这两个胸 有效 但是老是去不了根 最后呢 他就 揪肚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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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肚脐呢 他说啊 我本来一天拿好几次 我今天痘痘肚脐 不仅今天不用上厕所 明天也不用去了 聊笑特别好 最后啊 他就 发表了一个感慨 嗯 落丘躺县 七中第一 三一脚等圈 乃七次也 你看 他自己亲身体会啊 他自己亲身体会啊 他如果是揪法治疗这种慢性腹泻的话 肚脐是最好的 你三一脚啊 三一脚啊 三一脚啊 英零泉这些小味儿 那就不得一个档次了 那就 无药归来不看山 荒山归来不看 又啊 曾经沧海难温水 出去我屋山不是云了 他不得一个档次上 你看 大家看 谢谢是不是皮的问题 所以我讲到这里 你就明白 治疗治疗最好的基金是什么 是与皮有关系的 你也就理解为皮 为什么为阴隆之之阴 是不是啊 所以医学的道理啊 都是相同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肚脐这个地方 康开两岁 有个学位 叫什么学位 田叔 田叔是不是啊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田叔 王兵啊 做了解释 如果一个人啊 神指之天 这个指什么神呢 之天 书指之地 齐正当齐半野 肚脐啊 真好是人体的一半 嗯 齐上为天 齐下为地 肚脐这个地方 就是天地人交通的一个枢纽 知道吧 这就是一个枢纽 顾名 天地之枢纽 顾名天书 所以啊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啊 是人体 气化 什么叫气化 气急的升降出入 这是个总的一个转盘 就好像咱们 城市如果交通瘫痪了 麻烦了 特别是在交通水流 那个地方瘫痪了 是不是上下左右 东西南北是不是都瘫痪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枢纽转开了 所有的该 该往这 该往这 该往那 就行了 肚脐这个地方 就是个枢纽 气急升降出入的一个枢纽 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是不是 非常非常 非常 但是上午 聊了几点 聊了一点 你给大家解解问题 我们俩去拿饭 解答问题 给大家提提问题 扶着我们俩推到了 好的 好的 行 那么大家到这个地方看有什么问题 咱们现在可以 签字的签字 好 所以说 奇疗对便秘 什么 什么 奇疗对便秘 便秘 当然 好了 我下午要讲 我下午要讲 你先给你个方子 下午前讲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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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可以用 两三岁的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 如果 只要是肚脐那个地方 闭合好的就可以 会感染 那很快 可是像有时候 有些人肚脐很脏啊 那 要清洗 清洗 要清洗干净才可以 早一点来 国内多人过敏吗 最重要 有 有过敏 过敏体制容易过敏 那过敏怎么办 过敏呢 那就给他做一个带子 或者有其他的办法 周围周围把我去掉 上午呢 咱讲到了 七寮啊 古代早已有之 好多一家都有记载 实际上历代的一家 对七寮都有论述 现在时间关系 也不讲了 每历代的一家 他都有七寮 只不过呢 中文学院成立以后 教材上没有把它写进教材去 所以呢 学生呢 他又不再看古书 他就不知道这个方法 古代早就用了 下面呢 咱们讲一下 七寮的现代的研究进展 现在的研究进展 就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南京中央大学 中国中研究院 还有我们山东中央大学 已经有研究生 讲七寮作为 说实论院的课题进行研究 当时呢 我就是跟我老师一商量以后呢 我的研究生课题就是做的七寮 那同时呢 南京中央大学 还有北京的中国中研究院 也有人开始也开始做七寮 南京呢 有一个研究生呢 做的治疗治疗小孩不歇 很简单 就是丁香肉贵粮 又要严成面子 严成沫 都起治疗小孩不歇 丁贵散 作为他的研究生的课题 北京呢 中国中研究院 陶小黄 老师是著名的文献学专家 于云奥 他搞的是七寮的古代文献研究 但是在他的研究当中啊 他认为七寮的最早记载 这个 他认为是失与山寒论 这是不对的 应该是最早的52军方当中就有了 我刚才那个方子我也给大家说了 是吧 这就是我呢 是跟着我老师呢 就是搞的 培养性结肠研 所以我昨天讲 为什么好多腹藤呢 根据腹的部位 可以辩证 它是哪一个 哪一个当口的问题 所以 当大夫啊 一定要 堵经典做冷床 大浪的冷床时间 你就把他的规律总结出来 现在的文献报道要非常多 当时我查了是从89年到2006年 你看看 有多少篇 很多很多了 到现在更多更多了 上前篇的论文 这就不多说了 但是现在的论文啊 大部分都是临床报道 治疗是什么病 理论探讨比较少 科研的报道也比较少 文献研究呢 这个这个 试验研究呢 更少 因为这个动物瓦 它没有骨骑 所以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呢 这种报道更少 这就是著作 著作 我这个中医治疗大全 并不是最早的 我到山东中央大学图书馆 翻那个古书的时候 翻那个古代的书的时候 就翻出来一本小书 那本小书是很小的一本书 相当于小本本 是印刷的 但是呢 也就是最多就是一两万字 很大的一本小书 叫天奇疗法 不是正式出版的 上面写的北京中医学院 刘亦东 然后我就问一些年纪大的老师 刘亦东老师 是北京中医学院的一个老师 他是北京中医学院 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他弄了这么一个小册子 叫天奇疗法 但是没有正式出版 据我扫查的文献 这应该是气疗第一步专注 不是我的 刘亦东 终于天奇疗法 叫天奇疗法 很薄的一本小书 没有正式出版 大家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里边有 就要通过固执队里翻出来 这个上边呢 这个记载了 有那么几十手气疗的房子 也不多 就是介绍了几十手气疗的房子 啊 天奇疗法 但是没有正式出版 那么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啊 到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时间 已经刚刚气疗的书已经出了二十多年 所以这个医学的发展 这个学术的发展 离不开社会 和社会的发展是心心相关的 你比如说如果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话 在座的各位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在加州行议 中国又不改革开放 继续闭关锁国 咱们不可能在加州行议 当然在台湾的那领导别论啊 至少从大陆来的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去查奇疗的文献的时候 我也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 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之前 奇疗的报道比较少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啊 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哗哗哗 全能大爆炸 哗的全出来了 在这之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很少有爆炸 为什么八十年代以后 它就哗的都出来了呢 大家想想原来的大陆啊 是几款经济 当大夫的包分配 中医院毕业以后 把你分配的拿个单位 大锅饭 一天看一百个病 和看一个病 拿一样的工资 你类似活该 所以当大夫的呢 他呢 到了中医院去以后 他就赶紧去洗衣那套东西 中医啊会开个 四菌子汤 小鹅散 就行了 治不死人 十八反十九位 要给他抬上 就是啊 你同志来开个四五汤 男同志来开个四菌子汤 开个小鹅散 我看能能激荡一顿子 好笑吧 潜潜的玩 喝着茶 看报纸 聊个天 就行了 不用看病 看高了看少了一个样 所以这些 在中医院的这些 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啊 他没有压力 再去读故事 不用读 他说 学校西医的东西就行了 来着病人 住好院 别叫他死了 就行了 把急诊给他处理处理 就行了 不超着中医下工 就是十一届三农全会 你就 在这得感谢邓小平 改革开放 打破打过犯 谁有本事谁争相多 所以呢 这就大夫开始啊 我怎么才能提高临床疗效 我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病人 这个时候啊 开始在中医上面下工夫了 开始啊 对中医的一些独特的疗法 开始研究了 发现 这个治疗呢 还能治了好多病呢 这时候开始报道开了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啊 我给他用这个词 是爆炸式的症状 哗的好像传出来 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呢 已经二十个分 你看这是我这个治疗大拳 我说我为什么说 现在是第四版 你看看啊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是这个方皮的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进行耍了后几次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三次 我这本书呢 主要是对古代的文献 做了一些搜集整理 然后呢 通理论上做了探讨 就是思考 治疗为什么 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病 我上午讲的505的神工研究带 他的方子不是我的 但是他写了好多论文 所以他这个为什么能治病 全是炒的我的 他这个为什么能治病 他发表的好多论文 他理论探讨 全是炒的我的 甚至一个字不差 全炒好了 嗯 不过现在呢 就是现在出的好多的书啊 现在出的好多的气疗的书啊 你看看 好多就包括这个书 稍微改变改变 缩减缩减 现在大陆没办法 他为了禁止称 他要有著作有论文 所以好多的也是从我这个说法抄的 包括发表的好多论文 当时呢 我为了给那个 这个 本来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来回我505的神工研究带 那时候很热 国家领导人都接待他 本来呢 我说你承认一下就拿倒了 他还不 他还很牛 很牛对不起 山东人就是邪 你牛吧 嗯 我非得叫你认错 我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 他把全国最好的律师找来 某主席 不打五中卫之仗 不打五八二之仗 我早就把全法背的赌本光乱说了 嗯 最后 这个 这个 505那个 住山东 山东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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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师出的那个主任说 哎呦 你比这个律师还厉害了 我说 我是不打五人被指账 不打五八八我指账 我证据 确凿 本来我是想通过这个事呢 来回我 咱们两个共同研究研究 结果呢 他还很牛 牛猫 山东人最不害怕牛的 是 是不是 嗯 所以呢 一下子呢 他就服了 啊 然后专门 请的北京中央大学等等好多的全国的那个名义啊 跑到山东来 给我说请 啊 你赶紧把这个 把这个 我说 我说 我一下子 马上我就全世界知道来会我的东西 发表论文都是朝着我的 嗯 好多人给我说请 啊最后呢 他姿态很放 放放地了 反面请我都过去 啊 要怎么怎么做 那最后呢 我说 那撒了把他这样的话 你给你你就什么 我就咱就和解就行了 啊 他说我我我给你的科研经费你继续搞研究吧 我说OK 啊 啊 所以这个 当时 我就把 好多的一些书 抄的我的这个书 还有好多的论文 我当时 本来就想着我 每个人我都给他起诉起诉 叫他抄书的人 我叫他天下堆都知道 以后想散了吧 人应该不容易 是不是啊 为了劲之称 为了什么 抄点就抄点吧 所以最后呢 我其他的人我也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做学问也应该严谨 哎 你千万不要抄袭 你抄袭也特别意思 是不是 嗯 你就是要 要引用的话 你得说明这是引用到哪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引用哪个地方呢 你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 是吧 所以呢 我这本书呢 主要就是对这个 治疗为什么能治病 从几个方面做了论书 在这儿呢 我就不多讲了 有兴趣的看我的书 就是治疗它为什么能治病 它的道理所在 和在 从现代医学理论 从解剖理论 从中医的经络理论 啊 我要证明肚器通着十二经脉和五脏六腑 啊 从那个周一的太极 和中医的命门元气气化理论 啊 从这个气功理论 通这个全系生物学 通这个系统论 来看 它都有它的道理 所以大家在这儿 现在时间关系 咱就不讲 啊 那么治疗的理论 大家想 现在还得进一步研究 啊 中医啊 不单纯是个临床经营 它是有理论的指导 任何东西 任何一面学科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 那就不行了 啊 易经有句话 啊 心而下者为之气 心而上者为之道 中医就是道气相合的学 我告诉你一个方子 治疗方子能治什么病 那叫气 为什么你就不知道了 你要心而上 把这个道理弄明白 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 指导那长时间 你就可以去一反三 那才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就应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现在国家呢 也开始 对这个外治法的理论 非常重视 所以06年的97三项目 06年 国家就专门列了一个题 中医特色疗法的理论研究 专门列了一个大题 国家给钱 中医特色疗法的理论研究 所以呢 我们呢 我就叫我的 几个学生 我说啊 咱们的机会来了 我说这个项目就是给咱们的气疗室的 你看看 是吧 确实有疗效 然后呢 在临床拥有的比较广泛 但是还没有写入教材的 咱这个气疗是不是 我说你们赶紧整理整理 所以搞研究需要一个团队 看我一个字边没写 我把那个大体思路 给我的这 几个学生一说 他们呢 就整了一份标书 一投标中了 国家97三项目 现在正在做 就是气疗的研究 主要就是搞气疗的理论 气疗为什么能治理 国家给了几百万 给了一百七十五万 全国好几个中心在搞研究 就是从理论上来研究研究这个气疗 它为什么能治理 最后要拿出理论成果 所以现在呢 就是像气疗这样的 国家也已经开始非常重视了 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 那么 根据这个二十多年大量的临床报道 能显示呢 这个气疗啊 可以广泛用于内外富二五万 各科大约的一百七十多种病症 一百七十多种 我这个书啊 也就记载了大约一百七十多种病症 第一版是记载了一百五十五种 太多 报道的病例大约有七万多例 总有效率啊 就已经报道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点五 我们呢也做了二十多年的这个气疗的研究 我做气疗的研究呢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我就自己设定 我要跟三步走 第一步 我要搞气疗的理论和文献研究 我这本书就是气疗的理论和文献研究 第二步 我要搞气疗的冷床和科研研究 我要把这些房子在冷床上广泛的试用 我为了在试用这个气疗的这个房子 那有多少年 我移走到哪个地方 身上都带着一股月味 他们说哎呦你是一个房子 因为我要试各种房子我都要试 这种试呢 一个是我上美人的时候可以试 在一个好多的亲朋好友 都要找我看病的我免费给他们试 就试我的房子 当时呢为了把这个怎么把这个悦物啊 延成新木耳 我是费了很大的工夫 这个闲子买个绞肉机 绞肉机绞肉 不最后把绞肉机绞坏了也不行 因为我就是弄那么一点吧 现在很简单的用粉碎机了 是不是 然后为了做那个就是那个元气袋 我家来专门买的缝纫机 就是我自己做 我现在缝纫机水平还挺高 自己砸那个元气袋 砸来以后免费 所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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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七老大前后边说有个黑膏药的制法是吧 我专门去学怎么来练黑膏药 专门给我练制的黑膏药贴毒气 然后呢我又专门去学 大家知道那个上日之分膏那样的 就拿一个维生材料厂 专门叫他给我制成上日之分膏那样的铁 然后呢就是我家的那个书厨 专门拿出一个来 不成书 专门乘每个药物的单位药 全是严成新门 一到我家里全是药物 来了个病人呢 有什么病我就给他配点药 拿回去自己试试 病人很高兴 我有我积累经验 到底哪些病疗效比较好 你这155种病 别人报道了我也没用过 我要试试他到底有没有效 是不是 你现在现在他给一些临床报道他有水分 那为什么有水分 他为了金之声 他为了论文发表 他有论文他是编的 是吧 所以你自己啊 一定要实践一下 看他到底有没有效 这样才行 自己一定要实践 所以这样弄了好多年 弄了好多年 现在呢 也冒出一个规律来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临床和科研 科研呢 我们山东省的科研我做了好多 现在呢 973是国家最高层次的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没有再比973高的 所以科研我们现在也做到顶端了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就是高 高氏 系列治疗产品的开发 就是你看我现在和我的学生那么累 一天治不了几个病人 是不是 他不可复制 你得想办法把这东西啊 把它开发成产品 让病人拿出去就能用 用了它就能好 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所以我现在前两步啊已经 走完了 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把这些 有效的这些东西 把它用制成现代的一些制剂 现在的制剂 用现在的一些透皮啊一些制剂技技术啊 制成一些成药 然后 然后 让人家直接用就行了 那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你们这小二夫 现在那么好 老是好不了的 你不用给他弄被子了 朱生和成药拔的墙 好了OK了 是不是 很简单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我们呢 我们是我所在的医院 已经有专门的治疗面诊 专门有个救疗科的面诊 救疗 做救疗 都有排气扇 每个物理都有排气扇 都有隔断 病人躺在床上 啊给你 由 起步揪上 然后这个延延拍出去了 病人躺着一两个小时也非常舒服 啊 病人呢 各种那个救气氛 不同的病 我们有不同的救气氛 养生保健的一种 啊你复刻病的 疼经的不孕症的 啊 解肠炎的 这个救气氛也不一定 这样的话 咱们看看在座里 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去看看啊 这是我们做的课题 啊 我的研究生课题 做的亏养解肠炎的 然后我们也做一个山东省的课题 也做完了 去了雷床实验研究 啊 也获奖了 然后呢 就是我的 这个 还有一个课题 就是治疗这个 男性性功能障碍的 刚才我说那个老师 治好了以后我就做了一个课题 啊 这个也完成了 这就是你看看 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呢 做的就是 知道男性功能 发起功能障碍的 还有呢 是指腾经的 还有这是抗衰老的 还有这是牵在线的 是吧 还有做了一个抗衰老的一个研究 你看 另外呢 我又把它做成八部贴 把这个 药物啊 做成八部贴 这都贴在肚子上 专门一个研究生呢 也做了这样的课题 啊 嗯 然后呢 我就做了动物实验 在大老鼠身上做动物实验 看它抗衰老 啊 就发现它是没有肚脐 呵呵呵 这就是973 这个已经是 不是通过畜生 已经是 早就批下了 也已经通过中期验收了 啊 那么 现在呢 就是 在 我们中医学院 山东中央大学 我从2000 00年开始 我就开始了一门课 叫中医外治学 外治学 就是内服之外的方法 都是外治 包括针灸也是外治 哎呀 针灸推拿都得成坑 啊 针灸推拿之外的这些 这些方法 叫中医外治学 我现在就给他们开了这么一个选修课 这个治疗呢 就是重点的内容 啊 另外呢 就是在多次 在全国的国际会议上 举办了个治疗的学生讲座 并且呢 我们呢 还举办过 七诊七疗学习班 通过七部诊断 通过七部治疗 学习班 这个七疗的人状用用呢 我们也被中国的卫生部 批准一个面向农村和社区的一个推广实义技术 十年北向推广计划 卫生部都专门中文法律证 你这个呢就是向农村和社区推广 因为他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 老百姓啊 有什么病 用点乳 揪揪肚致 他就好了 贴下肚致就好了 在农村和社区 比较适应推广 这些照片我就不说了 照片就不说了 在我们办学习班 国际学习会 一些参加一些说事会议等等 这些照片 那么 下边呢 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临床体会 临床怎么用 是不是啊 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 那么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方法非常多 治疗的方法非常非常多 我今年毕业了一个研究生 我就转门做了一个治疗的一个 把古代的这个方法 你给我看一下 我叫我这到底治疗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他给我弄出来 很多很多 那大体的说呢 你看看 就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用悦物 一个是不用悦物 一个是不用悦物 是不是 不用悦物的话 你可以真吗 可以按摩吧 是吧 按摩肚脐 也可以 真肚脐也可以 或者用那条旧肚脐也可以 都可以 反正肚脐给它一个刺激 肚脐给它烤电也可以 都可以 那么临床应用最多的还是要 配合悦物 配合悦物 配合悦物呢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我做过多种探索 最常用的是把悦物 沿成细沫 然后呢 用的姜汁 或者用的酒 或者用的醋 或者调成膏状 切的都去眼上 然后再用胶部沾上 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疗效比较好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病人过敏 有的病人啊 他过敏 他过敏 体质的 他身厌长了 他肚子就发红发痒 然后呢 我有做过 那个就是 元气带 元气带 把这个悦物做成元气带 带在肚子上 这个呢 他一般不会过敏了 但是疗效有所降低 他就不如这个悦物 直接贴在肚子上 伸出其出口 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啊 虚虚性性的疾病 特别是慢性病 这个元气带这个办法 它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为什么呢 他可以长期带的 对不对啊 特别是秋前冬天 他可以长期带的 再就是呢 练那个黑膏药 穿成那个黑膏药 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本来说 这个黑膏药应该疗效很好 结果呢 我我练的黑膏药 他们也专门给我练 我们那个地方 解放军院一个制药厂 东方花鞋高 我专门去了 去了以后啊 还要带我路上边 为什么呢 他想要我这个房子 练高药一份钱没味道药 没味道药 还请我吃饭 然后说 哎呦 你这个什么这个 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们吧 对不起 这个房子 现在是看项目 还不能公开 但他给我练了膏药 练了膏药以后啊 我大 我使我这个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黑膏药的疗效很差很差 疗效不理想 好玩家的想象都不一样 所以什么事啊 都是时间出真正 疗效不理想 为什么疗效不理想 现在看来 是练高药啊 高温以后 把许多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啊 全破坏了 当然还有些细药 细药呢 比较洒汗点 那样那样 药量也太少 所以呢 给我练的一箱子高药啊 一开始我是免费给他们用 最后那一箱高药 我就毫不犹豫 这叫做他扔了 这叫做他扔了 这叫做不用了 因为他没有效嘛 我弄了黑膏药 我专门买的那个绸子布 红绸子布 啊 搅成一块一块的 黑膏药不是摊在红绸子布上吗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结果最后 那个布也没用完 那个膏药全就扔了 那疗效不理想 哎 好多优效成员他都破坏了 然后我又制成那个 就是那种上日的根儿那种形状的 我发现疗效也不是特别理想 也不理想 但是我发现这个妻疗啊 疗效最理想的 就是这种 真气法 不是 勋气法 就是格药究气法 这种方法是最理想的 所以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方法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参考 啊 你看这是一个小型的粉碎机 看到了吗 你这个悦物啊 很简单 随便用一点放在上面 不到一两分钟 啊 行了 就粉碎了 很简单 你们要开小针锁啊 我建议你们弄这么东西 要不那个药物啊 你弄大型的粉碎机啊 一下子全跑了 是不是啊 得和其他的药物一混合 没有没有没有效果了 你弄这个小型的粉碎机啊 一个凝开就那么一点 你可以把它走得很干净 任何一点肉啊 啊 就可以把它打成粉碗了 很方便 这粉碗能不能直接用科学中药 什么 直接用科学中药 直接用什么 科学中药 就是科学中药 所以他们已经用了 农醋药粉 农醋药粉也可以 农醋药粉也可以 但是啊 我是不能用那个东西 因为它已经提取了 提取了 提取了以后啊 一些东西很怪的 中药制定啊 它不是一种成分的作用 它是多种成分的作用 科学中药不是提取 它是已经建筑过 然后再去进去 那是直接粉碎 它不是直接粉碎的 直接粉碎呢 它直接粉碎呢 它任何成分它都丧失不了 你比如说这个科乌可乐吧 科乌可乐这个饮料 99%的成分都是公开的 就是有一点成分 占很少的一部分它不公开 但是这个科乌可乐 它和其他的饮料 它就不一样 它就好喝 这个药物也是这样 你可能长大一点成分啊 它们之间的这种作用 可能就会产生影响 对不对啊 所以呢 用颗粒 应该说也可以 大部分情况下也可以 你们可以试 应该也可以 但是我呢 还是习惯于把这个药物生药 直接研成粉末 研成粉末以后 我现在呢 我这个 就专门进了一个超微粉碎机 就是眼底非常细 可以破壁 穿透性非常强 穿透性非常强 原来我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研究生论文的时候 答辩的时候 好多老先生就说 你这个气疗倒挺好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肚脐那个地方 那个这个 拔黑的解体组织 它能吸收药物吗 它能吸收多少药物啊 这个皮肤有角质层 这个药物能进去吗 当时是有怀疑的 现在不怀疑了 为什么现在不怀疑了 你看看啊 在中国就两件事 把人给把人给教育了 第一件事呢 就化妆品 它被原来香港那个时候 那些大官贵人 那些贵妇人 脸上现在都轻一块子一块子 为什么用化妆品用呢 它里边有好多的签 是不是啊 伸透进去了 它脸上发青 是不是啊 你看看 哦 还能伸透进皮肤当中去 再一个呢 就是农药中毒 中国的农药中毒非常多 一开始认为呢 是没戴口罩 从鼻子进去的 最后戴上口罩 它照样中毒 你发现 它从皮肤吸收进去的 是吧 是吧 这样的事实面前 现在人也都认识到了 皮肤啊 完全可以吸收药 现在国外的这个透皮之际 现在研究也方性为爱 所以呢 为了透皮啊 大家注意 在气疗用药的时候 你要注意选些什么药呢 要选一些走串的药物 通经开窍的药物 啊 要选一些趣味雄厚的药物 要选一些方向温通的药物 这些药物啊 它容易透过皮肤 啊 那么要用四个字来说实话 咱也记住四个字 生 香 猛 灰 一般都用生的 有香味的 比较猛的 温热的药物 叫生香猛味 那么前面呢 再加四个字就行了 辨证论知 加生香猛味 所以刚才 有个医师问到我 咱那个上面说的这个 理药片文 有句话 是无论何方 无论何病 皆可照用 是不是 有那么一段吧 所以讲 大家修外之法 千万不要忘了 看一本书 你要对外之法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这本书 你一定要买 这本书 是 你一定要 品味 不是理论品味 现在好多人都把它写成理论品味 离药片文 医者离也 弱者要也 用品味体写成 清朝一个一家浙江的 叫吴氏基 又叫吴上仙 这是被称为外之宗师 你要学外之法的话 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山东中学大学图书本 有这么一本书 它是借七十三个月 三个月就还一次 我三个月我就还一次 三个月就还一次 所以我嫌麻烦了 我这家我也不还了 我就是 我就是宁愿我去赔 发我的钱我也不还他 反正我就是据一据有了 这本书太好了 因为我上边有好多的 写了好多的一些梅皮 什么的 这本书非常好 这个现在有出版的 我建议大家看看 这本书啊 他提到了 病啊有三脚病 上脚病 中脚病 下脚病 他说上脚病啊 鼻疗是第一解法 鼻疗 所以讲到隔肌痉痪的时候 有鼻子打喷嚏吧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看 我那个中医鼻疗法全书 就是用鼻子治疗全身的病 这是第一解法 上脚之病 中脚之病呢 七疗是第一解法 第一解法 最好的方法 什么叫第一啊 最好最快的方法 同时他又说这个气疗啊 可转运阴阳之气 不仅宗教的病可以用 他说不论是病在中教 还是病在上教 病在下教 都可以用气疗的方法 所以他对气疗的理论也做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管是学外治法也好 还是学气疗也好 这本书啊 我建议你买了一定要看 那么我上昨天讲到 我很佩服叶天氏 叶天氏 在外治法方面也知道我学习 叶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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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治法方面也知道我学习 叶天氏 怎么来评价叶天氏 你说 他下教他用什么方法 第一解法是什么 你这个确实是 本来我不想讲了 你问 别的别的我讲 上用气打喷嚏 中用甜 甜度气 下用做 做药 就是千锅二英雄 嗯 所以我还写了一本书 叫中医钢肠料花大全 专门灌肠 不过现在千英文药都可以 专门灌肠料花大全 也有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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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叶天氏 的 出生 叶天氏 无十基 在他里悦片尾当中 这么来评价 叶天氏 他说叶天氏 用长山瓶 长山是不是解虐的 裂匪治虐的 吵嗅致虐 好多病人 虐急 他吃不进虐去 怎么办呢 他用常山饮 常山 以那个厨房 把他炒热 用那个 热的这个热气 叫病人鼻子闻 用常山饮 吵嗅致虐 用平胃散 炒微止力 把那个平胃散 进口力 病人吃不进虐去 他怎么办呢 平胃散 把他炒热 然后放在布包里 微肚致 治疗力疾 这就是叶天师干的事 用 常山饮 炒嗅致虐 用平胃散 炒微止力 拾开 便汤也为外置 拾开后室 无限法门 这是他对叶天师的评价 你看看 叶天师 变 你看超山营是内服的 平胃散是内服的 本来都是内服的 他把它变成外置了 但是他这一变呢 最后世啊 这个启发太大 那么我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说要变这个论治 看到了吗 所以叶天师还有句话 不是这个 那个吴世纪 还有句话 他说外置之药 即内置之药 外置之理 即内置之理 所异者 反而 所不同的是治疗的方法不同 他的弱和离都是相同的 所以 你妻疗啊 你怎么开方子 别我忘了 变症论治 记住了吗 但是变症论治呢 当变症论治它不行 外用药 有它自己的特点 它要透皮吸收 药物呢 必须要通过刺激 皮肤 刺激经络胸味 然后呢 再吸收进来 它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你为了 加强对经络胸味的刺激 为了加强它的凸皮作用 你必须还要 用一些 生香猛味的药物 那样才行 所以大家记住啊 气流的用药特点 就是八个字 变症论治 加生香猛味 我其实这一句话 大家想一想 你已经知道 好多方子 好多内附的方子 都可以把它 来治肚器 对不对啊 都可以把它变成 气流的方子 只不过呢 你的家乡鞋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我告诉大家 最好的是 最好的是 摄香 摄香了 是最好的 但是摄香太贵了 我那时候做课题的时候 摄香是九十多块钱一刻 现在大陆将近三百块钱 比较贵 那么现在呢 没有摄香 你可以用冰片来代 我还用过一口药 那种药啊 我建议大家 不要轻易用 为了弄这种药 我看着古代的好多书上 有记载 然后我就想 想方设法买了这种药 结果通过买了这个药以后 那几年 我身上一直带着一股臭味 这种药 什么药呢 阿味 阿味画皮膏 是吧 阿味 这个鱼啊 太粗了 那个味很大 但是那个味特别粗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 你是一个房子 人家不好意思 你身上带着一股臭味 好长时间这个味去不了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诊室 都放在家里 都吃这个味 这个阿味味 这个味道特别特别浓 建议大家一般的不要用 但是呢 古代它经常用的什么呢 画皮 皮块 像这增加几具 像这样的 阿味呢 效果非常 这个你也可以试用 是吧 你可以试用 但是这个味道 确实是不太好味 但是可以做饮精药 这就是那些 丁香啊 肉桂啊 像这些 有芳香气味的 你多用 讲一些 大家还记住一句话 也是吴时纪说的 须知外知者 气血流通即是 须知外知者 气血流通就是 所以外知流通 你怎么叫气血流通 那你是不是都用 温通的药物 都用温热的药物 所以含量的药物 除非是这条高热 像这样的病 一般的比较少用 大部分都是用无温药 叫气血流通 那么大家看这个面圈 能看清楚吗 用那个面 和成个面圈 底下那个眼和你那个肚脐眼那么大 上边呢 就宽一点 现在啊 现在啊 我这两个学生啊 又把他改进了 做的可好看 上边 上边 那个莲花是上边呢 比较宽一些 但是那个眼啊 里边那个眼还是那么大 做的更好看 所以这个呢 你自己妙用在人啊 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 你就那个底下那个眼 要好肚脐那么大 这样那个若骨呢 填满肚脐 上面再填满 啊 这个面圈 你不能做的太高了 做的太高了 那个你丢的时候 这个热量穿不下去 你也不能做的太矮了 做的太矮了以后呢 它烧气泡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 大油要是和你的中指 这么高就行了 啊 你的中指这么高 嗯 做成一圈就行了 然后你看看 把那个油要填上 然后放上按住口 看到吗 原来的时候 我也是要搁一个生姜片 最后我发现根本不用搁 我原来还怕把那里边的 那油点燃了 把肚子烧着 实际上是不要紧 它里边没得有空气 没有空气 它就不燃烧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油一般的燃烧不了 啊 所以呢 你就是把这个盖住点燃 点燃以后呢 等我把它烧完了 然后把这个盖住拿下来 再放一个盖住 再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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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 揪多长时间呢 这是我这个学生 啊 是揪 一般 需要揪 十状左右 八到十状 八到十状 大概我这两个小时 不一定每天都做 这就是一个刺激量的问题 我说我的森森鸟啊 比较配 森森鸟有一句话 头目鼻咽 揪之醉意生少 胸腹腰背 揪之有意大熟 它的头目鼻咽的这个地方 揪我不能揪多了 要揪得深一点 要少一点 啊 胸腹腰背 胸腹部和腰背部 揪之有意大熟 就应该揪得多一些 一定要揪得多一些 才有效 我提到烹度蒸气法 和太日人人熊气法 你知道它怎么揪啊 揪之前 先给我吃饱了 吃饱了喝毒了 一定要吃饱饱了喝的 然后躺在床上 吃酒 吃酒啊怎么办 饿了 躺着吃饭再酒 多长时间了 早晚酒到什么时候啊 上至泥碗下至涌泉 就是从头到脚 微微的出汗 这个时候啊 全身的 百脉合唱 气血流通 然后并血进去 一出来看 身上的这个气血就唱通了 里边的邪气全排出来了 大家需要多长时间 我自己给我自己揪过五个小时 没出现那种反应 再长这时间我没揪 所以你看从他那个 一定是时间很长的 吃饱了饭 饿了再吃再揪 大家想对不对啊 至少要半天以上 大家感兴趣的 你可以自己揪去 啊 早晚酒到通头到脚 微微的出汗 不仅是肚子里边热 而且这种热气啊 全身出现 然后慢慢的就出点汗 一年只需要揪这么几次就行 啊 那么我也是在临床发现啊 揪时间短了不可能 揪的时间一定要长 啊 在八到十状 如果就的时间更长的效果更好 我还治过一个不用证 我为什么治了不用证 也是当时 我也是在九零年前后 春节放假回家 我本家的我一个嫂子去找我 不用证 我一看到他人中工比较浅 我在叫的时候你们都说 人中工比较浅是怎么回事 比较短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子宫发育不良 对不对 还就是子宫发育不良 不怀孕 见婚多少年了不怀孕 我正好在搞妻疗嘛 我也看到古代的书上 专门有志 不用这几个房子 我就把这几个房子一股盒 我说你拿回去用去吧 我说你回去怎么用啊 我叫他就这装书做了 我说你还是用这个 也是这种用这个熏气法 做这个面圈把这圆面放上 然后我说你怎么弄啊 弄好个盖柱把它放上 我说你一星期就一次 最多两次就行 你要不嫌麻烦的话就就两次 他就多少张 我说你多大年岁就多了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你看 古代他酒法 他专门有一个随年状 你多大年纪就多了 结果他真情话 他为了要孩子吗 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农村里没有孩子 那还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所以他很认真 就了 等等我暑假回去的时候 他已经怀孕三个多了 现在的孩子已经快二十了 这是我治的第一例 他就的时间长 你看 我睡里可以说那药吗 药啊 你看书吧 书上有 但是我那个房子 七疗大学上有 但是我那个房子我不能告诉你 你为什么 我这是个看项目 但是古人那个房子 你可以用 我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我那个房子就在古人的房子基础上 大部分药物就在古人的房子 主要的药物像夫子啊 传交啊 白纸啊 食盐啊等等 你们回去可以再去什么去 但是我那个房子 还有几位药师不能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科研的要求 科研要求 必须要保密 是吧 因为我已经做了看项目了 实际上我是不保守的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 是吧 只要是没有国家 没有规定 这个东西一定要保密 我自己我是从来不保密 这个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救的时间长啊 特别腹部里救啊 一定要救的时间长 就时间短了 不管用 但是临床上容易犯一个毛病 特别一开始搞治疗的 容易犯一个什么毛病呢 救了一状热不热还没热 然后再十几点给他救 最后 起开以后病人发泡了 起泡了 别着急 大家记住一句话 叫烧火生气 撞火生气 在内经里的话 撞火湿气 所以那个温热啊 一定要叫它温微的叫它温热 这个时候它可以温通 可以突使这个元气啊 不打全身 如果这个火太旺了 它会伤气些 你要叫它起泡了 它更伤气些了 知道吧 所以呢 一定要这个火 不要很猛了 但是持续时间要长 那么 揪完以后 大家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看这个肚脐 有面圈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发红啊 嗯 嗯 这是最好的 你看 我们这个面圈去掉 面圈和肚脐 想接住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很红啊 嗯 它是发红的 嗯 这是最好的 不气泡 气泡呢 就过了 下一次你要给它处理泡 气泡下一次你要给它处理泡 还有双气血 叫它发红而不气泡 这是最好的 所以你就掌握那个火猴啊 做气疗啊 就和炒菜一样 你知道吧 掌握那个火猴 你火猴要掌握好 现在我那个学生啊 刚才我那个这个这个图片 那个学生啊 叫郑君啊 他是爷我训爷是最多的 到现在他不太敢炒我面 见着那个我就好 老叔见了毛一样 但是他现在做气疗 比我做的最好 前天做 啊 找他做气疗的事先预约 啊 因为那个床就那么几张床 哈哈 他的一个师兄 他的一个师兄 我他的前一个叫王君 也是做的气疗的课题 他叫郑君 所以有个老师 你啊 三军统帅啊 一个王牌君一个郑伟君 我当时到吉南江金集团 就是一个卷员厂 工人很多 叫他到那个地方 免费给他治疗 当时啊 好多人都帮他 他们集团的领导呀 专门请我吃饭 他你这个学生太好了 你看给我们的老干部 结束病痛 我们眼见异熟 好多病都好了 专门请我吃饭 第二年我叫郑君去做 叫他去做呢 哎 没病号 病人他说老师 疗效不好 我说你怎么叫病人做的 他说我就是你看看 帮那个肉啊 严成心脉 告诉病人 然后叫他回家 弄好面圈叫他自己做 我说那样能有效吗 我那样绝对没有效 我说你现在做的课题 必须全部作废 现在做的病例全部作废 统统给我做 天天训他 我就害怕他逮不出他来了 最后半年一下子上道了 因为那前两年他一个家里 他有点事 然后自己又谈恋爱 心思没在这个学业上 半年一下子起了 一下子就上道了 现在他做治疗 比我做的好得多 因为他天天做 他制造那个火猴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掌握什么火猴 所以说世间处成日 这个火猴特别重要 现在你要说这个治疗疗效不好 他和你打仗 是不是 确实疗疗他自己也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一开始他就不信 也不认真地去做 现在你看看 找他做治疗 他在排号 除非我这个老师的关系 找到老师了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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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加班 所以这个火猴特别重要 他说我 告诉我 面团是干的有的 不能干 实在有 面一定要加水 和面 和成面团 水多得加面 面多得加水 这个 像做饭一样 然后围成一圈 我做的时候也是好多的病人 包括有 做材料的 就告诉我 他刚才做你这个办法 太原始 太落后了 能不能弄一个 什么的材料 直接放在肚脐上 那么多好 你这样还得和面 是蓝汉干部的这个活 是不是 我说 也看得很原始 很落后 我也试过 我说那你给我做吧 我说你给我做吧 发现什么材料都不如面团 为什么什么材料都不如面团 也可能新的东西 我没发现 如果咱们有一种新的东西 能代替面团 它是最好的 古人用那个面团 它是经过冷床事件的 一个人的肚脐 它高地不平 你要放这个东西以后 底下不能叫它跑气 接触 接触必须要密切接触 你这个面团 它有这个 你弄好以后 背观什么样的形状 最后呢 底下它都能粘住 它跑不了气 另外呢 你说 你这个面粉 是用什么麦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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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着 你如果不动 它会干掉 也像美国这么干 我觉得如果两个小时 一定变得非常干 不会 你这样啊 久久以后 它肯定不那么软了 但是不至于那么干 不至于那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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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也不用干油 你试试吧 两个小时不至于那么干 这个 另外能够发现这个面团有什么好处啊 它这个保热 保热的这个作用非常好 你要有个东西突然一下热了 你那个皮肤受不了 它会很烫 对不对 你把皮肤掏去泡来了 但这个面团那个传热呢 它又不急它又不慢 然后呢它又特别保温 它特别保温 所以你看救援以后 这个肚脐周围你看到吗 这是不是五脏流腑的作用的部分 刚才讲了 是不是五脏流腑都在这个地方有作用的部分 所以你看它都是发红的 它可以刺激五脏流腑 是不是 它最好的肌面它为什么它都有效应 它不仅是肚脐这个地方的悦无其分 而且这个周围给它一个刺激 它也记住 这爱荣您点着了之后 它自己就自行燃烧 您怎么调节火候呢 它这个主要是 爱荣的大小 你不用叫它自己燃烧 就是不用调节火候 不用调节火候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你想的叫它火力大一点 那我们做的爱荣做的大一点 做的大一点 如果那个什么呢 你把那个爱荣做的小一点 如果是你要嫌那个火慢的话 你也可以吹吹它 是不是吹一吹它火不就在那里拍了吗 对不对 回来说是你要嫌弄得太快呢 你的爱荣燃烧完了以后 你不要急着换 你少待会儿 然后再换另一个爱荣 这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用什么来承着这个爱荣 那很简单 爱荣 你说已经燃烧好的 是没有燃烧好的 燃烧完了 燃烧完了 那爱荣 你就随便弄个杯子 拿了个什么 弄出来就行了 弄出来 再放一个就可以了 那很简单 老师我问一个 药上面我不搁爱荣 那神灯灯照效果 也有 但是不露灸 不露灸 肯定是不露灸 有白痣它有用神灯的感 效果也挺好 肯定是不露灸 但是在肚脐加热 刚才我说了 不用悦苦 在肚脐神灯烤加热 它有作用 你单纯拿着爱荣烤 它有作用 它是贴着的 所以现在 在美国 这个爱荣是个问题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搞酒法的 也都在这个问题 怎么呢 既没有荣 还能发挥这个 酒疗的作用 是吧 所以现在呢 实际上这个酒啊 现在真是值得深入研究 你大家知道 我前两天 有一个医师问到我 对火神派怎么看 现在不是火神派很盛行吗 大量的肚子 是不是啊 实际上我告诉你 不要用 用不是用福慈 斗财早都说了 斗财啊 我说的自命扁券 那个 他早都说了 保命之法 着爱第一 内疚是第一的 丹药第二 古代那个炼丹的 那个药是不是很热 炼丹的那个药第二 福慈第三 你现在有第一你不用 你非得用第三不行 是不是啊 是不是个问题啊 你用第一的 你用第一的 你为什么不用第一 你用第三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火神派很盛行 你现在呢 怎么来想办法 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 如果在座的 美国的科技比较发达 看有什么东西 能叫它发热 有没有污染 那是最好的 对不对啊 无燕酒条有味 无燕酒条有味 但是呢 无燕酒条好香啊 现在疗效也是有点问题 那个面团是用生水活 生水也行 冷水 冷水也行 温水也可以 那个药 如果炒一下再放 炒香啊 轻轻炒一下 可以 你反正叫它 有香味 是最好的 明白吧 但是如果你炒多了 把那个方向的气味 全跑来 那也不行啊 对不对啊 总之有力 它的渗透就可以 那你那个面团 是也加点中药 进去的气味 不加中药 它就是一个热物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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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皮肤跟面接触的那地方 要不要擦点什么 红花油那些 不用 什么也不用擦 不用 什么也不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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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就是保护的 面团不就是保护的吗 对 面团保护旁边 旁边你可以弄 你弄一个什么 弄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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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往上一个孔 然后放在肚脐上 它这样 旁边不都 做手术似的 旁边盖了些 盖了些东西 对不对 你这样它就不发凉了 说 那都可以 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个一般的 揪了以后 揪了以后 把面团去掉 把面团上边的月物也去掉 但是不牵里边的月物 你可以留着 然后用胶布把它粘起来 就在里边带它两天 然后再把它去掉 那如果有的人过敏 你就直接把它去掉就行 有的人有过敏体质 是吗 一般是这样 一般是每周 治疗一到两次就行 不用多了 每周治疗一到两次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大家记住 九一次的时间 一定要长 时间不能短了 时间短了 不管用 好吧 咱们休息一会儿 下边呢 我得给大家介绍 介绍 治疗的方法 好吧 治疗呢 可以治疗那么多疾病 咱从理论上呢 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熏气房 那么实际上呢 方法很多 你比如说现在我正在用的八部铁 八部铁 这是日本 二十七十年代以后 一种新的机型 我就发现这个八部铁 疗小疾病 现在的机型当中 必要满意的就是八部铁 这个很简单 我现在治疗这个腾经啊 等等治疗一些检肠炎等等 我现在都有八部铁 去我的病人以后呢 病人呢 给他八部铁 骨皮了 这一铁好就行了 很简单 就一个铁骨铁 对了 铁在肚铁上就行 很简单 在哪儿呢 在哪里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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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一人有 其他地方没有 因为在国内啊 你这个成学 你要是想弄个批号的话 大约得需要五百万 今天要需要五到六年 才能批下来 知道吧 所以我现在呢 只能是在我自己医院里用 到我那里看病 我就给他 啊 病人呢 可以做我们是院内之机 可以用 是吧 是这么个情况 啊 但是你在市面上还是买不到 啊 这个 所以效果挺好 我现在正在就是 好多钟 我都做成八部铁了 疗效不错 很简单 帮填上就行了 啊 啊 疗效很好 或者你得用神灯烤一烤 再用热水袋上上热铁 疗效也很好 再就是呢 还可以用热铁 热铁 你要是不愿意用这个什么 不愿意用那个熏气法的话 也可以用热铁铁 热铁 热铁疗效也可以 但是比熏气法能 疗效差一些 啊 就是你把这些热物啊 把它烟成熏气未 吁热铁 打て装成一个圆柱状 Works 五分钱,硬币那么大,大约一厘米那么高,或者是半厘米高都可以,最长不要超过一厘米,半厘米到一厘米那么高,那么高度,然后上面呢,你用这个这样长几个眼儿,然后呢就放的都清了,趁着,现用黄酒调和现用,不要把它弄成, 然后呢就放在肚脐上,然后上面放盖珠进行烤,那也可以,这个很简单,你要是长期用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模具,弄成那么大的模具,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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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酒和火,然后砰砰砰,然后一台倒倒出来了,是不是,这都可以,这是热饼酒,表现不错啊,还有好多的办法,大家都可以用,都可以, 你就是,反正想办法在肚脐这个地方,给它一个热物刺激,一个热量的刺激,它一起做,那么治理病也很多,你看我那个书上记载了,记败了一百七十多种病,很多很多,但是啊,并不是这一百七十多种病气疗是最好的,它有效当不一定最好的, 大比方说,它说这个人呀,多才多艺,就好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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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父亲主一样,他的字写得好,他的字不露,他的诗,他的诗,他的话,他的话不露,他的义,他还会武功,啊,他这个太不需要多才了,啊,但是,他的字拿出来和王羲之笔,他的字不露王羲之笔吧,他的诗拿出来和李白笔,他不露李白哈,是不是啊,明白这个意思, 没意思吧,也就是治疗啊,他对一百多种病疗效都很好,都有效,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我们就用他疗效最好的,我们拿过来用,其他的呢,你也可以用,就是你也可以去唱唱歌,你也可以去踢踢球,但是你唱唱歌唱不过杰克逊,是不是啊,他没有了,你也唱不过他,哈哈, 他说,就是这么个意思,他一定明白这个意思,你不要学了这种方法以后啊,什么病都治,我所有的方法,我所有的病,我都用这种方法,那你就下一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当医生呢,就应该知道,好多种方法,哪个病什么方法最好,我就用什么方法,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在临床上体会啊,有这么几类疾病啊,这个治疗的疗效啊, 是比较好的,所以碰到这一类疾病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你考虑一下治疗的方法,啊,一个是胃肠病,大家想一想,刚才讲了这个皮是不是对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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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脐是不是对于皮啊,然后肚脐里边是不是就是胃肠啊,也得很近,所以他对胃肠病啊,要学得比较好, 这一会儿呢,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这个方子,对胃肠病啊,对胃肠病啊,所以在那胃肠病的时候啊,你可以想到,首先想到这个治疗,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腐科病。 治疗啊,可以用于所有的腐科病,所有的腐科病都可以用起来,那为什么所有的腐科病都可以用起来,那为什么所有的腐科病都可以用起来, 这是什么,就是充,润,毒,带,四条静脉的随伤,这是护科病的基本面积,它跑不出充润,毒带去,润脉脉,太充脉上,太充脉是呢,又要时一时下,所以充脉呢,与月经关系非常明显, 独脉呢,也和充脉、润脉里面一样,它区域包装,是不是啊,女同志和男同志的所有区别,它不就是因为有个子宫吗,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子宫直接过的经脉有三条,就是充脉、润脉和独脉,是不是啊,所以女同志的病啊,充脉、入脉、润脉和独脉, 三条,910条,可以一起复合病,再一个呢,就是带卖,女同志的带下,并讲什么的,带卖关系非常有关系,前屏肚脊脊,后屏第二腰椎,环绕一周,那么我们看一看,妻可以不可以,调节充脉脉,它通着不通着充脉脉,人们还用说吗, 妻是不是人面上的一个区别,它是人面上的一个区别,所以它可以调整人面,那么,肚脉,咱们一般的书王说的,肚脉是上后边去了,实际上肚脉还有一条分子,肚脉还有一条分子,通过牵引,往前面走,然后经过肚脐,最后啊,到心脏那里去,这是肚脉的另外一个分子, 那么大家想一想,刚才讲到这个治疑啊,可以治疗,可以治疗这个心脚疼,肚脉通不通心脏,通了心脏的,那么治疗可以不可以治疗心脏病啊,也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肚脉也过肚脐,那么冲脉呢, 并祖上一身一经,上行,祖上一身一经,你肚脐多少啊,0.5寸,0.5寸啊,就是几年的肚脐就上去了,那么咱们肚脐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个面圈,那个盖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把这个处脉也盖起来了, 他也通出门,也可以调出门,代脉,前面就过肚脐,后边过肚脐,第二个肚脐,所以他也过肚脐,所以你看看,肚脐这一个学位啊,通着充认读带四条件来,通着他,他就可以调解了,大家想对不对啊, 基体就有自我调解了,所以通理论上讲,所有的复刻病,都是充认读带的损伤, 就治疗,就可以调解充认读带四条件来,所以治疗,通理论上讲,可以通知所有的复刻疾病,所以对复刻疾病啊,疗效是特别好, 所以你通知啊,你经常啊,救救肚脐啊,那那好,啊,那养生保健,治疗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现在啊,在大陆啊,好多的,你看看,好多的养生会馆,都在做治疗, 我不是办了一届七点七疗学习班吗,好多的学员,都是美容店的老板,他来学,然后呢,他用七疗去,养生保健去,啊,对复刻,对调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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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刻病,效果非常好,啊, 因为他可以调理充论阻断,你看我在这里给你举两个例子,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当时呢,我就想叫他做复运症,因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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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我一个那个大嫂备运症,我给他用九七的方法治好了嘛,然后我又治好了一些复运症,所以我就想呢,叫我的那个第二个研究生,我说,第一个研究生是做的, 第二个研究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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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研究 我刚刚叫我的研究生到他那个地方去 就做这个不允证的课题 咱国家有些领导人的不允证 孩子自己的不允证都是他给他治好的 最近国家发改委又给他的几百万 专门叫他医院前行止 为什么国家发改委 现在国家的发改委很厉害 这个钱都在他们手里掌握着 有一个领导就是四十多岁 就是没有孩子很痛苦 最后找到他这个地方叫他治好了 治好了以后 然后国家发改委 刚叫他治好了这种不允证有五六个了 所以国家发改委直接把钱 直接把他那个地方 他说我别给你蹭蹭蹭蹭蹭蹭 他们就给你靠后里去了 直接给他叫他改个医院 你更好地给别人治好这个备孕症 是不是 好多家庭他就幸福了 也是给社会做贡献 所以他治备孕症真的非常好 当时我就想着叫我第二备孕症 到他那个地方去做备孕症 但是郑院长呢 这个人他水平很高 但是说话也很艺术 他就说这个不允证可是比较复杂 咱要不咱先做简单的 我一听见就是说他对这个治疗治病症 这个有效率他至少他自己还没有底 还没有信心 他害怕万一到的时候收不了场 怎么办 我说行那就下个简单的 我说要不就下个腾经吧 他叫我的第二个研究生呢 就去做腾经 腾经这个更简单的 是不是 就做腾经 但是这个第二个研究生 我那个研究生去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这样 你把他不允证的药 你也带 我说加入有不允证的 你给他做 积累了腾经验 结果他去了 去了以后呢 正好 有一个不允证的病人 郑院长呢 已经给他治了八个月了 还没有效 还没有效 没有效呢 正好呢 就是 他知道这个 这个麻药下带着药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叫他做腾经 我说把不允证的药也带着 如果有这样的病患呢 我们也可以治治看 先摸索摸索经验 郑院长也同意了 说正好有一个八个多药的 不允证的 好不了了 然后呢 你给他做做吧 我那个学生 给他做了两次 哎呀 运气太好了 嗯 简直就坏了 做了两次就坏了 还露点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又一个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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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不允证呢 也是很顽固 也给他做 哎呦好了 但是我那个 研究生呢 首先做的是腾经 做了腾经以后呢 他的研究生的课题 就是有效率是百分之百 当时我就不生气 我就很生气 我是医学上的有百分之百 还很委屈老师 我就是 三十例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是不是啊 他就是百分之百有效 那么我说 你这是病例太少 你要弄他三百例 三千例 三万例 是不是啊 可能就 有些特殊情况了 医学上很难有百分之百 是不是个问题啊 那个疾病千变万化 他的病例比较少 当时就弄了三十例 所以他回来以后呢 我又叫我的另外一个研究生 我说你去做病症 专门又去 专门去做病症 也做得非常好 毕业了 并且博士已经毕业了 博士已经毕业了 两年了 到现在 前一段时间 郑院长专门到济南来 他说 哎呦 现在这个不应症啊 我这两年 没得给他派学生去 因为我这边的课题很多 很多的课题 港国家的课题有四个 需要好多的人一块来做 所以没得往哪儿派学生去 他就来了 他说这个 哎呦我现在这个不应症啊 我现在还用着 现在还用着 所以现在呢 国家发改委给我那些钱 我要扩大这个地盘面积 你替我考虑考虑 怎么咱把这些奇疗啊 这些特殊的方法 咱把它 这个利用起来 把它搞起来 疗效它是太好了 疗效非常 啊 疼经的呢 那种疚太麻烦 我也叫我另外一个研究生 我说做成八部贴 做成八部贴 贴这个治疗疼经啊 疗效也很好 但是呢 比疚度期啊 疗效稍差一点 尋疚度期是最好的 但它太麻烦了 但是八部贴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有个个别病人过敏 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 那有的贴胶部才都过敏 是不是啊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以后怎么解决这个过敏的问题 是个大问题 有不分病人呢 有很小的有不分病人过敏 所以你记住啊 这个治疗啊 治疗复刻病啊 效果非常 所以一些复刻病你们可以用 所以有男性病 男性病 那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做的就是医地 然后呢 我还有研究生做的是慢性前代前言 他不都是男性病吗 他效果也很好 这个这个呢也可以用 再就是小儿子 大家想一想 小孩儿 那个毒气那个地方 闭合的时间比较短 他腹壁很薄 在农村啊 你看看小孩儿 什么地方都可以叫他量着 不切耳 绝对不能漏着 别动着不切耳 睡觉的时候 是吧 动着不切耳 他就拉肚子 他腹壁啊 这个地方很薄 他非常有利于 悦物渗透吸收 特别是小孩儿 这个悦物渗透吸收啊 是非常有利的 小孩儿呢 喝药呢 他又怕苦 拿人他又怕腿 所以这个治疗呢 疗效就非常 非常好用 所以现在的报道当中 这个这个小儿科的这个疾病啊 用气疗的方法也非常多 现在大陆呢 也有好多的 气疗的产品 你保护一铁铃 就专门治疗小孩儿腹蟹的 治疗小孩腹蟹的这个 治疗小孩腹蟹的这个 治疗的这个 治疗的驴果也有好几种 啊 再就是 嗯 治疗小孩儿验尸症的 也有了 啊 所以小孩儿的这个 病啊 这个用气疗啊 疗效的比较好 啊 最后一类疾病呢 就是 衰老 养生保健 也就是 啊 可以养生保健抗衰老 这个呢 这个呢也非常好 啊 它能 不依人体的元气 通行十二经脉 挑截五脏六五 是吧 它可以抗衰老 啊 所以这些疾病啊 治疗啊 都有比较好的疗效 所以建议呢 大家 遇到这些疾病 这一类疾病的时候呢 你可以 选择一下 治疗的方法 用一下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方子 啊 介绍几个方子 第一个胃肠病 啊 我拍几张 我来吧 啊 胃肠病 第一个是腹蟹 慢性的蟹蟹 嗯 腹蟹啊 基本的病菌是脾虚十身 所以治疗啊 治疗腹蟹 疗效最好 啊 我上午讲到的 很简单的腹蟹啊 任何药不用用 给它揪一揪肚蟹 用单纯用爱调揪一揪肚蟹 或者搁这个生姜片揪一揪肚蟹 他都管用 啊 或者单纯给它塞上一个伤食取腾膏 他也管用 啊 再下麻烦 你给它用五香面 和胡椒粉 用生姜 调成膏状 贴肚蟹 它也管用 简单不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比较严重的这种腹蟹呢 你得用药了 是不是要用药了 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 这个慢性腹蟹的一个方法 啊 你可以用 搞这个温度 好 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 最后一口 用药 去做 做 做 鱼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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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片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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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十五 十五 六可 延细末 按这个方案用就行 这个就是 你可以延细末 用生姜汁调合去肚脐 你也可以用熏气法 你也可以用隔队冰酒 这个都可以 路过能够腹泻 特别厉害的那种腹泻 路过这个腹泻特别厉害 冰片 冰片 路过这个腹泻特别厉害 你在加什么呢 银腐壳 这里不是能不能用啊 可以 可以是吧 银腐壳你再加上 你加上啥区 路线的很厉害 再加上银腐壳 真羡慕 银腐壳 银腐壳也叫米壳 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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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壳就是黄塑壳 米壳 就是黄塑壳 就是黄塑壳 臭大身的黄塑壳 那么你这个地方还有变众内治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个病人有瘀血 有瘀血你可以加上鲁相膜 有瘀血的可以加上鲁香黄莲 如果这个病人有时热 你可以加上木香黄莲 有时热的加上木香黄莲 有瘀血的加上鲁香黄莲 这变成论治嘛 但是基本的方法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治了慢行复习 如果你现在麻烦 你用什么 脾虚的给他用神灵白蛀伞 外之之药 内之之药 无冷和病无路可放皆可照用 大家还记得吗 脾虚实身的你给他用神灵白蛀伞 你要有颗粒的话更好 自己把它放在毒气上就行 如果是五根蟹 这些用丝神灵白蛀伞 你看我那个书上就记载了一个支五根蟹的一个方法 这个疗效非常好 但是我可以 我建议你在四神弯的基础上 再加生硫磺 生硫磺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啊 那你就不用 那你用四神弯的底子 就可以 这个小火也不错 总而言之 就是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变成内智 知道吧 不是说一个房子 我所有的我都能治好了 都可以 你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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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用 用其他的方法都行 你这个房子 看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那你知道 主要是用这个方子就行 这是腹瀉 特别现在 你看现在 这个肠胰肌功效症 像过敏性减肠炎这样的 一喝点凉水 一什么就拉肚子 这样的病最好治 太好治了 甚至呢 你就是各研究 就神求啊 他也管用 像黄志忠一样 得那样的病 最后说其中第一 非常好治 那么 比较难治的是 一种什么病呢 就是 我做研究生 课题的 慢性肥 特异性 亏阳性解肠炎 哎呀这个病啊 麻烦了 他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这个病很难去根 你要想着叫他 叫他什么呢 小处症状很容易 但是你看这去根太难了 他好了 过他半年 或者过他一两年 过他五六年 过他十两年 太不犯了 非常难去根 他也有病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但是这个治疗也有效 这个病却效果非常好 你看我做研究生课题的时候 治疗我这一组 另外一组呢 就是用西药 就是山东省力医院 这个可以用西药 西药呢就是用榴弹荒鞍 BD 这个要SASSP 用这位药 就做一个对照组 最后呢 我们这个 就在省力医院 专门一个教授给我做的对照组 我们疗效很好 一直到现在 那个教授已经退休了 他上专家门论 还经常那个治不好的困扬检查研 他要接受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到省中医去吧 他那个气疗疗效不错 改善症状很好 但去日子比较难 你可能病人好了以后 他就不再检吃治疗了 有关系 但是也有效 这是腹泻 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便利 便秘是不是非常多 很简单 对了 他们对施政的便秘 大乘乘糖 嗯 哈哈哈哈 太阳了 是不是 这便秘的 待恍盲消至事后 嗯 各等份 再加什么 倒酒 冰片 你们在前面的四个药,白黄,紫石,王霄,后腹,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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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十五,然后六。 这个用什么调呢?这个就得用蜂蜜调和,蜂蜜,蜂蜜是不是用润肠图面的都用? 所以你用蜂蜜调和,它还能润肠图面,对不对? 所以用蜂蜜调和,解图器,上耳朵图固定,还可以做成什么呢? 神工元气袋,做成神工元气袋,元气袋,袋在肚子上。 我就气了袋,做成气了袋,把它弄成一个袋子,把那个药封在袋子里边,袋在肚子上。 我就专门制过这个袋子,疗小很好啊,疗小非常好。 因为我们读了一个护士,她就是喜欢听电影。 问她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给你个袋子吧,袋子吧,袋好第二天,开始就不要接了。 第二天,你没事?不用加热。 对了,体温。 你那个袋子呢,你那个布要用一个白布,不要太厚了。 然后把它砸成个圆圈状的一起。 但是圆圈状的,你要用缝纫机把它缝一缝。 尿不缝那个袋子,全堵入了下边来的,是不是? 你就砸它那么几圈。 放完藥以后再砸。 放完藥再砸。 也可以这么砸它几圈。 这样那个袋子就不会下来了,对不对? 对。 这个火我都会见。 是吧? 一般的,我体会,我曾经做过什么,20克的袋子,30克的袋子,50克的袋子。 我就看看,不同的,月亮大小与疗小与没有关系。 我这体会啊,30克就足够了。 一个袋子用30克就可以了。 20克呢,比较薄,50克呢,鼓咯咯咯咯的。 好多人,一些人啊,他害怕胖,弄好那么个袋子那么厚,没有必要。 一般的30克就行了。 所以这些,你看,能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四个袋子。 这时候能做四个袋子,做五个袋子也行,这一副用。 是不是? 袋子一到两个袋子,一个袋子做一到两个袋子。 也就是那个袋子,你短的一个袋子,长的最多超过三个袋子,你得换袋袋。 你可以这个袋子,可以做好几个,在那个地方准备着。 在那个地方准备着。 一个袋子或者是,你要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疾病比较重的,你就一个袋换一次。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那个病情比较轻的,你就两个袋,三个袋换一次。 是吧? 这个都可以,再换一个袋子,再袋子。 他袋好第二天,他就好了。 一直挺好。 还有他就洗窗外。 高大夫,我老母亲也有便秘。 你能不能带给我一个袋子。 我给我老母亲也带的。 我就又给他这个袋子,给他老母亲带。 结果呢,给他老母亲带。 他说,我老母亲带好以后,刚脚的肚子往下追,就大便不下来。 为什么?它是一个虚症。 知道了吧? 所以大家记住,我刚才说了,一定要辩证论治。 在那些大同意堂,这是不是都是知道实证呢? 所以年轻人那个便秘大部分是有实证。 你那个虚症那个便秘,这就不适合了,对不对? 所以学中医,你不能学死了。 一定要灵活,一定要辩证论治。 我给你介绍大家这个方法。 都是一个治疗实证的便秘。 那么如果辩证呢? 虚症的便秘,你们自己想救。 辩证,在床上是不是也比较常见? 那么很简单的,你用点木箱啊。 蜂区窗形态,1 43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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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унд preciso采嚷光细水飓肌,11 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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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始刀木 meters做出马製埃光版这个卦特。 创造夠蓝一些的对家我 Gonkto. 你看,很简单吧? 你弄好木香春去玩,给他钱的座桑,拆了这万块用。 是不是? 所以关键是你得明白那个道理。 明白那个道理,你这什么样的方子你都可以用。 下边呢是小儿的腹线。 小儿腹线。 老师,小儿的腹线,我知道了,用五倍子。 但是你记住,有的情况下用五倍子行,有的情况下用五倍子不行。 什么情况下用五倍子? 一个是酒馅。 拉的时间很长了。 老师好不了。 再一个呢,有一个窍门。 我告诉大家啊。 什么时候用五倍子? 看小孩的肛门。 如果肛门发红,不能用。 肛门发红,说明这个有热,有火。 五倍子它是固色的。 是不是? 所以一顾色,它就不大便。 它大便就不屑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有热,有火,有饮食机制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用五倍子? 不能用的。 所以一般的你就看它那个肛门啊。 肛门,如果还发红,说明这个里边还有热,还有火。 这个时候不能用五倍子。 那么你用什么呢? 特别是一些急性腹泻。 小孩的急性腹泻,用什么? 小孩的急性腹泻,用云南白药。 知道吧? 知道这个药吧? 是不是成药啊? 用云南白药。 不能用醋调和。 要用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的酒精调和。 本身还有消毒。 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的酒精。 调成膏状。 你也不能一天一换了。 或者两天一换了。 六小时一换。 因为急性腹泻, 受小孩拉肚子拉的次数很多。 那你就得叫它这个若物啊, 叫它尽快的发挥多。 你换得轻一些。 六小时一换。 连铁一到三天。 一般的一天,就能执着。 一般不会超过两天。 这个我用的太多了。 这个小孩腹泻我用的太多了。 疗效非常好啊。 现在在我们医院呢, 这些大夫护士们呢, 孩子就要是包括那个孙子, 孙女的外甥们, 只要是得了这个小孩腹泻, 他都要报的到我这个地方看。 很简单。 急性腹泻, 就云南白药。 慢性腹泻, 无鼻子。 会了吧? 很简单。 那么你这个腹泻一个多星期了, 那孩子又没来, 你也没法看他。 那个屁股眼, 那你怎么办? 很简单。 先铁一天云南白药。 好了就好了, 不好了再给我铁无鼻子。 可以吗? 傻瓜疗喊。 傻瓜疗喊。 就这样就行了。 所以这个疗效还是很不错的。 有内热, 您为什么要用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它有清热凉血作用, 清热现火。 还有这个作用。 就是刚刚你那个药, 你说要用蜂蜜调一下, 就前面那个。 那让丝丝黏黏的, 你拿来用蜂蜜调? 哦, 我那是直接铁肚铁用蜂蜜调和。 你要做那个袋子的话, 什么东西也不能放啊。 对不对啊? 那就用干药面子。 那就不要用蜂蜜了。 弄了黏黏的怎么袋, 对不对? 对。 这叫小儿腹蜜。 看, 看有小儿便秘。 小儿便秘也非常常见。 是不是? 嗯。 保过一种病叫先天性聚解肠。 知道这个病吗? 知道。 这个病很麻烦的是吧? 对对对。 我说你也非常简单的吧。 嗯? 就是他, 反正他就拉不下来啊。 不就是小儿便秘吗? 养味有。 也不用严细吗? 本来就是面子。 王王修。 丹石。 冰片。 是的。 你这个时候, 你直接做一个呆子。 做一个呆子, 不用再做手业。 你直接做, 把它装到一个包里去。 弄到一个包里, 就给孩子放了肚子和骨灼器。 特别睡觉的时候。 啊? 给他稍微, 稍微这个人工东西, 固定固定。 大便通了, 接下来。 啊? 根据他, 通了就拿下来, 通了就拿下来。 你每天啊, 经常给他, 那么, 时间长短, 就是根据大便, 孩子是不是通了。 知道吧? 通了就拿下来, 通了就拿下来。 你用一段时间, 孩子就不变密了。 包括先天一句检查, 都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不再做一个呆子呢? 你要做一个呆子, 你要天天呆着, 他有时候一天大便好几次。 是不是啊? 在你就是大便通了, 为止。 小儿科的厌食症, 小儿的厌食症, 用气疗的方法也很好。 小儿厌食症, 用气疗的方法也很好。 用什么办法呢? 一个炒白柱。 山腰。 1,2,2,2。 4,2,3,5,5,0,1,2,2,3,D..." この刀τ, 一动画归的方法也取得穿女孩。 1,2,2,1。 8,2,2,3,28,1,3,2,3,2,30,1. 没有 Koят probiot tercero, 1,2,3,4,3,2,4, 250 altro。 ×30,2切��方面新鸡risكرionorld。 素贵 肉贵 肉贵 肉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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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圆形带要戴着一些 这个小二眼是这儿 什么叫浇山仙 浇山楂 浇生曲 浇妹芽 他都是小石刀紙 这个可以用在有病态性的验尸证 有什么 有病性的验尸证 就小儿验尸证都行 小儿的疗效比较好 再一个就是腾筋 这就是复刻病 我现在搞的气疗呢 这个课题都有腾筋 腾筋啊气疗疗效很好 我那个房子我不能告诉大家 因为它是个科研项目 但是我告诉大家 几个房子你可以照样有效 虽然没有我那个房子疗效好 但是照样有效 腾的时候很简单 大家知道有一个叫苏和香丸 还有一个叫冠心苏和丸 这两种丸子大家想 是不是都是方向文通的 你就在疼痛的时候 把这个丸子 把这两种丸子 用其中的一种就行 用点酒把它划开 想办法把它用点酒浸泡浸泡 然后想办法把它划开 然后把它铁到不切上 能占腾筋啊可以占实之腾 可以治腾筋 它就是文通之写的 那么大家呢 非得想问呢 我要一个方子呢 也很简单 你看方积雪哈 少福助于肠 现在好像我看到你们那个地方 成要有的是有效 少福助于胶囊是吧 是吧 用胶囊更好了 胶囊那个胶囊 把胶囊那个胶囊弄出来 不切也不行了吗 嗯 是不是 那么 稍后注意一趟 你要想要它疗腾筋好 的话 你再加一个用 冰片 加点冰片 冰片 少加点就行了 不用太多了 就是突进它这个悦污里 渗透西数 这支腾筋啊 这个疗腾是比较好的 这是知道腾筋 这个呢 这支腾倒汗 这个呢 这支腾倒汗 这个可以写 这个可以写 把肌肉器关掉 那支腾筋 关掉 对 关一核 哪一个 不是按一下 那支腾倒汗 好 好 好 自焊倒汗 好 有的人说自焊 不倒汗 是吧 可以 嗯 先给你 告诉一个自焊 自焊的方法 无位子 沿细末 然后用醋 醋 醋是不是有书链的方法 嗯 可以知道自焊 也可以用喝手 也可以用喝手 喝手 也可以 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有倒汗 或者是自焊 倒汗 他都有 用什么 断绒布 龙骨和木栗 最好用断的 也是用醋 调合 调成高端 啊 冷睡之前 且渡气 倒汗 不是晚上出汗吗 嗯 断龙 三十块不要一次用那么多 按照你打到五分钱的那个硬币那么大 弄成一个小饼 钱不钱也可以 是吧 嗯 剩下那个你就 先留着就行 嗯 如果这个病人睡眠不好 晚上睡眠他也睡不好 啊 他有老出汗 你看他 有点 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阴虚火旺的那个 你可以加点猪沙 不知道这个地方猪沙能让人让用吧 可以 那你就不要了 嗯 嗯 因为他里边有些重金鼠 是吧 嗯 所以就不用来 断龙木就行了 嗯 可以治疗自汗到汗 用断龙木 为什么 可以治疗自汗到汗 它就是一个收敛作用 大家想对不对啊 你保过这个五一字是不是收敛作用啊 嗯 都是一个收敛作用 所以你讲到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病吧 这个疑经病 这个疑经病 搞歇 都是精光不顾 甚是必藏啊 那么你也会治疗 那么你也会治疗 断龙木 啊 断龙木 30克 那就可以了 也是用醋条 啊 如果是 如果是 找卸的话 你可以加上五臂 15块 啊 可以 他就是顾经官 是吧 再一个 就是 就是额腻 隔肌精卵 有的隔肌精卵 很难好的 啊 特别难好 你可以我治疗的办 你看原来 就是 我们省中医啊 省中医啊 省中医院 那一刻啊 就住了这么一个病床 额腻啊 怎么也好不了 现在我们这个 医院啊 只要有万国性额腻的 他知道我 我知道这么几个疾病啊 啊 当时 比较露脸 所以好多人 给我在那地方 给我选传 只有整个医院的 我们医院 这个一千多人啊 啊 将近 七百张病床 啊 所以 只要有这样的病号 他就知道 找针灸科 找高手 其中的内科的 有这么一个病号 就是 顽固性的 隔肌精卵 就好不了了 还记得 我给大家讲 医治疗法师时候 讲医疯 我那个内科的同学 带他这个表姐来了吗 哎 就认为了个病号 他就告诉那科主任 他说你 找高手 他有办法 那时候我正要上课 所以呢 这个 我一直 也没去给他会诊 又过了一段时间 那同学碰着我 他说那个门你好了 我说怎么治好的 哎 他找了个房子 找了个房子呢 还是七了的 还是七了的房子 有三位 想了以后啊 哎 这个病人好了 王国心的认为你好了 他一说那个房子 我说我给你那个 我给你那个 我那个七了大全 你没好好看 我这个房子在我书上 早都有记载了 他叫三位止额散 三位止额散 好 但现在呢 呃里边有个猪砂 你不好用了 那么 你不用那个猪砂也行 接着我可以告诉你 就一个 啊 一个是丁香 大家知道门西 是不是一个丁香是题材 是吧 丁香 第二个 盲修 你帮那个猪砂换成丁片就行 啊 三十颗 三十颗 十颗 延长细毛 这么一个比例 啊 每次用一点 现在不浅 这种能力 这样的额孽 我告诉你啊 这个弯空性的额孽 一般病人啊 大便不通常 大便不通常 所以为什么要给你加盲修啊 你看我 我那个 我们那个 学校呢 有一个老师啊 因为这个血液病 在山东大学七楼医院 住院 肿瘤病房住院 我骨科的一个同学呢 跟我很好 他说 能不能麻烦您 他你看现在啊 治了肿瘤的油啊 吃的太多了 就是弯固性的额腻 老师好不了 能不能请您去看看 我说行 很近吗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一个劲打个 我就给他按压了个一封 一会儿的功夫不打个 好了 然后我带了耳朵 给他 压了个耳朵 压了个隔 压了个胃 压了个胃 压了个胃啊 压了个身脉啊 他就 好长时间 就是没得翻 因为他是血液病嘛 好长时间没得翻 带了他有两年 然后那一刻呢 就给我送了这个会诊单 也是我同学的那个地方干主任 送了个会诊单 什么就是一个弯固性额腻的病人 叫我去会诊 我就去了 我一看 还是这个病 还是我给他治治这个病人 还是我给他治治这个病人呢 这次额腻又翻了 额腻翻了呢 我就如法抛制 他说你看你上一次给我按这个好了 我叫他们给我按按不管用 我说我再给你按按 给他按按按 不敢用了 不敢用了 我说哎 这次怎么不敢用了 我就仔细的进行问诊 仔细的给他抹卖 仔细的给他往往往去 我问他 我说你最近大便怎么样 他大便不行啊 好几天没大便了 最近大便一直不通常 哦 我一听我明白了 金轨药又有一句话 扭耳夫们 扭耳夫们 是其前后 之何故不利 利之为 他说尿就是额腻 这个病人额腻肚子又胀 那么尸体前后 看看他大便和小便 大便和小便是不是通 大便不通通大便 小便不通通小便 明白这个意思吧 通开了他就好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大小便不通 浊气他下不去 他就往上空 浊气一上空一动革 他就额腻 所以这个时候 必须要把他的浊气排下去 浮气一通了 浊气一下降了 额腻自然而然停止 我一看这个病人 两年以后了又翻了 一看就这么个情况 我就知道 这个病啊 大家想是不是该用大成一堂 但是你想一想 我有一个真一九课对付 在那一课主任面前 大九课面前 我要给他开个大成一堂 是不是他太没有面了 是不是太没有面了 这现在人太没有水平了 他要给他个留面了 所以当时呢 这怎么办 哦 我说这样吧 我说用点外用药吧 治疗 简单吗 我说用这个药拿了以后 直接我说做成个袋子 你也不用填了 直接弄成个袋子 放在肚子上 芒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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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呢 可以延延 我说实在不能延延 你就刚刚用芒消和冰添去 这也放肚子上 然后呢 这用神灯烤一烤 填好以后 不到半天 大便下来了 你接着停止 还是这个老师 两三年以后又去找我了 又打着根 去了 这就可其他老师给他针 因为我是每周只上两 两到三个半天的门诊 不是天天上门诊 现在这个老师 还在医院里抢救着 病危 但是他血液病 还难治 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年了 我们学校的那个钱 都叫他花来 但是你也不能不治 是吧 碰到这样的病 那没办法 我一看 永远还是打电不通 我现在这一次 我也不用给他 给他用气乐的办法 我也给他开开大腾一汤 喝去吧 喝了大便一吐 那你就停止了 所以这个什么呢 大家哈 千万千万 不要说我告诉你个方子 你这个方子 你能治百病 是吧 关键你得便这么容易治 任何疾病啊 你都要便这么容易治 突然没有一个这个方子 我可以这个方子 所有的这个病我都治 这样的情况哪里有 悦美中非常高明 但悦美中最佩服的是匍匐周 匍匐周有一句名言 学义的诀窍在于一人一方 一个人一个方 真正高明的一生 一个人一个方 人和人也不一样 就是咱们通往的病 开这方子也不应该一样 它总会应该有所区别 所以这个能力啊 那么路过 没有明显的这种大便不通啊 这种情况 但是看着它就是一个实证 怎么拍 射箱铁肚铁肚 0.5克 一般用0.5克就行 用射箱0.5克铁肚臍 我告诉你 射箱铁肚臍 治疗好多好多基因 只要这个病是实证 你比如说我今天讲的 肝气瘀解的那个病 刚才讲的负账 你要有那个经济条件 或病人有那个经济条件 你给他用点射箱 一次不用用多了 用0.1克就行 不用用很多了 单位要 用射箱 但是没怀孕的 想要孩子的不要用 但想对不对 他有避孕的作用 坠胎的作用 有坠胎避孕的作用 所以这个一般不要用 想避孕的正好用 用射箱 射箱有避孕的作用 所以用射箱 只要是这种气急语止的病 因为肚脐也通着12斤 射箱又通行12斤 所以你全身上 只要是12斤脉708斤 有一个地方气急不通 都可以用射箱 都可以用射箱 所以好多的病 我告诉你 只要它不是明权的虚相 只要是有湿道 就用射箱 干于气质的 是了解最好的 还要放什么粉 什么也不用放 就用射箱就行 干的 就用干射箱 放在毒气上 冰下射箱 我告诉你 还能治什么大病 肠症素 好 休息一会儿吧 好 休息一会儿吧 休息一会儿吧 讲到射箱 实际上好多病都可以用 你们人 射箱都治过 并且我治了还不是一粒两粒 还记得我讲那个一粒两话 讲到那个笑不休 咋谁没了 还记得吗 那个老周啊 有一天呢 就是另外一个大夫啊 去给他查房 查房以后呢 他这个有肢体的疼痛嘛 然后给他加了三十颗米圈 硬素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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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素壳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结果的硬素壳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有骨色的作用啊 哎呦 吃了一个星期以后啊 有一天 他说喝一天不大便了 肚子 我肚子就骨起来了 哇 长松祖 长松祖呢 并且呢 也恶心吐 恶心吐啊 吐欧吐咖啡氧物 是不是胃也出血了 这个时候呢 首先 我又上病房去呢 一看我就知道 肯定是吃这个米 硬素可吃 但是我不能说啊 要说了这不麻烦吗 说啊 他不行啊 但是我心里知道是这么个事 马上请 先请那个内科会诊 内科 一看他是胃出血 胃出血了 然后又请外科会诊 外科会诊是长工头 但是呢 他说病人这个状况 先不能做手术 先不要做手术 胃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然后马上呢 内科大夫呢 就出了一套治疗方案 他就通过胃管 对他往里打瘀 啊 要给他治这个胃出血 啊 然后呢 呃 外科大夫说 你这样闲治胃出血了 这个长工头呢 咱们观察 啊 实在不行 咱就随时拿到手术 就做手术 所以长工头呢 他就没做任何处理 就是内科大夫来给他治这个胃出血 啊 用悦物直接打着一次啊 直接到胃里去 啊 那么这个长工头你要给他处理啊 你不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呢 我就给他用了 用了那么几种方法 第一 前书上句虚 是不是大厂的命啊 一个木穴 一个下颗穴 通电灯 第二 摄像一刻 切肚切 然后再用摄像状物高 切上 最后我就叫那个实习的学生 我说轮换的给我救 不能间断 啊 一直给我救就行 你给我救就行 悲观到晚了 当场时间 下里边你也给我救 然后 我又开了个房子 大乘气汤 加灶脚 保留灌肠 灌肠 叫护士街灌肠 三观七下 啊 救了大约是 不到五个小时 有关着肠 大便就痛了 大便痛了以后 肚子啊 就消下去了 所以你看他也没做手术 最后呢 胃出血也好了 所以他又转胃为安了 这是一例 他有一例 就是我说那个骨开大夫 他老夫妻 因为解肠癌 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以后啊 出现 粘连性腸痛症 这种情况是不是非常常见啊 啊 不完全性的 粘连性腸痛症 你要再做手术吧 他知道 再做手术还得粘连 我就碰到这么一例 小男孩叫张伟 哎呀 老家来的 从我来区老家来的 他老母亲娘他来了 哥大夫,你舅舅那个孩子吧,做了四次手术,小孩十四岁,个子很严很严,也不长,做了手术,年龄,长工术,那怎么办,再继续做手术,十四岁做了四次手术,又做手术,又年龄, 他说,这个孩子,我实在不想养了,那肩子养够了,就不想养他的孩子了,但是呢,你说怎么办,继续找我去了,找我呢,我俩给他针牛带起了,就好了,现在好,来了十七岁了,那么,个子那么高,挺高了,是吧,所以那个术后非常容易发生年年形成的, 越做手术,越年龄,越做手术,越年龄,治标不治北,那小孩什么病,十四岁,四次手术,他是第一次好像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开门,开门有什么问题,所以先给他做了手术,最后呢,年龄又做了腸子的手术,一共做了四次, 这个,所以我那个骨科那个同学呢,他老父亲就是结肠癌以后,做完手术,到他几单来年年形成的,再做手术吧,又害怕老人一个年纪大了,再一个呢,又害怕,做手术以后还得年龄,所以就问我,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去买他一颗摄像去, 请他不切,上纸号固定,然后给他揪,然后揪,然后揪,容易换的揪,十净揪,最少揪两个小时,我说两到四个小时,揪放就好了,半年之前,摄像一刻,半年之前,我解了一个短信,是我们原来那个县委书记, 所以调到省里来了,干领导,一个驾驶员,他对中医症状非常感兴趣, 在我们学校学了个短期班,拿了个保健安抹式的培训证,然后他给我发了个短信,高院长,我大爷长江水,已经好几天了, 医院说,如果明天早晨痛不开,就要做手术,必须要做手术,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这样,摄像一刻,贴肚器,然后用脚布固定起来,我说拿着那条揪,不简单的给他揪,第二天,他又给我发了个短信,高院长,你太神了,痛了,痛了, 他那个家的人很听话,给他冲上摄像以后呢,就是一晚上在那个地方给他揪,连着揪了六个小时,连着揪了六个小时,最后这个病人痛了,大便出来了,一大便大便很多,肚子马上就消化出来了,什么手术不用做了, 你看这个摄像,切肚器啊,痛腐的作用非常,我还记得我给大家讲那个,额腻的那个病人,最后腾摄像上吐下泄,是不是好了? 那我在扁拯救学教材的时候,全国那个扁救学教材的时候,讲到脚疗,他就说,哎呀,高教授,你搞这个脚疗挺好,他说我自己就是脚疗的受益者, 他说我有个什么病啊,就是用气疗治好的,他说就内耳性悬疑,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是内耳性悬疑,那手患不知道这怎么办,他受了多少年的腿,受了半年的腿,要不我要早一年上大学的,上小学上了半年开始犯这个病,你犯这个病了,头晕不全,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然后半个月才能好, 第七眼,那个气黑一片,真开眼,天旋地转,是吧,很难受,难受,难受,人生的痛苦,暴过去悬晕了,一直到,这等我八年,第二年我重新上学,上这学,第一年那个学就没法上了,一直到初中,然后呢,用了好多的民间前方,才好的,才好的, 所以那时候就说,一定我要学医,长病了,太痛苦了,一看我就是个零鬼主干唐症,当时浩特大夫他就不知道,他就不去读经典,给我用零鬼主干唐症,有话还有我受那么大的罪吗,受多少罪啊,哎呀,受那个罪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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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流啊,他就能,现在看来啊,就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感肃那个教授啊,我们一块编教材啊,他说啊,我那儿给你悬营,多数年了,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好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啊,我就是编程给我这个办法,摄像铁毒气,摄像铁毒气贴好,那儿给你悬营, 所以你记住啊,摄像铁毒气啊,只要是实证,经络不通的实证,都可以,但是摄像就太贵了,是不是啊,就太贵了,所以如果摄像便宜点,我想这种办法,就可以多普及一下,嗯, 那么刚才有个,那个,那个,医生为那个小儿移尿,小儿移尿啊,疗效非常好,气疗,疗效非常好,那么小儿移尿呢,如果这个小孩, 是阳气虚,甚阳不足,引起的饮料啊,有一个很简单的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在这里又不能用,哈哈,用什么药物呢,传统的就是凉味药,生硫磺和葱白, 生硫磺,生硫磺,带着根虚啊, 嗯,不是,山东大虚大,嗯,嗯,比较粗一点的根,粗一点的这个葱啊,怎么样得和你这个手指葱那么粗啊,啊,带着那个这么长,带着那个根虚,一定要带那个根虚,把它切碎,然后靠这个生硫磺啊,身形倒,倒成个药饼, 嗯,倒成个药饼,放在肚体上,再用沙坡给它固定就行了,治疗小孩啊,那个虚寒性的移尿,效果挺好,啊,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好多小孩的移尿啊,不是虚寒,哎,现在特别有的小孩啊,你看看啊,一看,舌头非常红,脸很红,体质很壮,特别烦烈,晚上睡觉特别浓,他就是醒不了, 鸟耳肠,鸟耳肠那个味儿特别烦,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这样的小孩,你得用这个,就等于火上加油了,所以终于也得变这个论质,嗯,这种情况下,这种病,我告诉你,那种海非常长,这个是有火,要给它开窍, 嗯,必须要开窍,另外呢,他晚上睡得很浓嘛,你要想办法叫他晚上别睡得那么浓,叫他自己能醒了,他感觉到,我要拍尿了,那样才行,他睡得太浓了,他醒不了,他就容易尿床,哎呀,在美国这个什么问题,好多愿意都不能用,这是,是个麻烦事,是不是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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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用可以吗,外用可以吗,外用可以吗,嗯,嗯,那么我再告诉你, 那种,这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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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料,啊,有这么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记一下,啊,第一个月,生麻烦, 这不是不能用吗 可以了 现在可以 可以了 不爱用可以 根本就买不到 买到了 买到 就在这 就在这 哪里哪个店 真麻烦 哪个店 哪个店 怎么愣着 一买到了 我买到了 不可以买到 不可以买到 他说要买到 没问题 我买到 为什么要买到 大家想一想 麻黄它是不是走太阳经的 膀胱者周度机之观 今夜苍延 气化都能处义 他是走膀胱的 另外呢 麻黄有个什么做 有个幸福做 所以吃了麻黄的人 他睡眠 他就会 这个这个这个睡得不那么死 睡得不那么沉 所以这种沉睡的这种 孩子 你也一定要给他 用点麻黄 晚上睡得不那么沉 不要叫那么多 第二位 生智子 这个没问题 生智子 这个是不是泄火的 用智子来泄火 用智子来泄火 它里边有内蒸 用智子来泄火 另外呢 用浮盆子 写在上面吧 另外再加点肉桂 用干水 少量 数量多少 几万 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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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克 6克 如果孩子晚上睡觉出汗多,还可以加了短笼 有的孩子晚上睡觉不是出汗吗? 大笼笼,搁30克 就这么个方子 寒凉的药物用的太多,容易引起肚子疼,有个洋气 所以用寒凉的药物的时候,大家记住,一定要繁着 繁着 是吧,君臣过时 这是一个药物的配,配无问题 所以你路过这个病人,内热得很厉害 肉桂可以量得再小一点 3克,6克,你给它翻走就可以 肉桂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 是不是? 这个严重心脉 一般用醋来调和 醋是不是有熟练的作用 是吧 用醋来调和 晚上睡觉就牵铁上 早晨起来把它截了去 就行了 所以冷水牵铁 早晨起来把它截了去 现在这种小儿 这个铁铁啊 太热了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孩子吃的东西都是大热物 这种由内活引起的这种铁铁啊 他被心经有火 因为心主神明啊 心经有火以后啊 神明被扰 晚上呢被蒙蔽 晚上啊 他就睡觉 他老是睡不醒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心火卸去 如果脑子醒了他就醒了 实际上 咱们干真久的 不用那么麻烦 小儿子你要给他扎点针 OK了 是不是 你想想 像这种啊 像这种 老是 醒不了的这种 有两个小儿子可以 啊 通理大宗 啊 通理大宗 大宗是不是 神经的罗宣 神经罗宣 是不是通的磅光 这个通理大宗啊 他本来是指眷延事卧的 眷延事卧王 通理大宗而明 但是 可以把他 他的 可以治疗这种小儿子的音尿 你看 通理卸心火 是吧 开心窍 大宗呢 调底磅光的气化功能 嗯 通理大宗 还有个小儿子的尿啊 像我一直聊法 没写上去 因为好多人他都知道 主小指的音尿点 描小也不错 在这个 脚的这个小指头上 小指头上 小指头上 在这个横纹 中点 横纹的中点 横纹的中点 就主小指的音尿点 大家想一想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圣经和彷徨经所够的地方 大家想对不对啊 嗯 圣经和彷徨经所够的地方 另外啊 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炸小脚 小脚成头 咱说 治疑可以纠正台位吧 治疑为什么可以纠正台位 我这一个研究生 在给我读研究生之前 我说 你把你写的论文拿来我看 咱们写了一篇论文 论 治疑纠正台位的基地 咱们同中一律论做的解释 他的基本上 因为治疑这个地方呢 它是 祖超音圣经和祖太阳膀胀经 都过的一个地方 因为圣经是祖生殖 所以呢 都可以转台 我说 你这个说法 咱们一块分析分析 对不对 要按你这个说法的话 只要这个血尾通着肾和膀胱的 都可以转台 是不是 那么你是不是 只要通着肾和膀胱的 都能转台呢 大中 既通着肾又通着膀胱 彷徨经的罗学飞扬 既通着肾又通着膀胱 它们能转台吗 您说这是全息论是不是 你说的很对 它不是一个通过经络去做动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因为你成天在搞经络 你就把全息啊 把神经啊都给它否定了 你要不能因为你成天在搞神经 你把经络否定 支配人体的不仅是经络 也不仅是全息 还有好多未知的规律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说话的不仅有中文 还有英 也不仅有英文 还有德文法文 日文 你要不能说 你不会说英文 你就不会说话了 那能行吗 是不是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东西 本来它就是人体是很复杂的 你不能你成天在 你那个什么 你就是搞针灸 你说推拿什么病不治 中药什么病不治 你要不能用中药 你也不能说针灸什么病不治 推拿什么病不治 那都是不对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 你不能因为我是坐着飞机来的加州 你又说 这个 坐火车来不了 坐汽车来不了 我自己开车吃还能来的 是不是 有的人徒步还能还 还能环绕这个地球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一个线性思维 现在好多人它是个线性思维 它就一条线 千万不要一条线 来思考问题 那个思维一定要开阔 不能因为这个来否定另一个 因为我是非常简定的经贸派 但是神经绝对是起作用 刺激刺激的神经能不起作用吗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你焦顺发这个简定的神经派 他就不相信经贸派 是吧 他发表论文你看看 头这不就是 就是一个什么这个 反射区吗 对不对 他就根据这个来的 他发表来我看了他就不相信经贸派 他看神经照样有效 咱看经络他也有效 我说咋头这你不信 随便咋两个地方通往电视他也有效 你不信你是 忠于有他的道理 你要不信就是 有人做过实验 你发现咋头这咋错了他也有效 只有他的道理所在 你知道吧 通中医理论他能做出解释 嗯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足消止医尿点 那为什么 他可以 治疗医尿 一个是通中医理论 身影和徬徨 条例身影和徬徨可以治疗医尿吧 更重要的是全系对应 治疑纠正开胃 并不是因为他既痛着身又痛着徬徨 大家想一想 咱们好多中国人 往往第五个脚趾头上 有个小脚趾干 是不是有个小脚趾干 想到了没有 为什么有个小脚趾干 为什么 那个小脚趾头它最小了 你长在那么脚趾头上多好 这个地方宽快一点 你非得长成那个地方长得那么拥挤 长得是不是 为什么 原来 这个我们老家 受恐怖指导的影响 就是普通老百姓 家里也往往挂的一幅对链 也挂了一幅明人字画 好多农民他都会写 会做诗 会做画 会写对链 有一幅非常有名的对链 叫什么 虎兴雪地梅花五 鹤立双田竹叶三 老虎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子 和梅花一样是五个 鲜鹤在有双的田里留下一个爪印子 和竹叶一样长长的是三个 那么我要问你 为什么老虎这转印子是五个 天鹤转印子是三个 为什么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人有两个耳朵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两个鼻孔眼 那个舌头的活动度最大 你得自己看看 有好多人 两个眼睛不一样大 两个耳朵不一样高 你看我的耳朵 这个耳朵大 这个耳朵小 看到了吗 对了 马会长说对了 中医开窍也好 肾开窍也好 肾开窍也好 都是一道理的 明白了吗 你看这个耳朵 像不像一个肾脏 肝脏有两叶 肝脏两叶不一样大 所以表现了人的两个眼睛 有的人两个眼睛也不一样大 两个耳朵 肾也不一样高 所以两个耳朵也不一样高 留两个肺 所以两个鼻孔眼 最后一个气管上来了 所以一个鼻子 在五脏当中 这个心脏是活动度最大的 所以你的舌头 可以绳索自然 当你舌头拳起来的时候 你看像不像一个心脏 最心开窍也是 最早 把五脏的开窍理论和全心相结合的 不是我 是我的一个学生 叫张恩和 针灸八五级的 山东中医学院第一届针灸专业的学生 现在在我们德州 零县一个卫生局副局长 兼一个医院的院长 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也写了这篇零县论文 并且鼻子哪个地方容易出血 那个肺哪个地方他也容易出血 所以非常有意思 知道吧 所以武当的开窍理论 它是有依据的 你要长成三只眼的马王爷都好 是不是 再一个 你想想 这个山东啊 眼台的苹果 那样的梨不如微方的萝卜皮 眼台的苹果 大家很圆 是不是 那样的梨呢 正好翻的 那个头特别大 尾巴特别小 那个头呢正好翻的 头尖尖的 尾巴特别大 你再仔细 你想一想 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所以人啊 一定要有 有观察力 特别是蛋干医生的 一定要有观察力 牛顿一个苹果落地 万有云里定力出来 他发现了 那么这些四空见棺的现象 你考虑过没有 再一个我知道 我老家 我农村的 从小啊 你要抱抱小鸡 叫他抱母鸡 他就抱母鸡 叫他抱母鸡 他就抱母鸡 把鸡蛋删好了 想让他出母鸡 就出母鸡 想让他出母鸡 就出母鸡 你们知道吧 那个圆圆的鸡蛋 他就出母鸡 长长的鸡蛋 他就出公鸡 你看 这个错不了的 这个很小 我就知道这个常识啊 所以你看啊 很有意思的 你得等到你到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啊 不知道这个 美国这个地方 你得到我们山东 那个地方你观察 你看那个桃树啊 你看那个苹果树啊 它苹果是圆的吧 它那个苹果树 你从上面往下一看 它偷圆的时候 它整个树它也是非常圆的 再一个你看那个苹果树 苹果长在苹果树上 长在什么位置 一个枝子 在那个根部 很少长苹果 在那个树梢 也很少长苹果 就在一个树枝子的中间 长苹果最多 所以这个苹果 中间是融起的 两根树树 你得看那个莱昂梨 莱昂梨啊 你一看 哎呦 这个梨长了那么多啊 那个梨啊 都在那个梢上长着 那个梨的那个树枝子的根部啊 很少长苹果 所以那个梨啊 头儿特别大 哦 根部特别小 你得看那个桃儿 桃儿 桃儿 树枝子的小骨 从来不长桃儿 都长在那个桃子的根部 所以这个桃儿 尾部特别大 上面特别尖 这个是有作用的 在农业上有作用 它可以增产 你知道吗 有人专门做个实验 咱们有福建的 有个老师在这 福建同学 有个叫叶永带的 他就专门做个这个实验 啊 你没有叫小麦 小麦想叫增产 小麦是不是长得最上面 你要是用最上面的种子 做小麦的种子 它肯定能增产 玉米 大家想应该用哪个地方种子做 中间的种子 因为它挡在一个什么的中间 是不是 它这个地方 它最好 所以人为什么有五个手指头 五个脚指头 我告诉你啊 人有四肢一个头 这就是头 记住了吗 这就是头 这就是四肢 但是啊 这个 你临床上啊 最常见的一个病 中风的病人 很简单 这个中风的病人好不好治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我给大家说说你在临床验证验证 中风的病人 只要是咱们手指头能动 它肯定能恢复 这就是头 这就是脑袋 知道了吧 如果它即使它很轻 但咱们手指头一动不能动 你可千万别说大话 它很难恢复 因为这就是脑袋 你得想一想 我看咱们加州都开了好多的足底按摩店都有了 是吧 足域足底按摩是不是都有了 你得看看这个足底按摩 大毛脚指头是不是头 是头 是头吗 是头 全息啊 我告诉你 小毛脚指头啊 它指引这个地方 它对应的是人的腰底 对应的是什么 足小指一尿点 对应的是小肚子 明白了 对应的是膀胱 所以它可以指一尿吧 嗯 从经络上又能解释 从全息上又能解释 所以我的一直疗法 我告诉你 我就是找哪个学生最好啊 既符合经络里面 又符合全息里面 它的疗效是最好的 那经络又在那个地方起作用 全息又在那个地方起作用 你想啊 它疗效能不好吗 它疗效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全息啊 是客观存在的啊 全息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小儿鱼尿啊 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想这样的啊 特别睡不醒的 也可以用百慧 这眼睛这下病上去了 啊 用百慧也可以 这个这个小儿鱼尿 看看咱的七楼 还有什么 谁还想问什么病 高血压 高血压 病敏感 啊 病敏感 啊 我想说高血压再说病敏感 好吧 高血压这个病啊 和糖尿病啊 都是终身疾病 啊 你想着根治啊 比较难 真旧要好 治疗要好 中药要好 想着暂时取得疗效 都比较容易 但想着什么西药都不吃了 比较难 嗯 治疗高血压呢 治疗 有报道 但是我临床用的不多 为什么呢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我认为治疗治高血压 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临床上治疗高血压 最常用的是肚心疗法 肚心疗法 肚心疗法 比如时间来不及了 咱今天咱就不讲肚心疗法了 但是我可以 截着这个血压 我次面给你讲一下 介绍几个方式 你能床上用 啊 你全学 我在弄治疗的时候我就发现 鼻子也可以治病 以后全样就可以治全身的病 老公也可以治全身的病 这里边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有什么什么问题呢 你发现这个血味很奇怪 都在人体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 就是在黄金点上 黄金点 黄金点是多少 0.618 啊 05年我在 就是北京那个国际拯救学生研究会 我做了报告以后啊 下来 北京中央大学一个教授告诉他 你讲的都很好 但有个问题你讲错了 我说我赶紧请教 我说哪个问题讲错了 请你指教 他说你说啊 这个肚脐啊 是 从头到肚脐 和从肚脐到脚 这个笔质是0.618 啊 这个是 同时你还是 你还说了一个数字 说从肚脐到脚 和从头到脚的笔质 也是0.618 他说你肯定讲错了 这两个肯定不可能都是0.618 他下来跟我说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吗 他就跟我说你肯定讲错了 这两个不可能都是0.618 我说不要 我说咱现在咱就算 咱现在马上就算 你现在你也可以算 嗯 这两个都是0.618 这就是0.618的奇妙之处 你看这个肚脐啊 从头到肚脐的笔质 和从肚脐到脚的笔质 这一个数是0.618 一个0.618 第二个0.618 从肚脐到脚 和从头到脚的笔质 也是0.618 要不你回去算一下 怪不怪 鼻子 在头上 鼻腔 也是在0.618的位置 嗯 他可以知道全身的体质 劳工在手上 也是在0.618的位置 他可以知道全身的体质 劳工在手上 也是在0.618的位置上 他可以知道全身的体质 劳工在手上 这跟全息 他与全息也没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我就说这是一个数学理论 黄金分隔定律 黄金分隔定律 所以怪不怪 所以这个祖心 也符合这个黄金分隔定律 并且呢 它是祖三音圣经的一个根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内经还有一句话 祖三音 都到这个地方 祖三音经啊 甘皮圣言 都到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想一想 高血压它的基本病级 最常见的是不是阴虚阳抗 是不是阴虚阳抗最常见 最常见 那么 一个用全息 可以通的 神经可以通的干净 就可以自阴前阳 再一个 可以隐活下行 隐活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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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血压 我最常用的就是足心疗 用什么药物呢 挺简单 五煮鱼 五煮鱼 五煮鱼啊 沿细沫 然后用醋调和 醋是不是露干 醋是不是酸链 一般的 一般是这样 晚上的病人 先用温水 洗洗脚泡泡脚 然后呢 再把这个无注意 用醋调的这个 五分钱那么大就行 贴到嘴硬圈上 然后用脚布粘起来 吹脚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可以把它戒了去 每天晚上起 可以隐活下行 他不仅 无注意贴决心 我告诉你 不仅可以治疗高血压 治疗的病太多了 只要是 上热下寒 上时下虚 这些病啊 你要想着 因活下行 都可以 你比如说 有的人他就用它来治疗 木齿肿疼 有的人就用它来治疗 眼后肿疼 眼后疼痛 他变得慢性眼炎 嗓子 动不动他就发炎了 经常发肝 慢性眼炎 都可以用无注意贴决心 因活下行 你比如说那种慢性的 复发性口床 复发性口床 动不动又发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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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是不是经常见 也可以用无注意贴决心 因活下行 所以这个 肚心疗法 无注意贴决心 临床是非常常用的 只要是气活 在上面的 都可以把它往下移 上湿下虚的 上热下寒的 是最常用的 这是高血压 气疗呢我不推荐 给自己做一份 做一些受决的 你说了一个 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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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非常常见 我知道 我这个大学同学呢 也在美国在纽约 前两年 回去非要读一个研究生不行 非要叫我带他不行 我说那绝对不行 咱们是同学我能不能带你呢 我再重新给你介绍个老师吧 他现在已经毕业了 他搞的这个课题 就是针灸治疗病病感 我知道美国这样的病感特别多 是吧 那么治疗 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就是可以改善过敏体质 因为他调节的是元气嘛 大家想对不对啊 所以你这个元气 你过敏呢就是你这个 过敏体质 远中医说就是你这个体质 就是与元气有关系 太敏感了 所以我给你调理这个元气 但是大家想一想 要改善这个体质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善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有一个办法大家可以试用 但是大家记住 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你只要坚持至少在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到半年 才能把你这个过敏体质改善过来 什么办法呢 就是在肚脐八火罐 肚脐八罐子 肚脐八罐子 肚脐也是八罐 你可以用火罐也可以用抽气罐也可以用各种罐子 都可以 现在呢八罐的国家标准啊已经已经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针灸操作规判 第五不品八罐 就是由我主持 制定的 现在已经发布了 北京中央大学 长城中央大学 好几个中央大学一块参与 我是科体负担人 也已经发布了 以后呢还要弄国家标准 咱要不弄啊 日本人韩国人特别弄了 咱中国必须要整这个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八罐呢 你可以用各种罐子都行 就是给肚脐一个刺激 我推荐大家用的是抽气罐 又简单又好用 一抽 负压了 很好用 抽气罐 塑料 塑料的那种 甚至有个管子 你可以自己后背都可以拔 我自己在家里经常拔罐 一个管子弄过来 你们说我自己胃不好 我想爸爸这样领踩了 这个手倒过来 这个手拔 爸爸喂书了 拔上了 爸爸颈椎了 拔上了 君子求吉 小人求人 这是孔子说的 所以自己给自己去保健了 所以那个抽气罐很好用 很便宜 也很便宜 也很好用 是吧 还是透明的 里边什么情况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建议大家能抽气罐 要拔多久 肚脐这个地方 怎么拔 三个五分钟 拔五分钟 起下来 接着再拔五分钟 起下来 接着再拔五分钟 起下来 接着再拔五分钟 连着拔三个五分钟 一天 连着拔三个五分钟 记住了 啊 为什么要这样 特别有的 有的通知啊 伏笔啊 它非常软 你要用大的关子 你要不小心把这肠子吸进来 都不行啊 啊 一般是不会 但是还是保险一点好 是不是啊 所以一般的呢 时间长了它也不舒服 那么八五分钟 起下来 再八五分钟 再起下来 再八五分钟 再起下来 连续三个五分钟 但是大家记住 最时候坚持三个月 每天呢 每天都拔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都可以 小孩都可以 中间要歇很长时间 不用歇 起下来接着拔 小孩可以吧 小孩更好 多大的罐子 大约我这个罐子 你用罐头瓶子那么大 差不多就行 罐头瓶 就放那个杯子 三号的就可以 这个杯子口差不多 或者这个杯子 杯子口稍大一点 都可以 这样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肚脐周围 五脏六腑 这个对应不是全拔进来了 所以它就调节 五脏六腑 调节人体的元气 五脏六腑调理好了 元气调理好了 它过敏体制 它才能改善 改善了这个过敏体制 这就是治本 对不对 它就不过敏了 但是改善这个过敏体制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所以一定最少最少要三个月 三个月到半年 否则不行 因为我有个学生 他孩子 就是国民兴毕业 然后我一告诉他 我说拔火热 坚持 过了几个月 他有点让他那孩子来了 他过了十 孩子还是不行 我说拔罐了吗 拔了 我说坚持拔了吗 坚持拔了 他那个小女孩说了 他说拜拜 他骗你 他没给我天天拔 我说冲击不用看了 回去冲击拔去 重新给我回去 重新拔去 娘娘给我拔三个月 骗老师那能行啊 是不是 回去拔了三个月好了 小孩儿留校更好 所以关键是坚持 月经期间可以拔出 月经期间可以停息 也可以拔不要紧 这个办法我告诉你 可以改善国民体制 不仅可以治疗 鼻炎 还可以治疗 嵌麻疹 还可以治疗 皮肤搔痒 还可以治疗过敏性哮喘 反正是变态 反应性疾病 过敏性疾病 都可以用这么办 只要是过敏就行 它改善的是你的过敏体质 调解的是你的无脑的功能 阴瀟病我没试过 这个我不好说 那个我也没试过 那个不好说 那不是过敏性疾病 是吧 所以我没经历的 我就不好说 问一下那个斑突 是不是 斑突啊 斑突又叫鬼剃头啊 是吧 这个病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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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突这个病啊 好治 但是我治疗没治过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子 很简单 你会查书去 就身影养真单 身影养真单 是一种禁键的一个方子 一种禁键 一种禁键 检查的键 不用抹写了吧 一种禁键 尖度的尖 所以这个呢 你用那个什么就行 这个 这个呢另外呢 你真就知道搬图 怎么办 你先用生姜汁给它擦一擦 然后梅花汁扣刺 生姜汁 是你擦刺几毛囊 刺几毛囊 然后呢就是再给它 梅花汁扣刺 或者是用这个真一围刺 我告诉你 真有刺激 刺激刺激头皮 不仅可以织脱发 我告诉你还可以织白发 还可以织白发 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东北黑龙江 它不是黑龙江中央大学 富士院 东魁龙院长呢 它那个地方中风的病人比较多 偏袋的病人比较多 它就给病人打头之 它就发现一个现象 还是老是扎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头发就变黑了 我也见过这样的现象 老是扎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的头发变黑了 它刺激毛囊了 还有一种脱发 我再告诉大家 就是那种植疫性脱发 就是那种绝顶聪明的 慢慢地掉 慢慢地成了绝顶聪明了 是不是 那样的脱发 我告诉你 太简单 太简单太简单的办法 很简单 因为我老师啊 王晓永老师啊 他就扎发 为什么他扎发 他年轻的时候 掉了一根头发 全涂了 二十多岁 全涂了 最后呢 他自己治好了 所以这一辈子呢 他治的最多的就是脱发 开用 所以找我治脱发的也比较多 半途好治 但是这种 慢慢地脱发的这种脱发 它不好治 是不是不好治啊 不是不好治 也好治 关键是你要坚持 我告诉大家 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办法 你只要坚持 他肯定行 我父亲三十五岁也就脱顶了 我三十五岁的时候的头也快脱顶了 你看到现在 还没脱来 是不是 你用的什么办法 太简单了 吃河头 河头 河头人 就吃这个河头人 每天三到五个 每天三到五个 连续吃三个月 你就坚持吃 首先你的头发不那么掉了 慢慢的你头发变多了 生的 生河头 这个是这个头发 我现在 多少人只要见到的朋友 我说你早认识我 你成不了这个教授头 从现在开始赶紧吃 要不头发掉了一点没有了 很简单就是吃河头 嗯 它管用 简单不简单 所以这个又是同源 但是一定要坚持吃啊 年轻人怎么呢 就可以吃这个 要不要那个 要不要 前列腺肥大 啊 要不要维持呢 已经掉了 要不要维持 已经掉了 只要毛囊没泡坏就可以 毛囊泡坏了 它就不好再生了 是不是 前头掉的也可以 只要是毛囊没泡坏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啊 并且呢 我发现啊 你叫它吃河头 再加上那些 不肾 呃 不干肾 养精血的这个月物啊 这种 这种 这种植疫性脱发 还能再生 它不仅不能掉 还能再生 我就治过那么一个小孩 小男孩 二十岁左右 哎呦 二十岁就开始 头部头的那个厉害了 然后叫我来看病 我说呢 我说一天吃三个河头 另外啊 我给你开了个房子 你就吃就行了 真听话 他母亲领了他 一吃吃了四五个肉 一天一复肉 我说说真 真行 就是吃药吃够了 但是四五个肉再来的时候 一看 哎呦 头发全长了 我原来我都觉得这个植性脱发 最多能放着它再掉 结果那个孩子一来一看 哎呦 头发长得很好 我说这个药还吃吧 我说你这个药 你先不用吃了 是不是 所以关键是要减持治疗 这个疗效是不错的 另外我告诉你 核桃还治什么病啊 核桃啊 颈椎和腰椎的病 古代一个房子叫青蛾丸 转门治药腾 肾虚腰腾 主要的药物 就有核桃 知道了吗 所以我记 大家记住 你碰到这些颈椎腰椎不好的 特别腰椎下肚脱的 你啊 叫它每天吃它三到五个核桃 它这样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有两种核桃 哪种比较好 就是一般的这么大的冷核桃 它长得比较像脑袋的 就那种 就那种核桃 就长得比较上脑袋的里边 就中国核桃 中国核桃 中国核桃 美国有三种 老师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 二名啊 前列腺肥大 我先告诉你们怎么来诊断前列腺肥大 我这个书上我下次再办呢 我把它写进去 现在还没来得及写 我再来先告诉大家 你们可以试 这要是有前列腺肥大的 在哪个地方有压头点 太渊 尺泽 连线的终点 尺泽 下移腿 太渊和尺泽 连线的终点 太渊下移腿 尺泽下移腿 连线上 在太渊和尺泽的连线上 尺泽下移腿 这个地方我给你提这个名字 叫金宫泽 金宫泽 老师这说了在哪 太原 跟尺则的连线上 尺则下一寸 找压腾点 找压腾点 两边都有 为什么叫金公序 男同志可以指前列线 女同志可以指子公 这要是子宫有问题 子宫有问题 这个地方都有压腾 你们冒冒吧 这要是前列线有问题 这个地方都有压腾 你冒冒吧 金公序 所以这个小儿你可以找 这刺激行 七疗 千列线 疗效也非常好 七疗 今天不是讲七疗吗 我一个研究生专门就是做的千列线 气疗治的千列线 并且慢性千列线严和千列线肥大都可以 但是房子不一样 我想问你问的是千列线严还是千列线肥大 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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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大常见 并且慢性的千列线严和千列线肥大都可以 很简单 摄像铁土气 小一点 不要太多了 一次用零点一克就行 一次用零点一克 千多气就行 那么你如果是想用点便宜的药也可以 用什么呢 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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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颗 冰片 六颗 严细门铁土气 对千列线严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不如摄像铁辽效好 这是难性的千列线严 这是难性的千列线严 要加八十九 哦 快到点了是吧 对 那我再把千列线肥大讲完就OK了 嗯 嗯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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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两天换一次就行 用气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原来用的时候 往往就 铁了再铁 铁了再铁 毒气受不了 你养成个习惯 如果铁一天的话就停半天 如果铁两天的话就停一天 让毒气晾一晾 一般铁的时间是晾的时间的两倍就行了 好吧 嗯 是这样 那么 千列线肥大 千列线肥大 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小便的异常 小便的异常 我告诉你 如果小便不通啊 尿出流啊 射箱也是最好的 只要它没有明显的虚症 那就可以 但是 千列线肥大 气疗呢 改善症状比较好 尿想真正的 把这个千列线肥大 给它彻底解决啊 比较难 啊 比较难 但是对这个尿小便不得通啊 啊 尿出流啊 尿性还是不错的 这样呢 我告诉大家几个药 大家回去试一下 好不好 这个千列慢性千列慢性的千列线肥大 千列线肥大 它的基本的病基就是神奇虚 大家想对不对啊 所以 首先用不神的药 不不止 哎 肉贵 这是不慎的 另外 它有肥大 必须要加软碱散解的药 最好的药就是智山甲 那刀叫刺 入羊刀 既能活血 又能软碱散解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再加个冰天 如果有射箱 最好 啊 没有射箱 就不用射箱 剂量 剂量 30克 30克 20克 15克 10克 用这个方法 既可以盐沫 用酒挑一挑 甜肚脐 也可以做成肉饼 丢肚脐 也可以用勋气法 这个都可以 嗯 这是慢性千列腺炎 肥大 不是 慢性 千列腺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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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有个问题 那个射箱 你贴一次以后 起下来 剩的还能再用 不用了 一般就不用了 那可以多铁头一天 铁头三到五天 都可以 对不对 那咱这样吧 以后 咱得多联系 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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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我讲为主 下一次我得 请大家讲为主 每个人都把你的经验 告诉我一段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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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荣幸我们请告这么好的教授 我们学校聘请高述中教授 为本校博士研究生导师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来 拍个照 来 拍个照 来 用这个相机给我照一个 那边的照 对 我这边的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直接照就行了 这样没事 这样 我拿着 我一个人拿着 好 看一个好一样 可以看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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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来 完成 看舞 给我们放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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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這是家族師中醫師聯合總部的梁醫生送給學校的 謝謝 梁醫師您再告訴我們這是什麼 這個是古代的 梁醫師保留的 現在讓我們 是總會送給你 謝謝總會 謝謝 給我這個講座 給我這個什麼意味著責任 對啊 以後大家問我 那就明正言順了 接著明天